开门七见试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榜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前面集讲中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普洱茶的知识 我们现在也经常会遇到大家在说普洱茶的门槛太高了 这种茶叶价格又高 品类又复杂 感觉非常的难以入门 而且它专业词汇非常多 那么对于一个初学者 初入茶道的人来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品饮普洱茶 或者是说能够听得懂 关于普洱茶的一些术语和行话呢 我们今天呢 就针对这个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小知识 首先呢 在品饮普洱茶的过程中 大家可能会听到 比如说这个茶是干仓茶还是湿仓茶 其实这就是涉及到普洱茶后期成化存放的这个场地 我们说呢 干仓就是指温度湿度比较低 空气环境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仓库 在这样的环境中存放的普洱茶呢 它的特点就是成化的时间会相对慢一些 但是茶汤的香气和口感都非常的好 湿仓呢 它是与干仓相对而言的 我们给大家在上一讲 讲到普洱熟茶的制作工艺的时候 也说到要加速成化是需要一个湿热的环境 所以说如果普洱茶后期是存放在湿仓里边 这就是仓库的温湿度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环境 在这种仓库环境下呢 茶叶成化的速度就会比较快 但是呢 也会存在比如说是发霉 或者是转化出其他怪味的这样一种情况 这就是干仓和湿仓的区别 在大家平饮普洱茶的时候 可能有时候会遇到茶笔 也会遇到驼茶 还会遇到茶砖 甚至有时候会遇到散茶 这都是普洱茶不同的茶叶形态 茶笔 我们在前几讲给大家说过 就是为了方便在茶马古道上的运输 茶商需要把茶叶尽可能的缩小 所以他们把茶叶压成了一饼一饼的茶 那么357克为一饼 七饼茶为一提 这是茶饼 那么后来呢 也有人觉得 哎呀 这个茶饼翘起来也挺麻烦的 那么后来呢 我们就生产出来了坨茶 坨茶可以说是一小坨 刚好就是一泡茶 这样呢 就省去了这个翘茶的这个麻烦性 另外呢 还有砖茶 砖茶呢 就是把茶叶压成一个砖块的这样一种形状 可以说呢 丙茶 驼茶和砖茶 在云南地区呢 分别是三个地方的特点 比如说 丙茶更多的是在西双版纳的这个茶区六大茶山里边 它更多的是这样的 那么坨茶呢 就是大理 它比较流行下官坨茶 砖茶呢 就是昆明 它是比较多的 昆明的7581呢 是昆明茶厂普尔茶砖 最具代表性的一款砖茶 另外呢 散茶 散茶就是 各茶厂区都会有这样的茶叶形态 我们在品饮普尔茶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听到别人说黄片 不知道黄片到底是什么东西 而且有时候呢 黄片的名字还非常好听 又叫金飞叶 实际上呢 黄片就是在制作普尔茶 这个毛料筛剪的过程中 调索比较疏松 粗大 而且色彩比较偏黄的这样一种 比较老的这样茶叶剪出来的 按照当时的生产标准 筛剪出来的这部分茶叶 就称为老黄片 但是呢 黄片它虽然是外形不佳 被剪出来了 但不意味着它品质不好 黄片的口感的刺激性是比较弱的 而且由于它是那种老茶 它的香味还比较独特 现在呢 也有很多 比如说是三高人群和糖尿病的人群 它可能会觉得这样大大的茶叶的话 它这个茶气和甜度都比较足 所以呢 更有利于化解身体里边的各种脂肪和三高 所以黄片虽然是被挑出来的可能是废料 但是现在呢 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 另外呢 现在还有一款比较热的就是老茶头 什么叫老茶头呢 其实就是普尔熟茶它在发酵的过程中 结成的这个团块茶 在发酵的过程中呢 如果是嫩度比较高 体型比较小 调索紧接的茶 在这个受湿潮水之后 茶体之间的透气性比较差 所以发酵的时候呢 就结成了团块 这些团块呢 经过再次筛选 就精制成了老茶头 老茶头呢 它可以说是甜度比较高 适合煮着喝的这样一种茶类 那么有时候我们还会听到 比如说是宫廷普尔 什么是宫廷普尔 其实就是这个茶全是用芽头制成的普尔熟茶 我们说其实普尔茶它整个制作过程中 它可能是有茶芽 茶叶 甚至比较大的茶叶 这样它可以有一个筋骨舒朗的呼吸 但是后来呢 如果用全部都很嫩的这样的普尔熟茶 来做的这个茶叶 由于嫩度很高 所以呢就冠以宫廷之名 说的是茶叶级别高 产量少 珍稀 而且珍贵 另外呢 如果你有机缘 可以平饮到一些普尔茶的老茶 后期茶 印记茶这样的情况下 您可能经常会听到别人说要醒茶 就像要醒酒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老茶 它精力时间沉淀 在开饼之后呢 需要放在茶罐里边 放一下 或者是说很老的茶 它可能需要放数天 然后呢 茶叶和空气进行充分的这个结合之后 让茶叶苏醒过来 这样饮用的话呢 滋味会更佳 那么如果不是老茶 如果是咱们比如说存了十年 二十年这样的茶叶 在冲泡的过程中呢 第一道注水洗茶的时候呢 也可以被称为是润茶或者是洗茶 好的 我们今天呢 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些关于普尔茶的一些行话 或者是说不同的种类 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前面几讲里边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黑茶里边 非常有名的几个品种 比如说安化黑茶 比如说六宝茶 它们可以说都是黑茶大家庭里 意义深会的明珠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 黑茶中一个更为亮眼的星星 可以说它是在最近二十多年里边 黑茶品类里边最闪耀的一颗明珠 我想讲到这里 大家都应该想到了 它就是现在文明珠儿的普尔茶 普尔茶由于它可喝可藏 不太会过期的这个特点 被人们称为可以喝的古董 也是因为它这个可喝可藏的这个特质 使普尔茶在各类茶叶的品类中 售价一路飙升 甚至在最辉煌的时候 可以说普尔茶达到了几克 就需要上千块钱 或者是说一泡茶可能就要上万 特别是那些老茶 那非常的珍贵 那可以说是花钱还不一定买得到呢 普尔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 可以说就达到了这个价比黄金这样一个高度 很多人都会疑问 它到底是真的好呢 还是它是一种炒作 这个情况该如何看呢 我们慢慢的给大家分析 为什么说普尔茶近年来会特别的火热呢 这跟咱们故宫博物院藏茶的这个库房 后来被打开以后看到的这个情况 有一定的关系 据说当时故宫这个藏茶的库房打开以后 很多名贵的茶叶 在历经百年之后 它都变成了粉城 而唯有普尔茶 因为它是粗枝大叶的 我们知道普尔茶的制作 它不像其他很多茶类 它可能是用牙尖 用非常好的那一段去做 很嫩 普尔茶它恰恰就是需要嫩的老的一起来 特别是由于这些老茶 甚至是一些茶叶的这个树杆叶片 它撑起了这个空间 所以在茶叶这样一个 小的这样一个循环体系里边 由于这种筋骨的存在 茶叶更有利于发酵 转化 也更有利于保存 所以当故宫的这个存茶的库房 打开以后是这样一个结果 大家都非常震惊 那么普尔茶历经百年了 茶叶还仍旧在舒朗的呼吸 我们还继续可以去平饮 这种能穿越时间的价值 就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惊奇 也对这种茶叶产生了膜拜 产生了好奇 那么还有一件让普尔茶 组成了一个云南的马帮 从西双版纳义武的茶山出发 历经千里 用马帮的形式走到了北京 而这个马背上驮着呢 就是云南的普尔茶 据测算 这个行走整个过程是达到了4100多公里 然后呢 他们其实就是在重走300多年前的共茶之路 所以这样走了一圈之后 大家就对这个茶叶更产生了一种直观上的感觉 就觉得它非常的有文化 然后呢 又禁得住保存 所以呢 富尔茶一下子就掀起了一股火热的行情 可以说我们国家长期以来都是一个绿茶主导的大国 到至今为止 绿茶在中国茶叶的生产和出口量 还是占绝对的大头 80%以上 但是随着普尔茶的崛起 国人越来越多的发现了这种茶叶的价值 这种茶叶在大家的这个口碑和饮茶者的这个选择之中 就越来越多的会去选择普尔茶 那么普尔茶到底它好在哪里 为什么会成为大家选择的对象 甚至可以说 清朝皇室 它其实平饮的主要茶叶就是普尔茶 为什么古代的皇帝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会去选择普尔茶这样一个品种呢 我们下次给大家分享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七见试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讲了普尔茶的一些历史 包括最早关于普尔茶的记录 以及清朝皇室 为什么在云南的普尔 专门设置茶叶交易中心 他们为什么会非常重视这样一款茶叶 包括乾隆皇帝 他在品饮普尔茶之后 到茶经里去寻找 发现茶圣路语 竟然都没有记载这么好的茶叶 于是他写了一首诗 来说路语在普尔茶面前 都应该感觉到惭愧了 我们今天将继续给大家分享 就是关于普尔茶 在清代还有哪些文献 提到了这款茶饮 首先就是我们四大名著之首的《红楼梦》 我们知道《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 可以说是一个大生活家 在《红楼梦》里边 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 饮食 建筑 品茶 服饰 各类文化都有非常专业和精细的记载 那么关于饮茶 特别是关于到普尔茶 《红楼梦》里边确实写到过 比如说哪天什么人吃多了 就有人劝他该焖些普尔茶来喝了 说的就是这个普尔茶消食通畅的这样一个效果 在清宫的一些回忆录里边也提到 浸茶的时候呢 要先浸上一盏普尔茶 因为它又暖又能解油腻 可以想象雍正皇帝设立的这个普尔府 从云南的普尔一直走到北京的军城 这样的一条茶马古道 它从清雍正年间开始 就一直运输着从云南制成的普尔茶到北京的皇室 我们看这个普尔茶在没有进入清宫之前 其实它走的这个茶马古道 也大多是通向肉食很多 蔬菜很少的高寒地区 比如说西藏 就是云南普尔茶销售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地 在西藏这样的地方 本应该发生较多的这个消化系统和心血管的疾病 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很可能就是这些茶叶 茶饼 茶砖 把人体的这个代谢提升了 所以化解了这样一些疾病的源头 有这样一些文献记载 比如说普尔茶 胃苦 信客 解油腻 牛羊毒 还有 茶之为物 西荣 土薄 古今 皆养食之 以心肉之食 非茶不消 还有 一日无茶则治 三日无茶则病 还有比如说 茶是血 茶是肉 宁可三日无肉 不可一日无茶 说的都是游牧民族地区认识到了茶叶的价值 用茶叶来缓解不能吃蔬菜 需要疏通的这样一个功效 那么我们看当今的中国 其实食物是比较充裕的 人们吃的东西也越来越偏油腻 所以很多人也遇到了 清王朝和高原山民同样的问题 所以呢 更多的人他可能会去喝普尔茶 也是因为现代科学检测手段越来越证明 普尔茶具有降低血糖 血脂的这样一个明显的功效 所以呢 这也是在这样一个比较富裕 食物比较充裕的这样一个时代 也使普尔茶有了这样一个风行的基础 我们用现代的语言呢 把普尔茶的功效进行总结 他比如说有降脂 减肥 降压 看动脉 硬化 这样一个效果 同时呢 他还可以防癌 抗癌 养胃 护胃 普尔茶他还同时具有 见牙 护齿 消炎 杀剧 抗衰老 抗氧化这样一些功效 所以呢 他就成为越来越多人士的选择 现在呢 人们还创新了很多普尔茶的喝法 比如说把普尔茶和玫瑰一起冲泡 和茉莉 菊花 桂花 各种花都可以和普尔茶结合 产生了更丰富的搭配效果 也产生了更加具有美感的视觉体验 所以说呢 就这样百搭的一款茶叶 他既能健身 又能使我们看起来 视觉效果很好 所以大家会越来越偏爱这样一款茶叶 好的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关于品饮普尔茶 您需要听得懂的一些行话 那么今天呢 我们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很多人关心的普尔茶 到底会不会影响睡眠 我们知道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茶都是提升的 茶和咖啡一样都具有极强的提升功效 那么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说 普尔茶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不影响睡眠 所以呢 它是一款晚上都可以平饮的茶 是这样的吗 我们可以想象 其实在现在节奏越来越快 越来越繁忙的大批的都市人群中 要像舒舒服服的摆开正式来喝茶 这一般都是在晚上 除了在这个 比如说 像成都 广州 扬州 这样有喝早茶习惯 或者是茶馆比较流行的城市 那喝茶是比较便利的 那么对于很多大城市的人 在写字楼里的人来说 要想摆开正式喝茶 这还非得到了晚上 但是呢 晚上喝茶呢 很难去倡议 因为很担心喝了以后睡不着觉 但是呢 近些年以来 普尔茶它就成为夜色中的霸主 很多需要晚上喝茶的人 都会去点普尔茶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为什么很多人喝完普尔茶之后 它依然不会受到这个 茶叶兴奋的这个影响 能够早头酣睡 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说 喝茶它之所以会影响睡眠 其实主要是茶叶中含有的咖啡因 咖啡因不仅是茶里边含有 咖啡和可可里边都含有 咖啡因呢 可以起到强心 促进血液循环的这样一种作用 所以呢 它的提升功效呢 是比较强的 那么 我们来看一看茶叶进入人体的过程 茶叶在喝进人体之后 咖啡因从进入到逐渐分解 这个科学家研究发现 大概需要六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呢 具体的代谢时长因人而异 对于咖啡因敏感的人群 可能一小杯茶早上喝的 但是都会影响晚上的睡眠 但是呢 对于一些老茶客来说 睡前喝一杯茶完全不影响睡眠 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来说 对于晚上喝茶睡不着的人群 建议睡觉前六小时就不要再饮茶了 中国人在漫长的茶叶品饮过程中也发现 就是茶叶和咖啡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咖啡它可能使人越喝越兴奋 但是茶叶在使人兴奋提神的这一个过程中 也会使人越来越安静 就是茶叶除了兴奋的作用 也有安神的这样一个作用 那为什么会安神呢 其实就是茶叶里边这个茶氨酸 它发生的这样一个作用 我们说普洱茶 熟茶 它经过了发酵之后 在发酵的这个过程中呢 是有很多微生物在参与发酵过程 研究发现呢 随着普洱茶发酵程度的逐步增加 这个游离的咖啡因含量会逐渐的降低 而结合的咖啡因含量会提升 与这个游离咖啡因相比 结合咖啡因它就会受到其他微生物的影响 兴奋功能会受到抑制 这个讲起来呢 可能有点复杂和专业 尽量用最简单的语言 最简单的词汇跟大家讲 就是在普洱熟茶发酵之后 它会产生一种茶褐素 茶褐素发酵呢 慢慢的形成了大分子 这种大分子可以结合和落合咖啡因 这样结合之后呢 一部分咖啡因就会被排泄掉 一部分咖啡因呢 它这个活力会减半 喝到身体里边呢 它就缓慢的释放到血液里 所以呢 喝了以后通常不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兴奋 或者是睡不着觉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对于这个已经发酵和分解排泄过的这个咖啡因 已经是很不敏感了 但是对于一些敏感人群来说 饮用熟茶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睡眠 那么我们刚才说茶叶使人有氨绳的作用 而普洱茶发酵之后 它还会产生一种物质 它是属于氨基丁酸的一类 这种物质它有一个强大的功能 就是和前面我们说的茶氨酸 氨绳是密切相关的 这个功能呢 使人能够产生深度睡眠的这样一个作用 也能把熟茶里边 还在游离的咖啡因的功效呢 进行一些抵消 所以呢 几种作用力 共同之下 熟茶里边的咖啡因活力 应该说是已经降低很多了 所以呢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喝熟茶呢 不太会影响睡眠 我们说大家在选择到底是晚上喝不喝的话 还是要根据具体的人进行分析 因人而异 如果您是敏感体质的话 那么睡前六小时尽量别喝茶类的饮品 如果您对这个熟茶是身体的反应 没有太多的这个兴奋的这个反应的话 晚上您也可以适当的喝一喝 好的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前面集讲中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关于普洱茶的一些知识 包括普洱茶是如何名动天下的 为什么征服了中国中原地区的亲王室 最终会选择了普洱茶 并且为这款茶特地设置了普洱府来交易这种茶叶 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了当年马帮进京 使普洱茶再次崛起 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欢迎 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些关于普洱茶的功效 那么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会给大家讲一讲普洱茶怎么分类的 日常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普洱茶 那么我们今天先从普洱生茶讲起 说到普洱茶 很多朋友都会疑惑 有时候能看到的是 一柄一柄黄绿色的茶叶 但是有时候能看到的又是 偏碎一点的 一柄的黑褐色的茶叶 他们都叫普洱茶 那到底应该选择哪一种呢 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其实这里就涉及到了普洱生茶和普洱熟茶 它其实从本质上来看 是完全不同的两类茶 我们今天先从普洱生茶讲起 其实最初的普洱茶 它是没有生熟之分的 在云南当地的边民采摘茶叶制作以后 最先形成了晒青茅茶 这个晒青茅茶 它是生浦 生浦尔茶的前生 当时大量的云南茶叶 是要通过西南的丝绸之路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茶马古道 运往到藏地 印度 包括东南亚地区 而茶商们呢 在实践中 他们就需要把这个茶叶体积尽量的缩小 这一点和我们前面讲到的 安化黑茶里边的千两茶 一定要把茶的体积缩小 这个地方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么当时云南人呢 他就探索把这个茶叶压成饼状 大概每一饼呢 是357克 七个饼弄作一提 这样的话呢 运输起来比较方便 晒青茅茶 在经过压制成饼之后 就随着马帮的步伐 沿着西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 就走向了世界各地 在这个过程中呢 尤其是这个马帮 要驮着茶进藏的这个过程 我们知道就是 从普尔进藏 它是往云南的北边走 北边这一带的地形 可以说是非常的复杂 它是属于横断山脉的纵切带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高山峡谷的立体侵候带 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中 驮在马背上的茶叶 它就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天气 比如说晴热天气 下雨天气 还有峡谷中的湿气 在各种变换天气的共同作用下 这个茶叶呢 就从最初晒干了的那个青茅茶 就慢慢的发生了各种变化 那么马帮在运输的过程 这个时间呢 短则半年 长则一年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就发现茶叶经过了茶马古道之后 它会发酵出一些更美丽的味道 比起刚开始采摘和制作出来的晒清茅茶 那个时候的青色味来说 经历过这样一个旅途中 发酵的过程 茶叶的滋味变得更加丰富 醇厚了 再也没有那种声色的感觉 而这呢 也使人们可以说是在一个 与自然相合的过程中 发现了茶叶品质升级的一个秘密 所以呢 普尔森茶其实就是在制成 茶叶以后把它压成型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 发酵之后呢 茶叶会从刚开始的青绿色 慢慢的变深变黄 所以随着发酵时间的加长 普尔森茶可能 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历经百年的浩极茶 它可能颜色就慢慢的越来越深褐色了 这是一个漫长的发酵过程 所以说呢 在这个成化的过程中 茶叶呢 就体现出了时间的力量 因为这是一种茶叶 微生物 大自然共同合力的结果 而在普尔茶内部的这个微生物 可以说是它是一直都在存活 所以我们说普尔茶 它是一种后发酵茶 后发酵的意思呢 就是茶叶在制成之后 这个茶叶依然在转化 而导致它转化的这群微生物 会根据环境的变化 不断的在调整 所以说普尔茶 也是一种可以存放的古董 可以喝的古董 说的就是这个普尔生茶 历经时间 不断成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好的 我们今天关于普尔生茶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七见试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关于普尔生茶的有关知识 那么今天呢 我们会给大家分享普尔茶的另一面 那就是普尔熟茶 普尔熟茶和生茶 从观感上看 这两种茶叶 泡成茶汤之后 它们都有明显的区别 比如说普尔生茶泡成茶汤之后 它一般是会呈现黄绿色 而普尔熟茶泡成茶汤之后呢 一般会呈现红褐色 那么我们说好的生茶也许还会呈现出金圈 而好的熟茶会有红宝石帮的光泽 所以说呢 这两款茶叶 它们看起来是完全的不同 我们给大家讲了 生茶呢 是晒清茅茶压成茶饼之后 通过岁月的力量慢慢的成化 出丰富的口感 可是呢 人们毕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来慢慢的等着一柄茶叶的成长 所以呢 为了享受普尔茶 丰富的口感 很多人就开始探索 有没有什么方法 能够加快普尔茶的成化过程 让人们能够在很快的时间里边 就分享到 或者是感受到了 普尔茶时间沉淀的这个味道 那么 关于这个探索呢 可以说是近代 有近百年来的探索 首先是 云南的普尔茶碧 到了广东香港一带 准备往东南亚出口的时候呢 广东和香港的茶商 他们就研发怎么样 加快这个茶叶成化的过程 后来呢 包括云南的茶厂 他们在建国以后呢 也开始研发探索这样的经验 并且也到了广东去学习 甚至到了广西六宝茶的制作过程 去研讨 这样吸取众家之潮呢 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 云南就研发出来 普尔茶窝堆发酵的这样一个技术 什么叫窝堆发酵呢 其实窝 意思就是沾湿 沾润 堆的意思就是 堆到一起 把茶叶放到一起的这个动作 也可以指一堆一堆的茶叶 窝堆简单来说 其实就是把茶堆起来 在上面撒水 这就是让茶叶开始进行 固态发酵的一个过程 这个窝堆的过程呢 它就是加快普尔茶成化的 这样一个过程 经过了窝堆发酵 不用长时间的存放 也能平饮到普尔茶成熟香的 醇厚的口感 所以呢 慢慢的这个普尔熟茶 就推广到市场上 也成为现在更多人的选择 可以说呢 熟茶经过了窝堆发酵 它是一个全发酵茶 而生茶呢 它在制作过程中 没有经过发酵 它是经过后期纯化成化 所以是需要年份 才比较适合饮用 在普尔熟茶窝堆的时候呀 一般是选择比较干净的地方 当然现在是有 专门规范的厂商来生产 他们会通过很多仪器 去控制温度 包括杀菌 各种程序 所以这样制出来的熟茶呢 它是比较安全的 在开始的时候 这个熟茶就是通过 寻找一个干净的地面 背光 然后把这个青茅茶堆放之后 我们说在上面撒水 撒了之后呢 覆盖上麻布或者是缩衣 这个过程就会产生一些热量 然后茶酵素和微生物 就逐渐开始活跃起来 在发酵熟茶的过程中呢 它是需要一个相对湿热的环境 也就是我们在上一讲讲到 横断山脉的这个高山峡谷的 立体季后带 它是比较湿热的 所以呢 在后来熟茶的研制过程中呢 就创造了这个相对湿热的条件 来加速茶叶的迅速发酵 在这个窝堆的过程中呢 茶叶的青草气呢 很快就完全消除了 颜色也实现了油绿 转变为黄 立红或者是立黑 这样的颜色 经过窝堆制成的茶呢 它就是普尔熟茶了 它马上就能喝 如果说是把熟茶存放几年以后 堆茶窝堆的这个味道就会消去 而口感呢 就会更加的醇厚 所以我们通过这些讲解就可以看出 如果您是打算长期的存放茶叶 想要享受茶叶在天然转化中 时间的魔力和独特的口感 那么最好是选择普尔深茶 但如果您需要日常的品饮的话 可以选择熟茶 这样可以最快的享受到 普尔茶成化以后的口感 需要指出的就是 不管是深茶还是熟茶 只要经过了时间的成化 都会从相对比较性寒的晒清茅茶 转变为比较温和的茶类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肠胃也好 身体也好 寒性就会大大的降低 尽管我们说福尔熟茶是可以及时喝的茶 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进行一些存放 因为刚刚发酵之后的熟茶 茶汤还是会稍显浑浊 不能代表它的最佳状态 如果存放一段时间以后 茶汤就会逐渐变得越来越透亮了 这样咱们喝起来了以后 也会更加的赏兴悦目 好的 关于普尔熟茶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七见试 柴米油盐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茶圣陆宇 它的名字 来源于《易经》中占卜的一个结果 而这个占卜用红艳作为比喻 讲了一种 以退为进 轻薄淡雅 这样一个高尚的品格 而陆宇呢 也用他的一生 在践行这样一个淡薄名利的过程 我们说像陆宇这样一个 既有智慧又有才气 又有非常好文笔的人 他为什么会被茶 他在写茶经的时候 为什么会被《易经》这样一部经典所征服 甚至它的名字 会用《易经》来命名 《易经》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奇书 我们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 在《四库全书》中呢 有一个总墓提要 它是这样介绍周易的 易道广大 无所不包 旁极天文地理 阅历兵法 运学算术 以待方外之炉火 皆可原意以为说 这就是说 周易的哲学思想呢 渗透到了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 它就像一个大筐一样 把什么往里边钻 都能钻得下 而且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天文地理 月律 兵法 因运学 算术 方外 所有的学问 都可以说 是从易经开始 都可以去援引易经 所以呢 易经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也是解读中国文化的一个万能钥匙 中国的军事 政治 经济 无一不同于 欲经的道理 而中国传统文化的 辱世道三门 都与周易相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周易呢 是 儒家的 第一经典 可以说 孔子晚年 一直在对周易 进行注解 所以周易成为了 六经之首 这个就不用说了 而道教呢 从一开始便 脱胎于周易的体系之中 佛教虽然来自印度 但在传入中国之后 历经 魏晋 随唐 也跟周易的思想相融合 所以呢 周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 辱世道 末法 兵民的 朱子百家 学术的根基 以及武术 书画 医学建筑的 艺术的 指导思想 可以说是 包罗万象 博大今生 随着我们 中国传统文化的 这个断层 我们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呢 认为周易 就是一本 占卜的书 就是算命的书 固然就是 古人曾经说过 智莫大于 之来 意思就是 最大的智慧 就是 欲之未来 而周易呢 他用八卦 推演出的 六十四卦 和三百八十四摇的 这样一个变化 来预测 吉凶 其实是 讲了 宇宙万物 事物变化的 一种规律 而这种规律呢 用六十四卦 所展现出来了 其实它代表的是 我们鲜明 预知未来的一个 非常强大的一个 综合概括能力 在这个强大的 概括能力下呢 我们鲜明的智慧 就开启了 自省能力 就增强了 我们在研究 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就会按照 它的规律 去观察 事物 一点一点的变化 所以我们看周易 它的挂项 一般就有六个窑 这六个窑呢 讲的就是 事物 从开始 到最终 一个变化的过程 周易呢 在我国被尊为 六金之首 大道之源 周易这本书呢 约形成于 西周初年 主要就是周文王 被囚禁于 游礼城的时候 开始演绎 而写出来的周易 在中国文化史上 历代智者的 尽得修业和 安身立命 都以周易 作为修身处事的宝典 因为周易 我们刚才说 它可以说是 托起中国文化的 一个底盘 它融知识信仰 实践于一体 而且它的内容 包罗万象 包括讲到 太极世界 宇宙乾坤 阴阳变化 它讲了 自然万物的 变化之理 之后呢 也讲了 人世间的运行 这个在上一讲中 我们给大家 简单的提过 就是周易 分为上篇和下篇 上篇 它主要讲的 就是大自然的一些变化规律 而下篇呢 它主要讲的是 人世间的一些变化规律 因为它把规律都总结得 非常的详尽 所以古人拿着这样一部经典呢 就可以理解自然宇宙 变化的原理 也从中呢 学到了 比如说是 生生不息 厚德载悟 无往不复 抗农有毁 物极必反 这样一些道理 那么 我们知道 《易经》里边呢 有一个非常吉祥的卦 也是唯一一个六摇都吉的卦 它就是千卦 所以我们中国文化呢 非常提倡 满朝损千寿意 也就是让 让人注意谦虚 终日前前 格顾顶心 我们的很多文化 都是来自于 周易这样一个含义 包括我们说 茶经这个风炉 为什么要做成顶的形状 在周易里边 也专门有一个顶挂 所以我们说 这个周易和茶经之间呢 它有千丝万缕的 这样一个联系 那么除了我们分享的 这些内容 学习周易呢 还需要具备哪些基础知识 包括周易和茶经之间 还有哪些联系 我们下次再给大家分享 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春天的时节 最适宜喝的茶 以及春茶 为什么珍贵 它到底好在哪里 包括春茶里边的 明前茶 古语茶 有什么样的区别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为大家分享的 茶经呢 将会进入一个新的章节 为什么这么说呢 之前我们给大家分享的部分 都是属于茶经的上部 如果说把茶经分为 上中下三个部分的话 我们前面讲的三个章节 包括茶之源 茶之巨和茶之灶 它是属于茶经的上部 讲的就是茶叶到底是什么 它从什么地方来 它的源头是什么 然后制茶的话 需要哪些器具 而茶叶又是怎么做 它讲的大概是这样一个内容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将会进入茶经的第二部分 也就是茶经的中部 主要讲的就是茶之气 就是我们在品茶的时候 需要什么样的一些器皿 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我们就越来越接近 品饮茶的这个阶段了 我们在品茶行当里 有一句话叫 水为茶之母 气为茶之父 也就是说 成就一泡好茶 它需要三个因素 首先茶叶本身质量要很好 同时要用非常好的水去冲泡 而这个茶和水 必须盛放在一个得意的器皿里边 所以说呢 这三样东西结合起来 才能咱们说冲泡出一杯天时地利人和的好茶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进入了茶经的中部 讲的就是茶之气 装茶的这个器皿 什么样的器皿呢 才能够真正称得上是称轻如意和比较好的器皿 茶圣露语呢 他是这样认为的 他对于器皿的要求 一方面要溢于茶的汤汁 另一方面呢 这个器皿设计要力求 古雅和美观 因为饮茶的用具呢 看似平常 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茶的艺术性和实用性 结合的这个点 如果找到这个点以后 品茶呢 就不只是一种口感上的愉悦 也是一种视觉上的精神上的愉悦 鉴于此呢 茶圣露语对于器皿 包括风炉的设计 饮茶此碗的品相 色泽和器皿原材料的要求 都是有非常高的标准的 在茶经的第四部分 茶之器的这个章节里边 录于写了二十多种 饮茶需要用的器皿 有很多的器皿呢 咱们今天已经不再使用了 因为咱们现在是力求品茶的一个便捷化 所以呢 像古人那个整个程序下来那样去饮茶 除非是非常专业的茶人 我们现在呢 一般是看不到这样的场景 但是如果我们就是想有一个扎实的 茶文化功底 或者是说我们大家以后不管是 面对什么样的茶席 都能够知道它的来龙去脉 我认为把这个茶之器中的 每一个器皿简单的进行一下了解 对于夯实大家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有帮助的 那么茶之器里边 录于把器皿主要分成的这样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是生活煮茶考察的用具 这是冲泡前的准备工作 同时呢 第二部分是凉水 沉水 滤水和取水的用具 我们说水为茶之母 很重要 所以对待水的话 它是有很多用具进行配合的 那么第三部分呢 就是 沉盐 饮茶 摆设 清洁的用具 在唐朝时候的古人 在品茶的时候 他们会往茶里边放盐 也会放各种调味料 所以呢 这样一些用具也很重要 同时呢 喝茶的时候还需要周围环境的一些配合 包括喝完了以后的一些清洁用具 所以呢 录于就把设计茶的器皿分成了三个大类 一个就是准备生茶煮茶考察的 同时呢 第二部分是与水有关的用具 第三部分呢 就是与瓶饮相关的用具 这样三个部分呢 就对茶的器皿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分类 好的 我们今天呢 就对茶的器皿 给大家分享一个感性认识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安化黑茶的一些知识 并且讲到安化黑茶中 非常有特色的千两茶 在故宫的保存中 这个茶被称为世界茶王 而且在这个茶的制作过程中呢 有一个用脚参与的踹的过程 为什么要踹呢 我们今天就详细的给大家来分解一下 首先呢 我们要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千两茶的来历 它为什么会被称为 当今最具有成化价值的茶 其实千两茶呢 它是出现于清朝的道光年间 当时呢 是为了遍于罗马陀运茶叶 安化人呢 就用花阁的灭篓 竹子竹灭边的篓 那里边呢 蹭上棕皮末叶 装茶压紧 把它压得非常紧 旧制按照旧时代的这个称粮的一百两 也就是现在的七点二斤的这个茶量 把它压紧成为一条茶叶 当时称为百两茶 之后呢 晋商 三和宫 和边疆镇 刘信家族 又试制出了更大的 更长的千两茶 当时是试制出了五尺的千两茶 相当于现在的七十二点五斤 而这种百两和千两茶 当时呢 就合称为花卷茶 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黑茶的 原材料的使用上 它并不像绿茶那样 需要用非常鲜嫩的芽尖 黑茶为了能够有非常好的发酵效果 它甚至会选一些粗枝老叶 因为这样的叶子呢 它能够撑起这个茶叶的内部空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故宫的茶库里面 百年之后 可能很多茶叶都已经变成了粉尘 而黑茶由于有这个筋骨 百年之后还在爽朗的呼吸 正是因为有这种粗枝老叶 所以黑茶在制作的过程中呢 它就不是手工揉拧这么简单了 手工揉拧的话 它很可能是力道不足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多人合作 在揉床上用力的去嚼菜 才能让茶叶溢出 所以呢 在安化黑茶的制作中 记录已经不是其他茶叶制作的这个揉拧 而是搓揉 它需要更大的力道 茶汁溢出之后呢 揉透了 这个黑茶才能进入窝堆发酵的这个过程 大家可能听说要用脚去采茶会觉得非常的脏 但是呢 幸好就是现在引入了现代的揉念机 机器去揉茶的话 才结束了这个用脚去采的历史 尽管呢 咱们现在制作安化黑茶不用用脚再去采了 但是这种茶叶特别是千两茶的制作中呢 还需要脚的参与 这就是要用脚去踹 去踹这个茶叶 称为踹制千两茶 在这个踹的过程中 其实也是为了让这个茶叶紧紧的压在一起 由于踹茶过程中呢 人们还发明了这个踹茶耗子 这个踹茶耗子 他非常的有历史文化底蕴 他就把黑茶发源地的18块茶杯 和边疆茶行的18个码头 这些安化地区非常有历史特色的地点文物 都编进了耗子里 所以呢 在制的过程中呢 也能找到一种文化的归属感 所以耗子含起来呢 也特别的响亮 制茶的时候呢 也非常的认真 具体的话 千两茶在制作的过程中呢 是要用若叶 粽皮和竹面 三层裹成圆柱形 然后往里边填充茶叶 填充的过程中呢 一端开口的这个面篓 灌进蒸软了的茅茶 然后领头的师傅呢 用一根一百多斤的糖木大杠来回的压紧 另外五位踹茶的脚老爷呢 就喊着这个茶耗子 踩住茶柱同步向前踹 从不同的方向踹 再用铜木的小杠搅进 横捆的灭条猛拽 反复多次之后呢 这个茶柱就可以形成 圆直紧的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呢 才能紧缩 捆扎 封合这个灭桶口 茶叶呢 千两茶就基本制成了 目前这个千两茶 比较统一的标准呢 就是长五尺 圆径一尺七寸 净重72.5斤 合制就制的一千两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体量 我们说把这个茶叶踹紧了 封好之后呢 这只是至千两茶的前半段 后半段呢 这就是需要一个自然参与的过程 就是把这个封好的千两茶 放到露天或光棚中 开始一个日晒夜露的干燥过程 什么叫日晒夜露呢 它是至少需要七七四十九天 甚至到三个月的时间 让这个茶白天丧失水分 夜晚呢 又从空气中吸收水 一边干燥 一边发酵 然后茶叶内部的内含物 就开始转化了 在这样的干燥过程 日晒夜露的这个过程中 最后千两茶柱中 人会保持有10%到12的水分 通过透气的这个我们说灭露 粽皮和弱液 以后在漫长的这个储存过程中 内含物还会不断的发生 缓慢的氧化和微生物循环 可以说呢 就是一种终生在发酵的茶 作为安化黑茶市场的主体 大家现在到老百姓家 安化地区的老百姓家 都可以看到很多自揣的千两茶 在屋里存放着 我们说喝千两茶的时候 怎么去看它好不好 这就是聚开彻底干燥的千两茶之后 你可以看到 如果它沉黑紧实 甚至有一种树干的感觉 这就是说明制作的非常的紧压 茶叶几乎合为一体 原来的片状已经不见了 但是呢 可以顺着茶中隐约的纹理 撬开茶叶 在撬开的这个过程中呢 可以看到形似蝴蝶的蝴蝶纹 或者是壮如菊花的菊花纹 如果有这样几个特征的话 就证明这是一只做工精良的千两茶 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我们说呢 千两茶的每一片茶叶 它在经过紧压踹制的过程中 它可能已经丧失了自我 它和所有的茶叶融合 最后发酵 变成一个新的更好的自己 在变成更好的自己的过程中呢 会有一种很神奇的生物 又随之诞生 这就是安华黑茶非常有名的金花 那金花到底是什么物质呢 我们下一讲会给大家详细分解 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茶圣路语 对于唐代各大民谣的一种点评 然后根据这个点评我们可以发现 茶圣路语最喜爱的就是青瓷 那么什么是青瓷呢 青瓷呢 就是整个瓷器呢 泛青绿色 然后青瓷的极大成者 就是法门斯蒂公出土的秘色词 在秘色词没有出土之前呢 大家一直不知道 这个所谓的秘色到底长什么样 一直到这个物账碑出土以后 秘色词真正的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人们才明白 哦原来所谓的秘色词 指的就是青瓷 也就是唐代茶圣路语 在茶经中最推崇的一种瓷器 最终呢 他走入了皇家 成为皇家祭祀用的最高等级的瓷器 所以呢 可见这个青瓷呀 在唐朝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 那么陆宇觉得呢 为什么青瓷那么好 首先就是青瓷 他非常有利于评判茶叶的好坏 陆宇认为呢 这个月瑶的青瓷呀 可以轻则易茶增进茶叶的这个汤色 其实在唐朝的时候呢 还有白瓷 但是查圣认为 青瓷更有这种青雅和茶香连接的这种意境 而且从质地上来看呢 这个青瓷呀 像玉一样的 颜色观感上都有一种冰凉 像冰那样的感觉 茶汤方面呢 能够使本来就成绿色的茶汤 更进一步的绿 我们说这个青瓷呀 它其实主要是产于浙江月瑶 这个月瑶呢 是中国古代南方的一个青瓷瑶 主要是在今天的浙江省上渝 渝瑶 慈西和宁波等地 因为这一带呢 古称越州 所以这一带烧制出来的瓷器呢 就称为青瓷 唐代呢 是月瑶青瓷工艺最精湛的时期 可以说是居全国之冠 圣唐以后呀 这个青瓷是越来越精美 出现做得非常规整 而且一丝不苟的这样的茶具 他们呢 唐朝人呢 还把这个青瓷碑的口言呀 做成花的形状 花里边呢 又分为 比如说是荷花呀 葵花呀 做成这样的形状以后 底部把它加宽了 然后底部做成一个玉壁 我们说古人祭天的那个玉壁那样一种形状 玉环形状的底部 底部呢 又做成灰胎 所以呢 就呈现出灰胎的底加 青瓷的这样一个面 呈现起来呢 就有一种细腻 兼致 而且右色呢 非常的油润 晶莹剔透 这样一种感觉 所以我们看法门斯地宫出所的密色词 尽管经过了一千多年 但是我们现在去看它 那个瓷器仍然像装着水一样的金银剔透 但是实际上它已经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封存了 还能够有这样的质感 所以说呢 陆宇推荐这样的茶呢 它是这样的茶碗呢 它是有原因的 青瓷呢 大概是从东汉就开始烧制 到六朝的时候呢 已经记忆是非常成熟了 所以呢 发展到唐朝的时候 可以说是 记忆是非常精湛的这样一个阶段 而青瓷的瓷器呢 目前出土的有碗 壶 罐子 古仓 托盏等等 青瓷呢 尤其盛行于 唐和五代的时候 中唐以后呢 基本上就成为了南方瓷器的一个代表 到了中晚唐时期的密色词 我们说就已经是达到了胎体银薄 胎质细腻 造型规整 右色轻盈 青黄如弧绿色 如沉水状 像装着水一样的这种感觉了 唐代的时候呢 这个月瑶的青瓷呢 是以素色为主 少量的装饰呢 也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就是有一些花纹 把它设计成各种花朵的形状 但是发展到五代时期呢 就除了这种刻画堆贴花纹呢 还出现了右下的褐色彩绘 当时呢 五代时期我们知道 浙江一带呢 主要是吴越国 吴越国呢 由于它比较富裕 所以呢 它就垄断和控制了 月瑶的部分产区 使之成为中国早期的官瑶之一 发展到了北宋以后呢 月瑶瓷器就出现了 更加丰富的刻画器型文士 然后这个文士呢 受经营器的影响 也更加的丰富多彩 但是呢 到了北宋中期以后 月瑶呢 就逐渐衰落了 南宋以后呢 就停烧 月瑶的产品呢 在当时呢 是远销到了印度 伊朗 埃及 日本和东南亚等地 目前在这些地方呢 都有月瑶亲自的出土 在这个月瑶停烧以后呀 浙江一带呢 就产生了新的龙泉瑶 龙泉瑶呢 可以说是月瑶的一个揭续 然后呢 在这个月瑶 它这个瓷器里边呀 有一款呢 是非常有名的代表器 就是五代时期 月瑶青瓷刻画莲花展脱 大家要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图片 这个代表器是非常的有名的 这个展脱呢 分为两个部分 通高呢13厘米 上半部分呢 是一个丰满的连半 托盘 就是托子的这个口呢 是一个小台 托椅 展之间呢 通体时轻右 右色清润光洁 具有典型的这个月瑶茶具的特点 从这个器物上呢 大家也能够感受到 就是为什么茶圣路语 会那么的推崇青瓷 而这一件青瓷器呢 是出土于五代建造的苏州虎丘 云岩四塔内 目前呢 大家到苏州博物馆 可以看到这件瓷器 非常的精美 对于这个青瓷 密色瓷的美呀 唐代的陆归蒙 写过一首诗 密色瓷器 这首诗里边说 九丘封路 月瑶开 夺得千丰 翠色来 千丰翠色 说的就是 月瑶青瓷能够带给人们 视觉的那种美好的感觉 由于它特别的美好呢 所以到了吴越国的时候呀 这个青瓷密色瓷就成为了 专控的一个瓷器 宋朝的赵德林写道 金之密色瓷器 誓言前世有国 岳州烧尽 金贡之物 陈述不得用 故云密色 也就是说 这个吴越国进贡的青瓷 特别的美 所以呢 民间已经不让它使用了 一般的大臣也用不了 只能皇家使用 所以呢 就称为密色 秘密的颜色 也正是因为专供的原因 这个月瑶青瓷呢 随着北宋政府 慢慢的萎缩 国土一步一步的沦丧 所以这个词瑶呢 就慢慢的停烧了 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可惜 好了 那么我们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了 关于月瑶青瓷的一些知识 那么《茶圣路语》呢 在《茶经》里边还提到一个词 是跟青瓷比肩的 这就是白词 那么白词又是怎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下次给大家分享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黑茶 大家庭中最熠熠生辉的一颗明珠 普尔茶 也由于普尔茶 太有名了 太独特了 现在也有人建议 普尔茶应该单独列一个门类 进行研究 因为普尔茶生长的地理特点 人文风情 制作方式 其实与黑茶 还是有很多的不同 所以现在也有人呼吁 把普尔茶单独列作一个茶类 作为中国的第七大茶类进行研究 不管怎么样 都在说明普尔茶这种茶叶 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那么我们在上一讲 也给大家提到过 从清朝的王室开始 一直到我们现代生活中的大众 越来越多的天爱普尔茶 选择普尔茶 普尔茶也成为了大家越来越喜爱的一款茶艺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先给大家回溯一下普尔茶的历史 关于历史上 对普尔茶最早的记录 我们现在在汉语文献中能够查到的 普尔茶初次亮相 是明代的谢赵浙 他写了一本书叫颠掠 在颠掠这本书里边 他就写到说 颠苦无名 非其不禅也 土人不得才去制造之方 意思就是说 云南这个地方呢 其实不是没有茶叶 也不是不产茶 它的茶其实挺好的 但是呢 由于当地人不知道采取制造之方 所以他认为当时造出来的茶叶呢 还有很浓重的青草味 他当时认为 这个普尔茶 是数所用 皆普茶叶 蒸而成团 如做草气 差甚银水耳 他认为当地的人把这个茶叶 蒸成一个团 制作得很粗 这样的茶来品饮 他觉得不是很好喝 我们说写这个书的这个谢赵哲 他是一个祖籍福建 生于浙江的官员 可以说他从小是在喝着 咱们可以说现在看到浙江的各种名茶 比如说西湖龙井 开化龙鼎 大佛斯龙井等等 他是喝着浙江的那种清绿的绿茶成长的人 所以他对云南地区的这个普尔茶他是非常的不习惯的 但我们说尽管不习惯 作为当地的官员 他能够把他经历的这个云南茶饮记录下来 应该说是非常的可贵 除了颠略这本书记载过普尔茶 其实现在很多人在追溯普尔茶的源头的时候 他们就认为清代普尔府的建立 可以把它看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1729年 也就是清雍正七年的时候 清政府在今天的宁尔县设置了普尔府 云南的普茶因此在此交易流通而被人所熟知 我们看这是一个以地名来统领茶叶的又一个例子 中国的很多茶叶其实都是与地名结合 以形态结合来命名的 这个普尔府呢在清朝的时候 就一直作为这个茶马贸易交易的一个集市 一个集政非常的重要 在后来呢 这个地方曾经一度改名叫做斯茅 但是近年由于普尔茶的火热 这个地方再次改回了普尔这个名字 为什么清政府它会那么重视这个地区 设置了一个专门的普尔府呢 我们可以想清朝的立国者 它是游牧民族 他们建立了大清之后 可以说是离开了这个马背上的生活 养尊处优之后面临的最大的一个负担 就是越来越肥硕的身体 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喝各种茶 寓衣也在研究 然后到了雍正时期的时候呢 其实普尔茶已经是有不少的进贡了 他们开始喝了这个普尔茶以后 觉得身体就开始有轻盈的这样一种感觉 所以才有雍正皇帝呢 就在这个地方设了普尔府 我们其实喝过普尔茶的人都知道 喝了几口这样的茶以后 后背其实容易出汗 然后它是特别有利于通畅 有利于排便的 好的普尔茶喝过以后 还有一种身经的感觉 可以说呢这个普尔茶 看起来呢确实是粗之大业 就像我们说写颠掠的作者 他不喜欢普尔茶这种比较粗的感觉 但是呢他恰恰 普尔茶他恰恰是用自己 并不轻盈的一个外形 换得了查克身体的轻盈 所以呢对于满清的统治者来说 他们由于是肉食 喜欢吃肉运动又很少 喝了这个茶以后 他们就觉得身体很舒服 于是呢他们就开始推广这样的茶叶 到了乾隆皇帝的时期 乾隆皇帝喝了这种 看起来不好看的棕色的茶叶的时候 他还去茶经里边去寻找 就没有找到 他就开始笑鹿语 茶圣鹿语也啄了 为此他还写了一首诗 点成一碗精进鹿品权鹿语 鹰见残 也就是说喝了这种茶 这种美好的感觉 鹿语他都没喝过 没写到茶经里边 所以乾隆皇帝说在普尔茶面前 鹿语都应该感觉到惭愧 那么除了帝王之外 清朝还有没有其他关于普尔茶的记载 又记载了他怎么样的功效呢 我们下一次给大家分享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我们再次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现代科学界如何看待茶叶的有效成分 通过现代科学的分析 也可以看出 茶叶的药用价值 从陆语时代的唐朝一直至今 都得到各界的认可 我们也特别强调了 茶和咖啡同时作为提神的饮料 茶会让人越喝越安静 咖啡会让人越喝越兴奋 而这一点差别 也使茶叶成为了很多修行人 尤其是佛教里边禅宗提倡的茶禅一味 而这也使得茶文化在中国得以大为推广 那么今天我们要接着茶经 继续给大家分享 茶之源就是茶经的第一部分 还说了些什么 茶经上说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翻译成现代文 它的意思就是 假如采摘茶叶的时候 不按照时节 制作茶叶的时候 工艺不够精细 挑减茶叶的时候 里边还有杂草和枯叶 这样的茶制成以后 不仅不好喝 喝后还会让人生病 就可能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对身体造成伤害 这就是茶为泪也 就是不好的茶也喝进去 是身体的负担 使身体受累了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茶经接着说 这段话呢 就是把茶和人生做了一个比喻 它是什么意思呢 说就是刚才我说的 制作不好 采摘不得食 剪得不干净的茶叶 会对身体造成负担 这就好像人生一样的 上好的人生是出产自上档 中等的人生是出产自百计心魔 再下一等的人生出产于高丽 而其他比如说是产自泽州 亦州 幽州 潭州等地区的人生 就没有什么效果了 更何况那些还不如他们的人生 如果把这些 不是倒地产去的人生 吃下去 有可能 不仅对身体不好 还会延误病情 我们知道了 劣质人生 或者是假人生 对身体的危害 也就会明白 喝不好的茶 同样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茶经的这一段话 大概就这样一个意思 我们说陆宇 他把茶和人生 放到一起去类比 可见他把这个茶 看得非常之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人生 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上 一直是一种 被视为神草的存在 甚至是被神化了 就是很多关于人生的故事中 都说到这个人生 首先是他长得特别有灵气 他长得就像人一样的 如人形 而且有神 这个挖人生的时候 还有各种禁忌 否则人生就会跑掉 就诸如此类神奇的传说 就让人感觉到 人生非常的有灵气 它是地之精灵 所以也有人说 人生就是一种土经 地经 就是极尽赞美之语言 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 治病的一个万灵药 包括在明代著名医学家 李时珍的《本草甘木》里边 对人生也是大加赞誉 他认为人生可以 明目 抑制 提高记忆力 然后可以提升阳气 消失 脂肪闷 就是很多很多的功效 所以陆宇用茶叶和这样一个 在中国非常受尊崇的 这样一味药去对比 可见他对这个茶叶 看得有多么的重 然后他通过讲人生呢 也是希望让大家进一步明白 茶叶如果采摘不得时 制作不得时 挑截不得其法 那么制出来的茶叶 也非常的不好 他就是要说明这样一个道理 说到这里呢 我给大家插个题外话 就是说人生 茶叶里边认为最好的人生 是生于上岛 上岛地区也就是在中国的山西 以前中国人认为最好的人生 是在那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上岛的人生 他的这个气相对 不像东北的人生那么冲 所以呢 他对身体是温补的 而后来由于挖的这个 力度太大了 所以慢慢的就没有了 现在上岛地区呢 主要就是党生了 党生的话 他对身体也是一个温补效用 他可能不像人生的力道那么大 在上岛地区的人生变少了之后呢 中国的人生就主要集中于 东北产区了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 东北野山生 包括高丽生各种人生 在陆宇的那个年代 就是唐朝的时候 他把人生就分为 好的就是上岛的 中等的就是百计新罗的 我们现在大家看 去买的高丽生 在那个时候 甚至还认为是不好的 同时在陆宇生活的 那个唐代的时候 比如说山西的近城 河北的溢县 包括北京周边地区 以及密云一带 其实都有人生出产 但是那个时候 这些地方的人生在陆宇的 眼光里边 他是不好的 吃下去 因为他不是 道地产去的人生 吃下去可能对身体 还不太好 所以呢陆宇就在 《茶经》里边说 如果吃到这种 不好的人生 或者是喝到了 不好的茶叶 就会使六级不抽 这就会给身体造成负担 古代中医就认为 如果人遇到风寒鼠湿造火 六气如果不调和的话 他们就会对人体产生疾病 而如果说是比如说药 药吃进身体里边 如果不得法不得食的话 它不仅不能说是调养身体 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不好的一些影响 因此呢我们就说 我们买茶的时候 要到著名的产区 好山好水的地方 这样的地方 环境非常好 大自然的氛围非常协调 生产出来的茶叶 那也可以说是吸取了天地之灵气 所以我们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名茶 但是这些名茶呢 它们的具体效用可能各有不同 说的就是这个 什么样的地方尝什么样的茶 什么样的茶是到底的 所以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 关于茶之源里边最后一个部分 如果说是平饮到了不好的茶 就像吃到不好的人生一样 对身体造成负担 我们今天呢 讲到今天为止 茶经的第一部分 茶之源的文字部分 就刚好结束了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一起 继续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上一讲 我们通过分析热播剧三十而已中 顾佳首思太太圈的片段 给大家分析了一个道理 就是茶品如人品 即使拥有再好的包装 穿着再美的衣服 提着再贵重的包 这些终就是身外之物 这些终就是身外之物 就像茶叶 无论外包装怎么好 最终还是需要通过冲泡 来解眼内和品质 人品也是这样 并不是看着您穿多好的衣服 用多高档的东西 而事实上必须 经了事交了手 人品才会真正的显现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将继续结合三十而已 给大家分析 顾佳在茶厂制茶的时候 他到底应该怎么做 他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甚至还做了这样一个设想 因为顾佳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的人 如果他需要去做好茶 他一定会研读茶经 扣问茶圣路语 那么在他看的这个过程中 茶经又会如何点拨他呢 顾佳自己曾经说过 他在茶厂的时候 从头到尾学了一遍 采茶水筛揉碾干燥脱毛压制 最终形成了一罐茶 在制茶的这个过程中 他了解了简单背后的复杂 也是因为这次学习 让顾佳加深了对茶的理解 他做事的认真和专业精神 也在电视剧中实力圈粉无数 我们仔细研读顾佳的这段话 其实就很像茶经的影子 我们说传统文化在当代 极代唤醒和传播 这次热播的三十而已 就是一次茶经和茶文化 很好的普及 因为我们之前的讲述 刚好给大家讲完了 茶经的第一部分 茶之源 那么下面两个部分 一个是茶之剧和茶之造 讲的是采茶制茶的工具 和采茶制茶的程序 此前我觉得这个部分 相对可能有点专业和技术性 可能大家听起来会相对比较枯燥 我一直在探寻一种 能够把它通俗一动 讲出来的方法 而这个时候看到了这部电视剧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缘 用这个电视剧来讲 这个茶经的第二和第三部分的话 大家就相对比较容易听懂 也比较容易记得住 我们首先来说 就是在《茶圣录语》的名作《茶经》中 关于顾家提到的采摘 水筛 揉拧 干燥 脱毛 压制 属于茶经中第三部分 《茶之造》的篇章 也就是如何生产出一片好茶 在这个制茶环节的第一步 采茶的过程中呢 如何采茶 其实讲到的就是茶经的第二部分 《茶之剧》的内容 既然我们这个专栏呢 是去谈茶经 那么我们就开始从茶经的第二部分 《茶之剧》来给大家讲起 《茶之剧》呢 讲的就是我们在彩制茶叶中 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这个准备工作呢 主要就是需要准备什么样的专业工具 和它们的各自用途 在《茶经》里边 录语详细记录了 十五种专业工具的各自用途 比如说 首先是用竹子编成的银 就是背着采茶的那个茶框 砖茶的那个容器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采茶女子 都会背一个小竹 小竹篮小竹框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在茶经里边称作银 其次是制茶用的造 赠 储旧 模具硅 和放置模具的橙 放模型的燕 晒晒茶的地利 给茶柄穿孔的起 也就是追刀 还有银 还有谱又叫边 把茶穿成 把茶柄穿成串 以便搬运 在茶叶的烘焙环节呢 还需要背来烘茶 灌来穿茶柄进行烘焙 蓬是烘烤茶柄用的两层架子 穿作为绳索 用来穿茶 最后用玉 辅育的玉 来附烘和封藏成品茶 营 造 赠 储旧 归 成 燕 必立 起 谱 背 灌 棚 穿 玉 十五种工具 可以说听起来是非常的陌生 甚至让人如坠云雾 这是因为茶圣路语 在写茶经的时候 说的是唐代的制茶法 今天很多工具 其实我们还在使用 但是呢 有的名称变了 另外呢 这些工具离现代的都市生活 都比较遥远 所以大家并不熟悉 不熟悉呢 不要紧 只要就是知道 这些是简易制作茶叶的工具 就制一个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茶类 就需要这么多工具 如果说是发展到我们现代 制茶 比如说是 很多种物质拼配 很多不同茶上的茶叶进行拼配 还有卧堆 发酵的不同的工艺的话 那制茶就是 非常的复杂了 这十五种制茶工具呢 就是茶经中 茶之具的主要内容 我给大家简单的讲了一遍之后 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打开茶经 再详细的去看一看这十五种工具 甚至可以到博物馆 或者找一些图册进行比对 感悟一下古人制茶的艰辛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讲了 现在非常喜欢使用的一款茶器 紫砂壶 也分析了紫砂壶到底好在哪里 紫砂壶产在哪里 它的原材料为什么金贵 紫砂壶的特点是什么 为什么它泡过的茶呢 可以保留芬芳 也就是业界认为的 宜兴紫砂壶泡茶 可以保留茶的真香 可以很长时间保持茶叶的色香味 那么很多听众朋友会问 现在紫砂壶呢 特别多 阳朽不齐 那么我们在选择紫砂壶的时候 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其实我们看这个紫砂壶 它有几十块一把的 也有上万一把的 同样是一个小壶 为什么那么贵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如何挑选一把称心如意的紫砂壶 首先呢 挑选紫砂壶的时候 肯定是要种演员 一定要是您喜欢的 这个紫砂壶呢 它有不同的气形 我们上一讲讲到 它有几何形 自然形 金纹形体 而且它现在随着各种创新 还有很多仿生 就是按照动物啊 按照植物啊 刮果呀 做出来的一些紫砂壶 那么到底要选择哪一款呢 我们说你要复合演员的话 除此之外呢 紫砂壶必须造型简洁流畅 壶声沉稳大方 紫砂呢 是给人一种非常厚重的感觉 所以呢 它必须要有一种沉稳有力的感觉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紫砂呢 必须选择上春的泥料 且紫砂土呢 多于五色 我们说紫砂壶呢 除了大家平常看见的这个 这个红褐色之外呢 其实它是有很多颜色的 比如说蓝色 黄色 绿色 等等 无论何种颜色的土 颗粒应该是略粗一些 以保证烧成的壶 有一定的吸水率和透气性 这样的紫砂壶呢 才能既不多 茶香 也不多 茶汤气 壶体的色泽呢 应该讲究自然古朴 手摸壶体呢 有润泽感 没有火灶之气 古人在选择紫砂壶的时候呢 有三山齐平的平壶标准 就是测试 测试看壶体的时候 壶嘴 壶口 和壩顶 齐平 俯饰的时候呢 壶嘴 盖扭 壶壶 保持在一条水平线 正式壶体的时候 壶的左右两肩 要齐平 其实呢 就是这个选择紫砂壶的时候呢 还是讲究中国文化的一种对称美 它非必须是从哪个视角看过去呢 它这个都是在一条线上 这样呢 就有一种中正平和的感觉 那么现在的紫砂壶呢 经常有很多是名家的 那么紫砂壶上呢 也会有钱印 钱盖作者的印章呢 如果是名家所制 名家的壶呢 价格肯定要非常高 有的就是国家级的名家 肯定都是上万块钱一把 那么 但是呢 紫砂这个自古以来 仿制之风呢 就非常的大新 所以钱印呢 只是其中的一个鉴定和参考因素 关键还是要 刚才我说的 三山齐平用料好 那么紫砂壶盖与壶口的间距 一定要小 所以很多行家在买紫砂壶的时候呢 把那个壶拖在手上 他就会用另一只手呢 去转动他那个正向反向 转动他的壶盖 通过转动呢 来感受这个壶盖和壶身的这个吻合度 越吻合呢 越好 越吻合呢 就意味着当壶身注满水之后 按住盖上的出气孔 这样呢 紫砂壶不会漏水 大家可以去试 好的紫砂壶 如果注水之后呢 你把盖子顶上那个气孔 摁住 然后你倒水是倒不出来的 这就说明 它避风气非常好 壶嘴呢 滴水不漏 为方便取用呢 现在壶嘴内呢 会装绿罩 或者是 这把紫砂壶呢 在设计的时候 它壶嘴的那个地方呢 就用紫砂壶 已经做了一个滤网 就是圆圈上面一点一点的 这样呢 您泡茶的时候呢 不会把茶叶给倒出来 挑选紫砂壶呢 是非常有门道的 所以呢 紫砂壶也被 也有 也被一类藏家呢 作为专门的藏品进行收藏 我们呢 用紫砂壶也需要在慢慢的 人壶对话之中 找到对紫砂壶的一种感觉 这样您的眼光 您的境界 随着 它们的提升呢 您可能 最终可以挑到一把 非常重义的壶 这把壶呢 也将陪伴您走过 慢慢的人生长路 好的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七见试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前面一讲中 我们给大家讲了 饮宫庚 陆氏茶 真正的来历 也给大家分享了 伊尹 这位中国历史上 非常传奇的宰相 奴隶 烹调之祖 中医药之祖 汤济之祖 他的人生是怎么书写的 由于他从一个非常低的底层 从奴隶到了宰相 所以呢 可以说是 他是非常受后人的景仰的 而我们说茶经的作者陆宇 其实他的起点也非常的低 他是一名孤儿 被寺院的禅师拾起了以后 在寺院长大 而且陆宇长得非常的不好看 甚至呢 还会有口齿 所以呢 他从寺院逃出去以后呢 在戏班子里边只能演一些丑觉 可以说陆宇的起点也非常的低 但是呢 陆宇是一位非常有才华 非常有报复的一个智者 可以说 他通过发掘自己的特长 精心的研究茶叶 并且把茶叶从一种平映 这样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过程 把它通过程序化 给他注入很丰富的文化内涵之后 茶叶从陆宇开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柜 也是后人品茶 一个参照 所以陆宇写出了茶经 陆宇在写茶经的时候 他也希望自己对茶的这一套体系 能够像伊尹一样影响后世 所以呢 在他最看重的一个茶器封炉上 他刻上了引工耕陆室茶 把他创造的这个茶道体系 和伊尹创造的这个汤叶经法 这样一个智大国如喷小鲜 这样一个体系 相提并论 可以说是他的这个报复 是非常的远大的 那么我们今天开始呢 接着茶经继续给大家分享 在茶之气这一章中 茶经接下来是怎么说的 我先给大家读一下原文 这段原文呢 比较容易懂 它是这样写的 至地孽 于其内 设三格 其一格有敌烟 敌者 火情也 话一挂曰离 其一格有飙烟 飙者丰寿也 话一挂曰迅 其一格有鱼 鱼者水虫也 话一挂曰 曰 训主风 离主火 砍主水 风能兴火 火能熟水 故被其三烟 大家听到这段话以后 应该觉得很熟悉 这段话呢 又讲了风炉上的三个图案 而这一次呢 不是说是像我们之前说的 用八卦来代表了 实际上呢 是画了三种动物 第一种动物呢 是地 就是一个禽 就是鸟类 鸟类呢 在中华文化的异象里边 它是属火的 那么火对应的就是梨挂 还有一个呢 画了一个动物 这就是标 标呢 是一种兽类 它呢 兽类由于这个行走起来的速度特别快 而能够生风 所以呢 这个标在这儿呢 就代表迅 风 这样一个挂项 还有一个呢 画了鱼 传统文化认为呢 鱼是水里边的虫 它跟水 非常的相关 所以画了一句话呢 约砍 驯主风 鲤主火 砍主水 我想讲到这儿 大家都有一种 似曾相识的感觉 因为我们前面 用了很长一段篇幅 来给大家讲 风炉上的三个挂项 和这三个挂项 分别代表的是什么 而且我们对这个挂项 进行了组合 其实就是一个 砍上 驯下 鲤于中 它可以通过不同的组合 解读出不同的挂项 而我们说这个 茶圣路语呀 它为了给这个风炉 再次诸如文化内涵 它用了三种不同的动物 一个是鸟 一个是兽 一个是鱼 分别来代表这三个挂项 其实讲到这里 我想大家都能够感觉到 中国文化的这个根 它是很简单的 它从这个八卦开始 福西化八卦之后呢 八卦两两组合 经过周文王 它变成了六十四卦 而这六十四卦呢 除了卦本身之外呢 它还会用很多图案 符号 动物 跟它相连 所以呢 根脉在那里 由此衍生出的很多东西 看起来呢 很纷繁复杂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原点 抽丝剥茧 发现它都是相关的 而这三个动物 画在风炉之上呢 其实又是对前面 砍上 驯下 鲤鱼中 就是风炉那一条腿上的这句话 用图案的方式 再一次进行了诠释 而这个图案注入 和动物注入的话 我们就能够感觉到 它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也能够让不懂一经的人 来喝茶以后 看到这些动物呢 它有一种具象化的感受 风能心火 火能属水 水能煮茶 又形成了这样一个 生机勃勃的过程 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意思 那么在这个风炉上 除了这三种动物之外呢 还有没有其他有意思的符号 我们下一次给大家分享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 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讲了 我们通过前一阶段的讲述 基本上把茶经中的第一部分 茶之源 自真聚拙的给大家分析了一遍 并且结合现代的一些观点 柔和进茶经 给大家进行分享 那么今天在茶之源这一刻 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 涉及到茶的原始问题 就是茶到底是谁发现的 关于这个问题呢 其实在茶经的第六部分 就是茶之瘾中间 它写到 茶之为瘾 发乎神浓 茶经已经给大家解答了 茶是从神浓室开始发现的 那么我们今天呢 把第六部分的这一句话 拿到这个地方来讲 就是为了讲茶之源的时候 给大家加深印象 茶到底是怎么发现 到底是怎么进入中国历史的 说到神浓室 大家一定都非常的熟悉 它是我们上古三皇五帝之一 为我们中华文化 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 它最大的一个贡献呢 就是奠基了我国的农业 它是我国农耕文明 可以说是一个始祖 神浓呢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 也被称为叫炎帝 是中国史前鲜明的代表人物 相传呢 它长的是牛手人生 掌握了农耕的技术 作为农业之神 一直到今天大家都非常的崇拜它 说到神浓呢 它非常 它有一个非常奇特的身体表征 这就是它长着一个透明的肚子 据说呢 神浓当年为了给族人去寻觅食物的时候 它去尝试了很多种的草木 以鉴别什么能吃 什么不能吃 所以呢 在它长白草的时候 这个有毒的草 进到它的身体以后 因为它的身体 它有个透明的肚子 那么有毒的东西进去以后 就会呈现黑色 而正常的食物进去以后 它就是正常的 一旦食物呈现黑色的时候呢 就需要去解毒 那么怎么样去解毒呢 这就是神龙发现茶叶的故事 相传大概在2700年前的一天 神龙也是在山上尝百草的过程中 有一天呢 就觉得口渴 它就倚着一棵树 在树下烧茶 而烧水 这个时候呢 微风吹过以后 几片树叶就落到了这个 即将烧开的水中 煮开的水呢 就呈现淡黄色 神龙呢 就把这个水稍微凉凉了 喝下去以后 它就感觉神清气爽 这个东西很好啊 在这个过程中呢 它就发现 这个东西喝下去以后 可以让身体比较清爽 另外就是 在它吃到不太好的 带有毒物的食物的时候 它喝下的这种水 毒物可以得到化解 所以大家听过一句话就是 神龙变长白草 日欲七十二毒 得图而解之 这个图我们说过就是当时 茶的一个称呼 关于茶的这个字音 其实它的来历也跟神龙变百草相关 就是因为神龙的这个透明的肚子 使得五脏六腑 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当它吃下毒物和吃下茶叶的时候 肚子会呈现不同的颜色 特别是中毒之后 喝下茶水以后 茶叶在肚子里流动 流动的这个过程中 就像在检查 检查之前吃进去的东西有没有毒 如果有黑点的话 茶可能就可以把它化解 就像一个洗肠胃 检查肠胃 并且把它洗干净的一个植物一样 因此呢 这种植物具有检查的这个作用 所以命名的时候呢 后人就开始把它称为茶 实际上我们说神龙 他不会只是一个人 他其实是一个士族的代表 他应该是很多代的 农耕文明的统治者 这些统治者都去 为大家去尝了这么多食物以后 才奠定了我们后来可以吃什么 吃什么的这个标准 神龙建立了食物的标准之后呢 我要给大家分享一段关于神龙比较 比较大家听的比较少的一个故事 就是我们知道呢 皇帝 皇帝部落其实又叫轩原市 又叫有熊市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皇帝他一定是来自一个 善于驯服 驯服过大狗熊的这样一个部落 而对应的炎帝呢 他的这个部落叫有角市 这个角字呢是一个虫字 右边一个桥 桥字的繁写体 这个有角市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把这个字翻译过来 大家就知道了 他说的就是蛊惑人心的独虫 上古的时候呢 燕帝所在的这个部落 也就是神龙在的这个部落 非常善于饲养独虫 驾驭各种独物 我们说到现在就是 有的武侠小说里边还会记录 有的人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 他们还会去养蛊 就是把几十种毒物 放在一个大缸里 封闭上一段时间 最后呢 这个缸里的其他毒物 可能都被吃掉 只有一个活下来 而那个就叫蛊 它身上带有几十种毒物的毒 所以它是剧毒之物 而用这个蛊呢 去下毒就可以控制人的思想 当然这是上古时期的一种 关于乌术的一种说法 现在已经是禁止了 燕帝作为游角士部落的首领 他们就非常善于驾驭这种毒物 所以呢 善于驾驭读物的人 也必然善于能够找到解毒的东西 所以呢 这个部落找到的最能解毒的东西 最容易取得 最流传普遍的就是茶叶 所以呢 神农在发现茶叶之后呢 他就大力推广 让大家去喝茶 把大家吃的东西 孕集在身体里边的各种毒 给化解了 这个呢 就是神农对于中国农业 和中国茶文化的一个贡献 所以我们在讲茶经的时候 讲到茶之源 我们一定要记住神农事 记住炎帝 为我们寻找到了可以食用的食物 同时为我们寻找到了 可以化解身体里各种毒素的植物 他作为中国的农业之神 至今受后代人祭祀 他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所以在茶经也好 在我们今天去炎帝固里寻访也好 依然能够感觉到后世的景仰之情 好的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开门七剑市 柴米油盐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很高兴我们一起继续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上一讲我们给大家分享了在茶经中关于茶的五个名字 这一讲我们将会继续给大家分享除了茶经中的五个名字之外 茶还有哪些名字呢 在中国古代的史料中 茶的名称有很多 除了茶经中的五个称谓之外 比如说 图 茶 苦图 瓜炉 高炉等 都是茶的名字 图是关于茶最多的一种称呼 这种称呼最早是建于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大致在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间问世 其中呢 已经有了彩图新曲 这一句话 这句话是出自冰封七月这首诗 它里边就是关于彩图 就是彩茶 已经有了记载了 同时 在诗经的夜风五风中 也有 谁为图苦 奇甘如迹之句 所以在诗经中 已经能看出来 茶叶已经被人使用 而且已经进入了诗歌之中 在我国古代 纪言体史书上书中 称茶为 茶 也就是茶意的茶 在西汉司马向儒的樊匠篇中 茶则被称为 传茶 实际上这个名字 如果说是用现在的四川话念 这个是我自己发挥的啊 传茶 其实很像 传茶 也就是四川话说的传茶 也不知道是巧合呢 还是 音疑的这个时间传承 传承到现在 就是这样一个音 另外呢 在西汉末年 杨雄在他的方言这本书中 称茶为舍 在中国最早的一部字书 尔雅中 则有假 苦涂的解释 这就是上次跟大家说过的 茶又称为假 在东汉的时候 同君录这本书中 茶又叫做瓜卢木 在东晋培渊的广州记中 这本书中记载 西平献出高卢 明知别称 夜大而色 男人以为已 因此茶又被称为高卢 东汉的许慎 在说文解字中 有这样的说法 明 雅茶也 而成熟于近代的 华阳国志中 也有 原有方若相明的记载 上面这些茶的名称 据后人考证 是茶的一名同意字 其实呢 就是 茶还有几个 非常有趣的名字 首先一个就是 可能大家都想不到 他会这样去叫 茶的名字 这样叫水饿 就是咱们喝的 这个水饿运的饿 这种说法出自 洛阳迦兰记 这个里边是这样记载的 青号 仓头 水饿 不号 王侯 八争 说的就是 这个人 喜欢野外的茶 茶树 茶叶 喜欢泡茶的那种 清幽质感 而不喜欢 王侯之家 那种八真 应该描述的是 一位飘逸之士 修行人 霍阳迦兰记 讲的也是 修行人的故事 那个时候呢 茶的代用语 就是水饿 也许就是因为 咱们喝茶 要洗茶 等等程序 就会费很多水 是不是 水的饿运就来了 就这个意思 古人非常的幽默啊 第二个有趣的 茶的名字 叫丰富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非常丰富的 这个丰富 这个说法是 出自词源 说丰富 系本名 业大 贵苦涩 似明而非 难月茶 难治 兼此代饮 丰富在这里 就成了 茶的别称 或者是一种 代用的饮品 还有说法就是 又把茶叫苦菜 比如诗经里边说到 图如仪 皆苦菜也 许圣说文解字里边 也有图苦菜也 需要指出的是 就是 现在来看 茶和苦菜 是两种事物 但是当时的话 因为茶 确实是 茶叶是微苦的 古人是不是就 用同一个词来替代 都称为苦菜 另外 除了这些称谓之外 包括 甘侯 狄凡子 不叶侯 僧伯 亲友 驴干士 这些都是古人 给查取的名字 都非常的有趣 从上面这些 茶的名称介绍 可以看出 在唐代以前 漫长的岁月里 其中使用最多的是 图字 但是茶的名称 也是纷繁复杂 随着茶室的发展 爱茶人的增多 从一字多异的图字 逐渐衍生出 各种各样的名称 最后简化为 图字上面 少了一横的 茶字 这也是 中堂茶社 陆宇 他在撰写 茶经的时候 可以说是非常 破例 把这种 饮品 植物 定名为 茶 从此以后 茶 开始成为 通用的名称 茶字的 字形 字意 字音 一直沿用至今 为 炎黄 子孙 所接受 这也是陆宇 为茶字命名的 一大贡献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开门 七件事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文人 七样宝 琴棋 书画 吃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 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 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近期热播的 电视连续剧 孟华路 中 饮茶的片段 特别是关于 点茶法 相信很多朋友 都非常的感兴趣 因为这是一种 极具 美感 极富 失忆的 饮茶方法 那么 我也说了 我曾经 非常有幸的 参加过一次 完整的 那个复原 送室 点茶 记忆 这样一个活动 那么 首先呢 我们是要做好 点茶的准备工作 就是用 把初制的 古树茶 进行挑选 挑选出最好 最嫩 不带老叶 不带黄 的那个茶 进行研磨 这个研磨的 那个磨 本身 也要非常的讲究 不能顺 使着逆 使着乱来 只能朝一个方向 磨 磨出来的茶 磨呢 要用羽毛 进行 收拢 然后把它弄到 一个很干净的纸上 最后装进一个 很精致的盒子里 这样呢 我们才完成了这个 点茶的准备工作之一 那么在这个 茶末准备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准备点茶 那么准备点茶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茶碗 大家可以看到啊 宋氏的茶碗 它是点茶用的茶碗 它是非常的大的 它不同于后期的展 或者是茶杯 或者是茶碗 那个宋氏点茶用的茶碗 真的就是碗 相当于现在咱们吃饭的一个中碗 甚至大碗 那么大 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碗呢 首先呢 就是 大家点茶的时候 要泡沫 要打出泡沫来 如果说是杯子太小了的话 根本就没有办法 去有这样一个空间 去打出泡沫 第二呢 是因为这个点茶 点好了以后呢 平饮的过程呢 它跟咱们现在不一样 就是 把那个 咱们现在是泡好茶了以后 分装到不同的杯子里 然后请客人喝 它的那个点茶以后呢 就请大家呢 就用这个碗呢 一起来喝 只不过呢 不同的人喝 不同的方向 一般呢 可以六七个人来喝 都可以 这样呢 也是体现出一个 大家共同感受这个美 大家的感情好 我们用一个碗 来品茶 有这样的含义 那么 我们说了 点茶的这个茶碗以后呢 下面就要来说 这个茶粉 我们首先呢 要把这个茶粉 咬出来 咬的时候呢 要用专用的 木制的 或者银制的 这个小勺 把它适量的茶粉 咬到这个 茶碗里边 然后呢 还要用温度适宜的水 温度适宜的水 注入 我们大家 现在看这个 孟华路 应该已经知道了 这个点茶法呢 叫七汤点茶法 意思呢 就是注七次水 为什么要注七次水呢 注第一次的时候 咱们用那个茶显 茶显呢 就是 就 那个器具 下面是竹制的 一根一根的 那个茶显 注第一次水的时候呢 用茶显 进行第一次搅拌 这个第二 搅出泡沫来的以后呢 注第二次水 再搅拌 依次 类推 注七次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用茶显 打泡沫的这个过程 就非常的考验人 如果说你的力量轻了 那么泡沫出不来 如果说你的力量重了 茶显 大家看到前面 是用非常细的竹子做的 那你力量太大了 可能把这个茶显就打坏了 那就更是破坏的这个美感 所以呢 在打磨的这个过程中 一定要灵活适度 特别是要善于运用 手腕的这个力量 然后呢 在第一趟的时候呢 非常轻 非常轻的那样去打 左右摇晃着打 不是说是顺时针 逆时针的打 那个打法不一定正确 然后 到第五趟六趟 甚至七趟的时候 那个泡沫就像波浪一样的涌起 那在打这个泡沫的过程中 当事人或者是旁观者 真的是会感觉到 那个如翻江倒海一样的 这个时候呢 手的力量非常的快 然后而且泡沫不能打出碗口 如果打出碗口就没什么意思了 所以他非常的考验功力 这个打磨的人呢 必须全身贯注 聚精会生 把自己所有的力量呢 用到手腕上 快速的敲击 快速的打磨 这样呢 才能把这个泡沫给打出来 然后我印象当中呢 当时我们打出来这个泡沫呀 大概是有三厘米多 非常厚 这个非常厚的泡沫呢 你就看着就非常的舒服 那么有着这个非常厚的泡沫呢 我们还会进行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创造 那这个创造是什么呢 我们下次给大家分享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角 我们讲了宋代的七汤点茶法 中间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就是打磨 并且这个七次打磨的时候 要非常的注意手法 既不能重 也不能轻 这样呢 才能用茶血 打出丰厚的泡沫 我们也说 在我参加的那次茶会中 我们曾经打出了超过三厘米的茶磨 那么这个 这么厚的茶磨 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其实宋朝人呀 有一个非常浪漫的发明 在这个茶墨上呢 他们会进行绘画创作 大家想不到吧 就是在一杯茶 茶的上边呢 继续在上面做画 这个画呢 内容可能可以包括 比如说花鸟 鱼虫等等 就是文人喜欢的一切内容 比如说山川呀 河流呀 都可以入画 那么这个画呢 它除了本身的线条之外呢 它还被宋朝人设计和赋予了不同的颜色 比如说 大家呢 可以用稍微厚重一点的颜色 就是稍微老一点的茶的茶磨 它颜色就会深一点 这样的茶磨呢 就可以画出 比如说棕色呀 这样的颜色 那么绿茶的茶墨呢 它就可以画出绿色的这样 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呢 我们说的是在这个 点茶之后的茶墨上 它呈现的这个画呀 可以根据 平映者当时的心境 当时的环境 来进行创作 所以说是 非常的有意思 那么画画的时候呢 主要就是蘸茶水 用那个很尖的 或者是很细的小勺呀 那个木棍呀 你可以在上面点 点出不同的层次来 然后大家都看到 哎呀 特别的漂亮 在一片赞赏声中呢 大家就开始用这个茶碗 你一口我一口 这样去喝 在喝的时候呢 也是欣赏这一幅画 可以说是赏心悦目 但是呢 在喝的这个过程中呀 这么美的一幅画呢 也就转瞬即逝了 其实呢 也就是提醒人 要活在当下 人生都是一期一会 所以后来 日本的茶道里边呢 也借鉴了中国这个茶道 所蕴含的这个产意 在美的事物呢 终有消失的一刻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珍惜 这样呢 这个点茶呀 就从生活中的 首先是平映 然后进入了文人的精神世界 最后呢 进入到了灵魂世界 一种内心的超拔 一种对人生的感悟 当然了 我们说这个宋朝人 在平饮这碗 点好的茶的过程中呢 并不是说就 你喝一口 我喝一口 大家喝一口 就这样就结束了 其实他们在平饮 平饮这碗茶 看着这个图画 消失的过程中呢 他们也用另外的美感 在补偿 比如说宋朝呢 有很多很精致的茶点 他的茶点呢 做的五颜六色 然后形状呢 可以是小动物呀 花朵呀 人呀 食材上呢 他也会根据 每个季节 适合吃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制作出茶点 这个茶点呢 还会进行一个 非常精致的摆盘的过程 所以呢 大家在平饮茶的时候呢 一方面 看到这个消失的过程 但是一方面呢 咱们在看着非常精美的茶点 把它吃下去 所以呢 这样一个过程中呢 也是一种新的 对美的补偿 对心灵的慰藉 所以说呢 宋朝人呢 非常会享受 同时呢 他们在这个 点茶的过程中呢 还会配上插花 那个随着不同的季节 有不同的花 那么他们会把这个花采来 高低错落 然后非常自然的插在那 看似自然 但是呢 其实是经过他们的巧思 经过他们的加工 所以呢 后来插花学呢 也成为一门学问 那么在插花之后呢 他们还会挂画 比如说我今天饮茶 哎呀 我这几个好朋友 都想去远游 那他就会在茶室里边呢 挂上一幅山水画呀 但是呢 如果比如说 我们今天的几位朋友呢 都是那种 想比如说欣赏美女呀 美景呀 那么我们就可能会挂上美人图 就是根据这个品茶的主题 和品茶的客人不同呢 也会挂上不同的画 所以呢 这个挂画 饮茶 茶花 甚至焚香 这种组合下来 连同茶点 这个宋氏点茶呢 就有一个非常丰富 和不断变换的过程 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个茶会会是什么样的 它可能就是 而且同一个人做的 做的同一个茶会 它也不同 因为一切都是 因地 因时 因环境 因自然不同而不同 我想这也是 宋氏点茶法的魅力所在 我们今天的人呢 再去学习宋代人的点茶法 一方面呢 是要复原它 但我们呢 更需要看到这个 点茶背后的精致生活 点茶背后呢 传递出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理念 好的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 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讲述了 唐朝之前 中国人是怎么样 使用茶叶 包括 吃茶去 这个说法 其实茶叶最早 确实是用来吃的 我们吃它的方法 可以是摘下来 直接放到嘴里咀嚼 也可以把它煮成羹饮 像菜汤一样的喝下去 同时呢 我们可能还可以把它凉拌 做成一道凉拌菜 先前的人呢 总是用食用的方法 来吸收茶叶的营养 慢慢的呢 到三国的时候 人们开始制作 简单的茶饼 一直发展到了唐朝 我们有了一个 完整的茶饼的制作过程 包括唐朝出现的 真青制茶法 其实也是指在 去除茶叶的青草味 那么我们在给大家 讲了唐朝这样一个节点之后呢 今天我们将会给大家展开 唐朝之后 中国人在制茶和饮茶上 有什么样的发展和变化呢 唐朝之后是宋朝 我们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 一个文化大盛的时代 那个时候呢 国家非常的富有 人们的生活呢 也非常的精致 可以说是到了宋徽宗的时代 不管是品茶的器具 茶叶 甚至品茶的环境 包括茶画 茶书 各种各样的研究茶的方法 都是层出不穷 宋徽宗还特意作为皇帝 写过一本关于茶叶的 大观茶论 所以呢 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视茶叶的朝代 宋代的制茶技术 可以说是飞速发展 新品不断的涌现 在北宋年间呢 就开始流行一个非常有名的龙凤团茶 龙凤团茶的盛行呢 它一度就成为了很多达官贵人 甚至是皇族 以拥有一块龙凤团茶为宝 为什么呢 首先制作龙凤团茶这个茶非常好 然后制作工艺很讲究 最后还要用茶模压制成不同的形质 然后还要用很精致的包装把它装起来 所以呢 它已经是一个体现了茶叶工艺文化 稀缺性一个特殊的 可以说是特殊的珍贵的一个物品了 所以呢 就非常的受各界的青睐 这个龙凤团茶呀 制作的时候它有六道工序 就是珍茶 榨茶 盐茶 灶茶 过黄和烘茶 最后呢 才能制作出一笔 等级上好的龙凤团茶 说到龙凤团茶的制作 我们说唐朝的时候 为了去除茶叶里边这个青草味 蒸青的过程中呢 也可能会留下这个苦涩味 苦涩味就会影响茶叶的香气不振 所以呢 在宋朝制茶发展中就逐步采用了蒸厚不柔不压 直接烘干这样一种做法 也开始慢慢的呢 把这个团茶就改造为散茶 而且保持茶香 然后团茶呢就以非常高档的一个高层次 或者说是达官贵人 享用的那个形式在上上的人群中流传 然后呢 在品鉴茶叶的时候呢 大家会去选择散茶 所以呢 在宋代至元代 这个饼茶 龙凤团茶和散茶 它是同时存在于社会中的 只不过它的功用不一样 在制法上呢 肯定是龙凤团茶是最复杂的 接着是茶饼 然后是散茶 但是呢 这三种茶叶形态 可以说是上流社会 它都会使用 只是说是在不同的场合使用 那么发展到明代的时候 我们知道 明太祖朱元璋呢 他曾经非常的穷困 然后不得已去到了寺院里边 出家当和尚 所以他在建立明朝的时候 他非常的力行节约 他就认为龙凤团茶制作成本非常高 不适宜再去制作这样的茶叶 于是他下了一个命令 叫废团改散 废除龙凤团茶而大兴散茶 使得真轻的散茶在明朝之后呢 就大为盛行 我们今天喝的很多茶叶呢 它其实也是散茶的形态存在的 散茶呢 它能够使茶香得到极大的保留 由于呢 真轻的这个制茶工艺 它存在香味不够浓的这样一个缺点 所以呢 后来人们就研制出了 利用干热发挥茶香的炒清技术 我们现在去各大茶山去参观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鲜叶采摘下来 会用炒锅这样去炒 这个炒清呢 有利于最大限度的激发茶香 其实炒清的这个技术呢 在唐朝开始就已经有了 只不过是呢 没有推广 炒制的时间不长 经过了宋元明进一步的发展 炒清茶逐渐增多 到了明朝的时候 炒清的这个工艺可以说是日增完善 我们说炒清的方法 它主要包括高温砂清 揉碾 副炒 烘焙 这种制法呢 以现在的炒清绿茶法非常的相似 也跟我们此前给大家讲 六大茶类制作工艺中 这个砂清这个工艺很接近了 所以呢 我们从唐朝之后一直到现在为止 我们经历了团茶 散茶 丙茶 这样一个形态的变迁 那么散茶呢 成为我们现在最多的一个选择的方式 好的 我们今天呢 关于制茶工艺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前面一段时间的讲述里 我们给大家详细分解了这个煮茶风炉 以及它上面的各种文化符号和含义 那么我们上一讲给大家讲这个风炉下面呢有一个灰尘是专门用来承接风炉里边燃烧形成的灰的这个灰尘呢它有它也有三条腿大家想一想风炉呢也有三条腿我们说风炉不仅有三条腿而且这个三条腿上呢还柱有不同的文字然后这个文字上面呢还有不同的挂像 这个不同的挂像上面呢还有不同的动物而这个文字挂像和动物呢它讲的都是一个含义也就是《易经》里边总结的砍上训下梨域中是一幅主茶的图画 在这个城街主茶风炉灰的这个灰尘上面呢也是三足 所以我们看这个茶器的文化设置呢它是一脉相成的 不会说是各式各的含义各吹各的号各弹各的调不是这样的 它们都是统一的所以呢我们说能够一夜知秋能够通过一个很小的点看到整个文化 这个风炉和灰尘呢它应该就是表达了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特点 特别能够以小见大而且一个小的器物上呢也能够包罗万象 可以说是罗斯壳里做道场也可以说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它们呢你要往大里讲可以讲关联很多东西 往小里讲呢它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用具 所以呢可以说是很神奇在不同的人眼睛里边呢能够诠释出不同的含义 但是呢即使诠释不出来也没有关系 我们说大家呢可能日用而不知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已经得到了这个文化的一个忽悠 我们说茶经呢我们现在大家讲的呢是第四部分叫茶之器 其实它是详细罗列了唐代兼茶法所涉及的煮茶饮茶用具 这个煮茶和饮茶的用具呢它可以进行细分 比如说可以分为生火煮茶 烤茶 碾茶 凉茶 盛水 滤水 取水 盛盐 取盐 饮茶 盛气 摆设 清洁等器皿 我想大家听的头都晕了哎呀唐朝人喝茶那么复杂呀 还要去撑凉 好我们今天也撑凉那我们就不说了 为什么还要碾茶 甚至还要用盐呢 好麻烦呀 确实是 在唐朝的时候喝茶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 特别是在茶经写成之后呀 这个上策社会呢 喝茶就形成了一套非常完整和详细的仪轨 我们说陕西扶风法门寺 他出土的唐朝皇帝的那个饮茶用具 可以看非常的细致 但是呢程序非常的多 这个也让我们现在的人能够感觉到啊 唐朝这个茶器的造型 各异独具匠心 虽然呢操作繁复 但是呢他内在有一条非常严密的逻辑性 人呢在喝茶的过程中呢 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了 能够得到一种文化的滋养 在这个仪式感的过程中呢 人的心也会慢慢的静下来 茶叶呢喝了以后对身体好 所以呢贵族在品饮的过程中呢 就感到这个饮茶是一种 一跃升星的活动 所以这个饮茶就传播开来了 陆宇呢他对饮茶器皿 是有非常高的要求了 这从我们讲解风炉 大家也能够感受得到 他对茶器的要求呢 一方面要有益于这个茶的汤制 一方面呢这个器皿的设计呀 要古雅美观 具有文化含义 饮茶这件事情呢 看似平常 但是我们从中呢 也可以看到陆宇茶盛 他对于饮茶的艺术性和实用性 要把它合二为一 这一点呢 他是非常的看重的 他对于这个风炉的设计呀 对于饮茶此碗的品相呀 色泽呀 包括不同的茶碗 引起茶来有什么样 不同的感觉呀 他都有非常细致的要求 包括这些器皿的原材料 我们说铁制的还是泥制的 它都是有一定的标准的 所以呢 茶器这个部分呀 我们得给大家讲 好多种不同的茶器 有的呢 是我们今天化繁微减 已经使用的很精致的几件了 有的呢 就是在古人 以前运用的过程上 由于他比较繁复 慢慢的就不用了 但是呢 他们曾经在这个茶文化中呀 有一定的位置和地位 所以呢 我们觉得应该给大家讲一讲 到底包括哪一些茶器 用这个唐朝人的话说 把这个整套茶去摆下来 咱们喝一次茶呢 就能够形成 脚开香满室 炉洞 绿铃铛 这样一种 诗意的境界 所以我们说 把这些器物一件一件的给大家分享呢 也希望达到一个 就是 虽然咱们不能在一起喝茶 但是咱们听到这些茶器 已经从前面的这个 比较 应该说是 书本上的知识 我们已经慢慢的进入到了要平饮的环节 要一起开始找茶器品茶了 所以希望我们这个讲述的过程中呢 也能够慢慢的带大家进入这个饮茶的意境 如果大家呢 在听这个分享的过程中呢 有进一步的需求 大家也可以给我留言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前面一讲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长沙窑的有关知识 我们也说过这个长沙窑 它呢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窑口 而且当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出口的主要贸易品 咱们现在呢在博物馆中也可以看到 长沙窑呢 它是以黄色褐色为主 然后上边呢 可能会有图案 也会有字 也会有花文 那么我在这上一讲的配图里边 配了一个茶盏子 它上面呢就写了茶盏子三个字 就为了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形象 那么我们今天呢 继续给大家分享唐代一个有名的窑口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呢 就是拱义窑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拱义窑呢 拱义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大家此前听说过没有 拱义呢就是位于河南 其实离郑州 它是非常近 在河南洛阳 拱义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石窟寺 这个石窟寺里边呀 有一幅非常精美的地后礼佛图 这个地后礼佛图呢和龙门石窟 洛阳龙门石窟看到的那个已经被盗走 现在在美国的那个地后礼佛图呢 它是一个姐妹篇 而咱们现在能在这个拱义看到的呢 是精华的小的这一个 现在展在美国的呢 那个是大的 讲的呢就是孝文帝和他的皇后 礼佛的一个图像 我想给大家讲这个 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拱义这个地方呀 历史文化非常的悠久 可以说呢是在北魏 它就成为了皇室开凿石窟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自北魏之后隋唐 它都有很多的发展 而这个拱义它与咱们说的茶瓷 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拱义呀 它就是烧制唐代非常有名的 这个唐三彩的地方 我们说唐三彩 可能是唐代瓷器里边 给大家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种瓷器 我们现在在各大博物馆里边 包括国家博物馆 陕西省博物馆 河南博物园 洛阳博物馆 很多唐朝遗址所在过的地方 都能出土到唐三彩 而且唐三彩作为唐朝的一个代表 咱们可以说是看到它就会想到唐朝 而这个唐三彩烧制的地方呢 它的就在拱一腰 前两年呢 中国出土过一件非常重要的瓷器 也就是首个在线茶圣陆语主茶形象的唐三彩器 这个瓷器呢 其实就出土于拱义 而这个是在一座拱义的中晚唐之祭的墓葬中被发现的 而这个被发现的陆语像 也是迄今为止 发现最早的与茶圣陆语形貌相关的实物资料 我们再给大家讲中国茶 讲茶经讲茶圣陆语 那么陆语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想大家都很好奇 我们此前呢 可以看到很多画像 去绘画陆语应该是长什么样 可是呢 这些绘画呢 都是后人 后人根据想象画的 那么真实的陆语到底长什么样子 而出土的这一件唐三彩器呢 就给我们的一个陆语样貌 应该说是最接近现实的版本 这件被专家命名为陆语主茶图的唐三彩 诗黄鹤和绿鹤 粉红色胎 右侧为一座有 左侧为一封炉 上面置有茶腹 就是主茶的那个工具 二者工作于一个长帆形的底板上 这个座有呢 大约有11厘米高 头上呢 裹着绿柚的葡萄 身着一件短袖圆领的长衫 端坐于一亚腰形圆坐上 身体呢 微微前倾 神情专注于生前的茶府 左手倾斧于左腿上 右手直瓢 好像随时准备分茶 而这一件出土于中晚朝墓葬中的唐三彩 据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拱益 只有一公里远 而这也被专家认为国内首个在线中国茶社陆语主茶形象的唐三彩器 这个器物呢 就给我们研究陆语的形貌呀 和唐代的茶室提供了直接的依据 根据这个唐三彩出土的墓志 这个墓的墓志上 记载着墓主人张氏夫人葬于公元八百三十二年 据茶圣陆语离世仅有二十八年 所以呢 就是当时人对陆语形象的刻画 应该说是最接近他真容的 我记得前面给大家分享过 就是陆语呢 他长得并不好 应该说是长得还比较丑陋 那么我们看这个出土的茶器 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作用 他形象确实是不是很美啊 但是他却确实是在煮茶 而且根据墓志的记载呢 他就是录于本人的形象 在这个墓里边呢 除了出土这些三彩器之外呀 还出土了茶碾 茶罐 植壶 茶余 风炉 茶斧 等一套三彩茶器 也都与茶经一一印证 包括这个 这个煮茶涌的形象呀 他前面的风炉也好 茶斧也好 其实就是咱们给大家讲 茶之器的时候 都已经详细的讲过 这个出土呀 可以说是有明确纪念 而且有成套的茶具 还出土了茶盛陆语的像 意义非常的重大 关键是又能与文献相互印证 所以研究价值特别高 当年出土的时候呢 可以说就是在全国呢 就引起了轰动 这个出土的时间呢 大概就是2016年 这个出土的墓呢 它非常的小 据说只有四个平方米 从这个大小 我们也能看出 就是墓主人的等级 其实不高 但是恰恰因为其等级不高 在命中出土茶具和茶盛陆语的像 说明当时的影茶已经非常流行了 而当时是公元832年唐朝时期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出土 咱们今天给大家讲 拱一窑呢 先分享这样一件代表性的器物 那么下一节我们给大家分享 拱一窑它到底有什么特征 它到底位于什么位置呢 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在茶经中 茶之器中提到的 关于沉水和滤水的工具 我们说呢 水为茶之母 那么在喝茶的过程中 这个还需要一个取水的工具 在茶经中呢 记载了三种取水的工具 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瓢 茶经是这样记载的 瓢一曰 稀勺 抛瓜为之 或看木为之 尽舍人度欲 闯覆云 浊之以袍 袍 袍也 口阔 静薄 柄短 永家中 鱼窑人 鱼红入瀑布山 采明 欲移道是云 五 丹 丹 丹 秋子 其子 他日 欲 西之鱼 起香 一夜 西 木 勺 也 经常用以 梨木为之 这段话是什么含义呢 我们给大家翻译一下 瓢 又叫 西 勺 把葫芦 抛开 制成 或是用木头 挖制而成 晋朝的杜宇呢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 喘腹 里边谈到 卓之以刨 刨就是瓢 口阔 瓢身薄 饼短 他还记录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说 近代永家年间 浙江鱼窑人 鱼红呢 到瀑布山采茶 遇见一个道士对他说 我是丹秋子 希望你改天吧 哦 西中多的茶 送我点喝 西就是木勺 现在常用的 以梨木挖成 茶经记录的第二个取水工具呢 是竹夹 竹夹或以桃柳 蒲葵木为之 或以柿心木为之 长一尺 银果两头 其实呢 就是跟筷子一样的一个竹夹 有的呢 用桃木制作 也有的呢 用柳木 蒲葵木或柿心木制作 长一尺 用银包裹两头 这个竹夹呢 和咱们前面讲的这个 烧火 煮茶用的那个火夹呢 它有相似的地方 它呢 主要是辅助这个瓢呀 取水用的 那么第三个取水工具呢 主要就是 熟鱼 熟鱼 以注热水或瓷 或沙 瘦二生 用来呈开水的 是瓷或桃制作的 容量为二生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沉水的水方呢 它主要是放深水的 而这个熟鱼呢 主要是放熟水的 因为我们在冲泡茶的时候 不是每一种茶 都需要用沸水去冲泡 有的茶呢 它比较嫩 特别像一些 茶牙 茶间 如果用太热的水 沸腾的水去冲呢 可能就会把它烫坏了 所以呢 适当地处一些 熟水 把这个水温降下来 也是熟鱼的这样一个用途 这三种取水的工具呢 瓢 熟鱼 和竹甲 各自的用途 就是这样 然后说到竹甲呢 其实 它除了就是辅助那个 水瓢的话 关键是煮茶的时候呢 它能还击汤心 以发茶性 它能够在这个 这个茶汤里边 比如去搅一下呀 或者去点一下呀 把这个茶汤 这个茶叶的茶性 更好的散发出来 事实上呢 唐朝人在品茶的时候呢 他们还非常的喜欢放盐 这个是我们现在 不太能理解的 因为我们现在喝的都是清茶 但是在唐朝的时候呢 之前给大家说过 他们可能会放很多很多的调料进去 煮了以后呢 最终是要放盐的 那么在放盐的这个过程中呢 盛放盐 它也要有器具 在茶经上呢 关于盛盐取盐呢 有两种工具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呢 叫挫轨 以词为之 圆近四寸 若和形或平或雷 筑盐花 其阶逐智 长四寸一分 或九分 阶侧也 这个挫轨呀 这轨就是北京那个轨阶的轨 其实它是青铜器中的一种 就是那个形状的青铜器 但这个地方呢 它叫挫轨 它是用来装盐的 是用瓷做的 圆形 直径呢 大概有四寸 像一个盒子一样 有时候呢 也会做成平子形 或者是弧形 接呢 是用竹制成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 咬盐的这个小勺一样 长四寸一分 宽九分 是取盐用的一个工具 我们今天呢 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 取水和取盐的工具 那么其实唐朝人喝茶 是一个很复杂的仪式 我们讲到现在的主角 包括喝茶的茶碗呀 都还没有登场 下一讲呢 我们会给大家讲一讲 品茶的茶碗 在茶经中是如何记载的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关于我们的点茶术里边 就是要用多少的茶粉 去配多少的水 这样的配比 出来的茶呢 好喝 我们讲这个 伎凉的话 主要是为了给大家介绍 这个茶之器里边的 三个凉具 一个呢就是锣 一个是和 一个是泽 它们是三种不同的形状 但究其用途 主要就是为了凉 适合多少茶叶 来冲泡 比较合适 那么我们今天呢 要给大家继续讲 茶之器里边新的内容 我们知道在泡一泡茶的过程中 茶气很重要 但是水也很重要 所以呢 有一句话是 水为茶之母 气为茶之父 那么我们既然知道 水这么重要的话 那么在品茶过程中的水 应该用什么样的器具呢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 这方面的知识 我们先来看一看茶经的原文 下一个茶器呢 它是说的是水芳 水芳以稠木 淮 秋 紫 等和之 其里并外 逢 七枝 寿一斗 就是说呀 水芳呢 是用稠木 淮木 秋木 紫木 等制作 内外的缝呢 都用油漆 涂风 溶水量为一斗 其实呢 水芳它就是一个 沉水的工具 这个沉水的工具呢 主要是用来储存 深水的 就是咱们说 取来的泉水也好 井水也好 浆水也好 吸水也好 不管是哪一种水呢 就把它放在这个水芳里边 作为是要泡茶的时候的 一种储备 那么讲完了沉水工具里边呢 其实茶经里边还有滤水工具 什么是滤水工具呢 茶经是这样记载的 露水囊 这是滤水工具 咱们现在不太看得到了 但是在唐代的时候 品饮茶 特别是一些僧人 他去品饮茶的时候 这个露水囊是必不可少的 为什么呢 因为特别是各种修行人 他认为水中呢有很多微生物 这些微生物呢 它也是生命 所以要通过过滤 把这些微生物去掉以后 去煮水才不会杀生 另外呢 从养生的角度来说 就是生水里边的细菌太多的话 其实喝下去对人也不好 所以呢 以前的人生活非常的细 就会用这个露水囊 露水囊在茶经上呢 是这样记载的 若常用者 其格以生酮助之 以被水湿 无有胎慧心色意 以俗酮胎慧 铁心色也 这句话呢 就是说 常见的露水囊呢 主要是用生酮来制造 因为生酮湿水以后呢 不会产生酮绿 也不会有那些污污滋生 也不会产生那个铜的新色气味 如果呢 是用熟铜的话 就容易生铜绿 而且容易有污垢 如果用铁去做这个露水囊呢 如果擦不干 就会出现铁锈 然后就会有一股新色的味道 茶经说 灵漆古影者 惠用之竹木 木与竹非持久舍远之巨 雇用之身铜 其囊 知青竹以卷之 才避迁以缝之 扭添垫以坠之 又坐绿油囊以储之 圆尽五分 饼一寸五分 这个呢 就是讲露水囊的一个制作的材质 除了铜的以外呢 比如说一些隐居山林的人呢 他们也会用竹或者是木来制作 但是呢 竹木制品呢 它有一个不太耐用的问题 而且不便于携带远行 它很容易变形 所以呢 这个也是要用生铜制作的原因 这个露水的这个露水囊 它过滤水 它用的那个囊呢 就是用青蔑丝编织 卷曲成一个口袋的形状 再裁剪 被绿色的绢来缝制 然后呢 坠上淬垫的装饰 可以说我们看特别的细致 特别讲究 然后再做一个绿色的油布口袋 把整个囊盛装起来 露水囊呢 圆尽五寸 丙长 一寸五分 就是这个囊本身制作好了以后呢 还要做一个袋子 把它装上 这样呢 才能够保证它的捷径 这是过滤水的一个工具 叫露水囊 那么关于这个 我们刚才说了 有沉水的工具 有滤水的工具 其实呢 还需要一个取水的工具 那么茶经上对于取水的工具呢 它主要讲了三种 是哪三种呢 我们下次给大家详细讲解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介于红茶和绿茶之间的中间地带 半发酵的乌龙茶 乌龙茶既有绿茶鲜爽的特点 它主体是呈现绿叶的状态 但是 它也有红茶 甘醇的姿态 羔羊的香气 呈现出了 绿叶香金边 绿叶香红边 这样一个状态 这样一种半发酵的茶叶 我们说半发酵 就是微生物 它还存留一定的果性 它属于半发酵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这样的茶叶呢 它喝下去以后 它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去 消解身体里面的脂肪 去化解身体里的各种凝脂 所以呢 乌龙茶也是一款喝起来比较容易茶醉的 这样一款茶饮 所以平饮乌龙茶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茶点 我们看福建的茶点 它是做得非常精美的 它是乌龙茶的产地 所以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对于这样一个容易比较茶醉的茶叶 那与它匹配的小食也是丰富多彩的 这也体现出我们传统文化 我们茶文化 饮食文化的多彩多样 今天呢 我们沿着上一讲给大家讲的 有哪几款比较有名的乌龙茶呢 我想其实大家都听过 那么我们今天逐一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讲解 第一个就是非常有名的安西铁观音 安西铁观音呢 可以说是我国乌龙茶中的极品 它是出产于福建省的安西县 它为什么叫铁观音呢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 说是清朝乾隆年间 安西县呢 有一位茶农 他非常的虔诚 他每天呢 泡三杯茶来供奉观音菩萨 我们知道有的地方呢 供奉菩萨的时候 它可能不是烧香 它是用水供的方法 那安西的这位农民呢 他就每天用自己制的非常好的茶 然后泣最新鲜的茶叶三杯 用来供奉观音菩萨 时间长了以后呢 据说有一天晚上 他就梦见了一棵形似观音的一棵树 然后这棵树呢 非常的香 在梦境中呢 他走进一闻 发现这个树呢 有一股兰花的香气 第二天醒来以后呢 他还沉醉在这个梦中 久久的不愿意起来 但是呢 梦中这棵树呢 就给他 落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呢 就沿着梦中的场景 就去寻找 果然在一个岩石上呢 就发现了这样一棵茶树 和他梦境非常的像 而且这棵茶树的形状呢 就像坐在梁花台上的观音菩萨 如此美丽如观音的 这样菩萨的一棵茶树 他把茶叶采摘回来了以后 进行制作 制作出来的茶香 非常的高扬 而且从这个观音茶树上 采下来的茶叶呢 他这个茶条非常的肥壮 圆阶 做成的茶叶呢 有一种 很沉 很重的这样一种感觉 所以呢 为什么在观音 名字前面加一个帖 表明的就是这个茶叶的 这种沉重的感觉 所以呢 这个茶叶制成之后呢 就 一下子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也 大家就纷纷来学着做这种茶叶 做成之后呢 给这个茶叶的命名呢 首先就是 说到茶树像观音 第二 茶叶做出来有一种 很厚实的这种感觉 所以呢 就叫铁观音茶叶 作为乌龙茶的极品呢 铁观音茶跟其他茶 有一点不同 它就是摘的 采摘的时候 它就要采摘开片了的叶子 我们此前说红茶绿茶 它可能更多的是喜欢用一些 茶间嫩的这个部分来做 特别是绿茶 越嫩可能越鲜爽 但是 到了乌龙茶这里呢 就需要的茶叶 展开 特别是顶叶开展 呈现出一个小开面 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 才开始采摘茶叶 所以我们现在喝到的 乌龙茶 我们看它的茶叶底 它是比较大的 都是比较张开的 这样一种茶叶 那么我们说 乌龙茶作为红茶和绿茶中的 中间地带 它除了有这个 美如观音 重四铁的 安息铁观音之外 它还有哪些 比较有名的品种呢 我们下一讲 给大家继续介绍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 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前面两讲中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唐朝 拱义谣的一些特点 特别是 跟大家分享 拱义 曾经出土了一件 茶圣陆语 主茶器 这可能是最接近 目前看到 最接近 茶圣陆语 长相的 淘气 也让我们看到了 茶圣陆语 和茶经的记载 它有一定的吻合性 就是陆语 可能相貌 不是非常的美 但是呢 当时 唐朝人 已经非常的崇拜陆语 以至于 大家买茶了以后 买到一点量 可以赠送一个陆语的相 而且每当商人 卖茶的商人 胜意不好的时候 可能会给陆语 像浇一些茶水 祈祷一下 胜意就会变好 可见这个茶圣陆语 在当时的影响之深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给大家插播一个 近期关于茶界 非常重磅的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呢 是11月25号发布的 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可以说是非常的激动 这是什么消息呢 讲的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考古新进展 这个新进展呢 是山东大学科研团队研究 出土自山东济宁州城市 诸国故城一致 西港墓第一号的战国墓随葬品 这个随葬品里边出现了茶叶的样品 而且这个样品呢 是煮泡过的茶叶残渣 这位茶文化起源 上述至战国早期 提供了实物证据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呀 就是这个茶 最早是发呼于神农市 然后呢 武王伐咒的时候 华阳国志里边都有茶的记载 但是关于茶的文物呢 我们说应该是到了东汉的时候 出土的同约 也就是武阳买茶这样一个记录 这是一个文物的信号 但是呢 这个以前的茶叶到底是长什么样 这一次出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精准的样本 这次考古呢 是在2018年的8月到12月间 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对西港墓第一号墓进行考古发学的时候发现的 当时呢 在勘察一个成倒扣状态的瓷碗时 考古队员发现碗内的填充土 存在露出净叶状植物残留的碳化残留物 考古队员呢 随即将这个碗体和填充土 恢复原状 并且整体打包进行了提取 然后通过试验室检测分析 这个分析的过程呢非常的专业 也就是通过一些比如说是红外光谱呀 气象色谱质谱 热辅助水解 甲基化裂解 气象色谱质谱等 就是非常专业的一些科技手段 通过这一系列的检测 和这个炮冲炮前的茶叶和炮后的茶叶 进行各种对比 并且把那个土的样本进行了对比之后呀 发现在红外光谱图中 出土样品与参照物光谱 整体的轮廓 近乎相同 吸收的风形十分相似 也就是说通过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呢 发现考古样品很可能是古代的茶叶 那么随后的研究呢 显示就是这个出土的样品里边 咖啡因的含量 茶氨酸的含量都很低 甚至没有 由于这个咖啡因和茶氨酸都溶于水 在泡后茶渣中的含量 肯定都会明显低于泡前茶叶中的含量 研究人员呢 据此确认 诸国故城遗址 西港墓地一号战国墓 随葬的这个原始茶碗中的出土 茶叶的样品呢 是古人煮泡后留下的茶渣 这个咖啡因和茶氨酸的研究呢 此前我们在给大家讲茶叶的成分的时候呢 也进行过一些分析 茶氨酸呢 是一种让人能越喝越安静的这样一种物质 它也是区别于咖啡越喝越兴奋 而茶越喝越安静的一个关键 这个茶氨酸在溶于水之后呢 它就释放出来了 我们呢 看这个出土的茶叶样品 有可能呢 它是当时冲泡以后 剩下的茶渣 但也很有可能 就是2000多年的这个过程中呀 地下水 雨水 各种渗透 就把当时的茶叶 已经用水冲泡过了 不管怎么样呢 就是诸国故城的这个发现呀 将我们国家的长话起源的食物证据 追溯到了战国早期 而且是偏早的一个阶段 即公元前453年到公元前410年 这比以往考古发现茶叶食物的年限 提前了300多年 所以说这个考古的新进展是非常值得茶界振奋的 因为这是从食物证据上提示 中国茶文化可追溯至战国早期 茶相似意 远远流长 实物追溯 科学见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开门七见试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关于月瑶青词相关的一些知识 并且给大家分享 为什么茶圣路语特别偏爱青词 而且青词从东汉开始烧制 一直到宋朝这样一个时期 它的鼎盛是唐朝和武代 青词极大成者 就是法门四地宫出土的密色词 这种词器 它成泛青色 关键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历经千年 仍然晶莹剔透 犹如沉着水一样的 让人看起来非常的讨喜 而茶圣路语认为 青词特别有益于 衬托出茶叶的颜色 所以这是它的首选词器 尽管青词在唐朝的时候 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而且也大热 但是其实与青词相比 白词也是占据了很大的一块空间 可以这么说 青词它是属于上流社会用的 比较高级的 我们在上一讲给大家讲到 就是到了宋朝的时候 由于这个青词太珍贵 太漂亮了 它慢慢的就变成了皇家专用词 所以才称为密色词 是秘密的 而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 大家不可能都去使用青词 那么大家呢 就会选择其他的词器品种 而在这个选择的其他品种里边 白词是最受广大群众偏爱的一类词器 当时呢 唐朝呢就有 北行南越这样一个说法 也就是说北边呢 盛产行谣的白词 南方呢盛产月谣的青词 也称为北白南青 尽管呢 茶圣陆宇呢 他觉得行谣的白词呀 像雪一样的 他跟茶色呢 并不是很匹配 但是陆宇的好朋友呢 我们说对陆宇写作茶经 起了很大帮助的那个人 也就是说诗僧较然 他就不同意这种观点 他呢 写了一首诗叫 《饮茶歌俏摧始时君》 这首诗呢 是这样写的 月人与我 善兮明 采得金牙 窜金顶 素此雪色 飘莫香 何似诸仙 穷蕊江 这首诗的意思呢 就是说 月人 就是浙江 月国 古月国这一带的人呢 送给他的 扇溪 我们说扇溪呢 是浙江一条非常有名的溪流 在唐朝的时候 有一条唐诗之路 很多诗人呢 都会去走这条路 然后扇溪呢 是在这条路 要经过的一条 非常有名的 这样一条溪流 李白呢 曾经在梦游天母 银流别 这首诗里边写到 胡月照我引 送我至扇溪 说的就是这个扇溪 那么在 《诗森缴扰》 这首诗中呢 就说 越国的人呀 送给他了茶叶 这个茶叶呢 是扇溪附近的茶叶 然后采来以后呢 成装的非常好 而且是非常新鲜的茶叶 所以串金顶 放到很好的容器 金顶里边 素瓷雪色 朴墨香 何似珠仙 穷蕊浆 他就说呢 素色白瓷呢 虽然它未必能 衬托茶汤之色 但和汤上浮起的飞沫 相得益彰 我们知道 冲茶的时候呢 会产生一些茶墨 所以呢 那角然认为这个茶墨呢 和白瓷呢 它相得益彰 有一种仙气的感觉 所以呢 这种白瓷冲泡的茶叶呢 它有一种出世 远离成销的这样一种仙气 所以呢 角然呢 反而更欣赏白瓷 那么我们说 唐朝伟大的大师人 被称为师魔的白居易 白居易呢 他也很喜欢喝茶 他写过一首诗呢 叫 睡后茶心 一阳同舟 在这首诗里边 他写道 此处置神床 傍边洗茶气 白瓷欧圣洁 红炉炭方至 从这首诗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白居易说 白瓷欧圣洁 就是白瓷的这个茶碗呀 看起来非常的干净 所以呢 喝起来也有一种 很清新的感觉 那么另外一个诗人呢 皮日修 他在茶中 杂饮中 也这样说 行客与月人 皆能造瓷器 也就是说 行窑和月窑呢 都能造瓷器 他们呢 不相伯仲 事实上呢 在1980年的时候 河北省内丘 凌晨交界一带呢 就发现了 稍造 行欧 也就是行窑茶碗的 这个窑纸 行窑的茶碗呢 分为粗细 两个等级 精细者呢 胎土 细腻坚硬 碗壁外面呢 一般不见有悬纹 可以说是非常的光滑 右色洁白银润 右薄均匀 不开片 也就是说呢 像是陆语描述的 类似银 类似雪 这样的一种感觉 此外呢 行窑呢 也有相对来说 做的粗一点的 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用的 它可能就是 这个茶碗的边缘呢 就不见得是那么光洁了 我们在讲 行窑和月窑的时候呀 结合前面的茶经 我想细心的听众呢 已经听出来的 就是关于这个茶碗呀 有的是卷口 有的是不卷口 那么这两者 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而茶圣路语呢 它又推崇哪种 我们下一次给大家分享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七件事 柴蜜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遇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花茶 作为传统六大茶类之后 又一门新的茶类 花茶就是把自然界中 各种可以入茶的花朵 以茶拼起来 共同平易 或者是说 在制作的过程中 就让茶香与花香 充分地融合 吸取两者的长处 生产出一款品味非常美妙的茶叶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将继续给大家分享 除了传统的六大茶类和花茶之外 其实在我们中国 还有一个茶类 是非常的重要 也非常的有名的 只是说很多时候 大家在研究茶叶的时候 没有把它放到一个茶类里边 其实呢 这个茶类一直都有很长的历史 也广为大家的关注 只是说呢 在体系上 我们把它理到 现在中国茶类的一个类别 供大家进行学习和参考 我们中国呢 是一个讲究天人合一的国家 我们的传统文化 非常注重和天地自然万物的融合 在中国文化中 有一句这样的话就是 天地灵秀气 百草皆可明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天地之间充满的灵气 灵慧之气 所以在这种灵气滋润下的百草 都可以拿来平易 拿来作为茶叶 那么我们知道 中国就是中国龙脉 那是秦岭 作为中国地理上南北的分界线 秦岭呢 有1600公里长 在秦岭的这个中草药里边 有一句话就叫 秦岭无咸草 说的呢 也是在这个秦岭产出的很多药品 都可以用来调理我们的身体 或者是用来作茶叶 所以叫做秦岭无咸草 他讲的都是 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句话 就叫天地秀灵气 百草皆可明 所以呢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一款新的茶类 这就是药茶 什么叫做药茶呢 药茶是以预防常见的疾病 调理气血脏腐功能为目的 而制作的茶饮 这种茶饮呢 以中药为主要成分 也以茶叶作为辅助 特别是在这个药茶的制作中 它需要非常精确的一个配比 就是说什么样的茶品 需要包含什么样的药品和什么样的茶叶 它们中间的这个怎么样配到一起 可以达到功效的最大调和 这个是药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中国的药茶呢 从秦汉到明清 从萌芽到成熟 从自发到成体系 是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道路 可以说呢 中国从茶叶的起始点 我们前面给大家分享的神龙藏百草开始 那个时候神龙发现了茶叶可以解毒 神龙同时也发现了 很多可以用作药品 入药的中草药 那个时候 茶叶和中草药是作为药品 共同出现的 只不过呢 茶叶相对于其他的本草来说 它的解毒功效更强 所以后来慢慢的被后事 拿出来单用 到了我们说 茶圣路与写茶经的时候 它就为茶单独创立了一个体系 但是我们要知道 就是在早期的时候 茶和本草其实是在一起的 这个药茶呢 经过很长时间的摸索和传承 就成为中华民族预防治病 以养生保健的这样一个独特的饮品 到了明清的时候呢 依托我们国家丰富的茶叶资源 本草资源和中医养生理论的发展 可以说我们的茶叶和药茶都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 比如说 在明代的时候 有一本叫普济方的书中 他专门设立了药茶的篇章 记载有药茶方八首 另外呢 咱们的医学巨匠李时珍 他在《本草纲目》中 记载了有多少药茶的药方 并论证了茶叶的药性功用 所以呢 我们的药茶发展的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在明清咱们前面说的六大茶类形成之后 不同的茶叶和不同的药物进行拼配 就更加形成了茶疗之风盛行 药茶的内容 应用的范围和制作的方法 也不断的更新 所以呢 我们比如现在到书店里面去看 会有很多茶书 都教大家什么样的季节 什么样的病痛 需要什么样的茶饮 这就是在前期积累的过程中 现在留下来的可以说是 一个宝贵的财富 就说这个药茶呀 当时在明清的时候 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 慈禧太后呢 她就很喜欢饮用药茶 比如说她会饮用 清热止瘦的代茶饮 生津的代茶饮 滋味合中的代茶饮 或者是清热礼器的 清热化湿的 清热养阴的 各种各样的代茶饮 用药茶呢 来调剂自己的身体 包括光绪皇帝 也经常会应用 比如说安神的 利焉的 平味的和和平的 各种代茶饮药茶 这些历史记录呢 都从不同的角度说明 这个药茶呀 发展到明清乃至民国 它都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一个阶段 可以说是与其他几个茶类 并行的生活化的 养生化的茶品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种类 好 我们今天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些 关于药茶的尝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药茶的基本知识 并且强调的药茶 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茶类 它讲究天地灵秀气 百草皆可明 药茶的要点在于 把本草和茶叶 进行精确的配比 用于治疗我们身上 各种不同的病痛 或者是说达到养生保健的功效 那么其实在药茶的 这个品饮过程中呢 它是对于怎么样 饮用药茶 是有一个漫长的历史 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可以说我们中国古人 品饮茶叶的方法 也各不相同 我们今天呢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说起我们国家的药茶 其实长期以来呢 它是以茶、药、药茶 三者并存的形态发展的 怎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我们因为药茶 有很多的种类 所以呢不同的人 可能会因为我们中医讲 辩证失智 可能会根据自己身体 不同的情况 选择不同的茶品 不同的剂量 那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就会 比如说是适合喝 比如说胃寒的人 我需要喝红茶 那我就去找一些红茶来 另外呢 我还需要一些滞胃寒的药品 那这些药品是什么呢 我就会根据自身的特点 到相应的中药店 去买不同的药 然后呢 把这些本草和茶叶 按照一定的比例 拼到一起 然后作为茶饮来喝 所以呢 药茶长期以来 它就是以药、茶、药茶成品 三种形式存在 为的就是给不同的人 以不同的选择 由于这种不同的选择呢 我们就形成了 制茶、制药和制药茶 不同的生产工艺 茶和药茶呢 也分别形成了 各具特色的产品形态 和饮用方式 在这个过程 经过数年的这个沉淀 可以说是上千年的沉淀吧 就凝聚成了厚重的养生文化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汉味以前 我们的药茶呢 是以生、煮、耕、饮为主 比如说在禁书上 它就是这样说的 无人采茶、煮之 约明州 也就是说无地 就是咱们今天的江苏浙江 这个地方 无地的人呢 采摘茶叶 把它拿来煮 就称为明州 就是称为茶州 到了中唐以后呢 人们就采叶做茶饼 用这样的制茶工艺来制茶 所以我们看到唐代的时候 他会把这个茶叶 用碾子墨碎了以后 配上很多东西 一起煮茶 煮过之后来平饮 而这个茶饮中 除了包含茶叶之外 它还包括许多养生的 各种各样的食物和药品 那么到了宋代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团饼茶和散茶 这个时候呢 宋代也非常的流行喝团茶 那么团茶呢 就当时就出现了很多 平饮这个团茶的茶器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现在关于宋代留下的 几大名 五大名谣里边都有很多 关于平饮茶叶用到的 不同的茶具 那么原名以后呢 这个茶叶就废团改散 就开始喝散茶了 而且制茶的方法呢 就从蒸青法改为炒青法 慢慢的呢 就形成了咱们现在这样一个茶类 所以呢 针对这个茶类呢 历史上平饮 特别是平饮药茶的方法呢 也各不相同 在这个药茶中呀 它有很多的本草 它跟茶叶不太一样 比如说它有的是比较硬的 需要浸泡 然后需要酒煮 而有的比如说像花瓣和叶片 这样的呢 又是不适于酒煮 所以在药茶的使用过程中呢 在平饮方式上 它首先就出现了最早的竹饮法 就煮 煮的方式 这个煮茶法呢 这个历史比较悠久 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说的 无人采摘了茶叶 来了以后就开始煮 这个就是竹饮法 从汉朝一直流传 到了汉卫六朝以至唐 我们说都是一个主流 那么煮茶法呢 它是源于茶的食用和药用 从食用的这个方法演变过来的 到了唐代的时候呢 我们看那个唐人煮茶 他会把茶叶磨碎以后 比如说佐以姜 肉桂 花椒 橘皮 薄荷的煮成一个汤汁来饮用 煮饮法呢 它就是适合我们说的比较坚硬的药物 比如说是树皮呀 种子呀 跟进之类需在制作成药茶的之前呢 首先就要碾碎了 而且需要浸泡 这样煮出来的药茶呢 才功效到位了 然后呢就涉及到 我刚才说的很多 比如说花瓣呀 树叶呀 它不是一九煮 慢慢的呢 人们就发明了煎茶法 一直到了明清以后 废团改散 咱们说的那个茶叶呢 就从煎茶法 更进一步的简化为泡茶法 而这个泡茶的过程中呢 那些比较容易在热水中浸出的内含物 就不会因为煮茶 甚至是煎茶而受到影响 然后那种质地比较薄脆 成分容易挥发 煮了就会损失其气味 比如说很多花香 你要是煮长了 它就没有了 用泡的方法 可能更能平饮到 或者是吸收到 这样药茶一个功效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在中医里边香疗 就是闻味道这个香疗 它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比如说这个药茶中含有玫瑰 含有茉莉这样的茶 它的清香味你闻了以后 它就有助于醒神 也有助于脾 所以说呢 泡茶法对于一些不宜酒煮的药茶 它是非常有效的 好 我们今天就主要给大家介绍了 药茶的一个简单的瓶饮历史 包括药茶的喷煮方法 和流传到现在我们有过怎样的瓶饮 药茶的一些比如说泡饮等等 其他的方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药茶的历史 包括药茶存在的基本形态 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品语 如何传承 以及对于不同的药茶 我们需要什么样不同的品语方法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将会深入的给大家再分析一下 药茶它到底美妙在什么地方 另外呢 我们会给大家举例子 让大家感受到 为什么说药茶特别的神奇 具有很深的文化底蕴 和很大的魅力 首先呢 我们说药茶 它组成部分 是由本草和茶叶构成的 它已经属于中药的范畴了 既然呢 进入了中药的范畴 我们说就要对中药的四气五味 升降臣服 这样一些基本的特性 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我们说 就是要学会运用本草 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首先呢 就是您需要去学习 很多关于本草的知识 此外呢 还需要用这些本草 运用到具体的茶品和生活当中 体验这些茶饮和我们身体 相互作用的一个感受 另外呢 我们中国文化呢 讲究四气条和天人相应 我们在不同的季节 使用不同的本草 所以呢 我们还要去感受 这些本草在不同的季节 带给了我们什么样的能量 所以说呢 这样一个实验周期 它是很长的 所以学习的过程呢 也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 在用实践 丰富理论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说呢 它是充满了趣味的 我们除了学习这个本草 具有的四气五味和升降成乎的特性之外 我们还要去了解一些基础的知识 比如说 按照这个本草的硅经 我们知道我们人体呢 有十二条经络 不同的本草 它可能是 作用于我们不同的经络的 这在中医上叫做硅经 然后硅经之后 它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功效 特别是在不同的季节 产生什么样的功效 比如说 咱们现在讲这个查课的时间 它是春天 春天呢 是肝的季节 那我们吃一些本草 进去 如果它是蔬肝的 那么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感受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会发现 一种本草的特性 进而发现 可以跟它相配的各种本草 然后把它组合起来 这会是一个 非常有趣 无穷无尽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我们说它具有 丰富而深厚的一个魅力 给大家讲了 关于药茶的这么多 可以说是偏理论的知识 我们今天呢 就给大家 举几个药茶的例子 让大家感觉到 为什么药茶这么有趣 首先呢 我们给大家分享的第一款呢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枸杞叶茶 我们大家在 喝各种养生茶的时候 可以说枸杞 它是非常的常见 基本上 是养生茶里边 您都会看到这个枸杞 它在茶杯里边 红亮亮的 就特别天才 那么我们今天介绍的呢 是关于枸杞的叶子 实际上呢 枸杞叶和枸杞一样的好 在《本草纲目》里边 这样记载 枸杞叶胃苦 肝 杏凉 有补 须 易经 清热止渴 去封明目 延缓衰老的功效 现代的研究也表明 枸杞叶 不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氨基酸 维生素和各种微量元素之外 还有黄铜类化合物 生物碱等活性物质 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保健功效 枸杞叶呢 无论在营养成分 还是活性物质组成方面 皆与枸杞果实 基本一致 有些生物活性的成分含量 甚至超过了枸杞果实 《本草纲目》里边还提到了 春采枸杞叶 明天金草 天 上天的天 金 金华的金 天金草 大家想一想 也就是说我们在 现在这个春天的季节 如果采到了这个枸杞叶 它是非常的好 春天的枸杞叶呢 它鲜嫩的这部分呢 叫天金草 然后呢 它整个枸杞的整个叶子 除了鲜嫩的这部分的 通称为 地仙苗 枸杞尖 枸杞牙 枸杞菜 枸杞头等 从这些名字中 大家都能感觉到 这种本草是非常的好的 直接以枸杞叶入茶 它就是一味非常好的药茶 它可以和枸杞果实一起喝 它们的作用相得一张 喝起来也是赏心叶目 这是咱们药茶中 比较简单 也比较容易普及的一款 我们再给大家稍微举一个 复杂一点的药茶例子 比如说就是莲窍叶 莲窍是什么呢 在《本草纲目》里面这样说 莲窍叶可治 心肺积热 清热解暑 生经止渴 沥烟润喉 长期服用的话 可以令人面月好 明目清新 清生耐老 焕发活力 这个现代的药理研究表明呢 这个莲窍它可以保护肝脏 抗油脂氧化 抗衰老 调节免疫力 甚至可以清生减肥 可以说这是一味非常好的本草 那么以这个本草入茶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和茶叶进行拼配 比如说莲窍红茶 绿茶 青茶 黑茶 橙皮莲窍茶等等 可以进行各种拼配 而且口味都非常好 这个药特别好 但是这个药呢 也不容易采摘 历史上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段历史 就是一直到乾隆年间 这个莲窍叶呢 它有一个道地产区 它就在山西 当时山西平定的知府 尚书纪晓兰 他是这样说的 灌山谷茶 空灵高 壁挂名人 盲彩翘 食欲酒坠 盛微劳 片片叶儿 染红袍 通过这样一段民谣呢 来陈述当地百姓采摘之苦 乾隆皇帝呢 才免去了 平定州的供茶之事 可见这个茶叶 有多好 但是有多么的难得 它与不同的茶 拼配之后 比如说与红茶拼配 它就会呈现 汤量 汤色更加的沉亮 口感 香味 更加清纯 而且更有利于 暖胃和保护肝脏 比如说它与黑茶 进行拼配以后 最后呢 就会药味醇厚 药香味足 然后口感顺滑 入味能够感觉到 那种绵腾的感觉 与清茶进行拼配之后呢 这个汤色就会清澈 精明黄亮 茶香中呢 还会夹杂着兰花香 和独特的中草药香 清香四溢 所以呢 就是它与不同的茶 都可以融合 融合之后呢 产生不同的变化 这个也是特别有趣的 给大家举了这两个例子呢 都是药茶中比较简单的 我们日常生活中呢 都可以自己去试验的药茶 更加高阶的药茶呢 它可能就会是 十几位 要拼到一起 和茶叶一起 更创出更丰富的状态 正所谓呢 以药制茶 化药为茶 茶仔药效 药随茶行 药取功效 茶取味道 茶药融合 相得益彰 我想呢 这个就是药茶的魅力 今后有机会呢 我们还会 慢慢的给大家分享 不同的药茶 使我们大家在这个 听这个品饮中国茶的 这个线上讲座的时候呢 也能够达到一种养生 进而慢慢的感受到 一种天人合一的能量 好的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开门七见试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气舒缓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 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 唐代著名的词谣 我们在前面 几节的内容里边呢 给大家讲了一下 唐朝著名的谣口 包括唐三彩呀 包括青词呀 密色词呀 长沙谣呀 我们都给大家讲了一些 今天呢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个 位于北方的谣口 这个谣口呢 现在依然还在烧制 也可以说是非常有特色 它呢 既有青词的绿色 典雅 同时呢 也有 克词的 非常生动的一些花纹 这些花纹里边呢 也有很多吉祥的寓意 就是通过用一个器物呢 就能表达出中国人 首先是烧制淘气 其次呢 善于使用忧色 然后呢 通过在词器上面 刻画一些吉祥的符号 然后把它作为日用品 那就让人们在日用中 得到吉祥文化的一个加持 那么我今天讲的这个谣口呢 就是位于陕西的耀州谣 一直以来呢 我们国家的陶瓷 主要还是以南方烧制为主 在唐宋时期呢 北方的谣口有一个非常著名 可以说是与南方的 可以说并驾齐驱 那就是耀州谣 这耀州谣呢 它特点就是说 是用那个翠绿色 然后勾画一些花纹 花纹烧在里边 然后这样 那个瓷器呢 就特别有立体感 所以呢 它是一种 大量供应民间的瓷器 老百姓日常用度中 比如说是陕西人喜欢吃面 那他们就会用这个 耀州谣的碗去配 这个碗的特点呢 就是需要大 而且需要厚盐 因为大的话呢 可以放很多的汤汁 我们吃起面来呢 就比较爽口 厚呢 是因为防烫 而且耀州谣的碗呢 它经常那个 碗底下那个盐 那个盐是稍微长一点 这也是人们在握着 这个碗的时候呢 能够不是那么烫 因为非常喜欢吃面 我们也知道 面汤是很容易烫的 这个时候呢 如果用一些很薄的骨瓷 那我们就 抬那个碗就比较困难 但是用这个厚重的碗呢 那就吃起来呢 就比较畅快了 在唐宋的时候呢 耀州谣的词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主要是青色为主 在那个时代呢 它有很多种颜色 比如说还有白色 黑色 黄色 茶叶末色 和酱色 但不是所有的瓷器呢 都均有这六种颜色 它主要呢 还是单色又比较多 从气形来看呢 主要是网呀 盘呀 盒呀 盏呀 还有枕头呀 等类型 比如说 为什么说耀州谣 那个时候很有影响力 是北方词谣的一个明珠 因为白居易也曾经写过诗句 寒食一碗茶 饮茶一盏 饮一欧名 浅酌一杯酒的 这些茶壶茶盏 都是耀州谣 非常善于烧制的品种 我们现在看到的耀州谣呢 主要是以青色为主 但是在唐朝的时候呀 唐朝人呢 现在出土 发现唐代的话 耀州谣呢 就以黄柚色的比较多 白柚次之 青柚再次之 最后才是黑柚 一路呢 看下来不难发现 唐代人最喜欢的是 黄色柚的碗 其次是白色柚 再次是青色柚 黄白青三色柚 名列前茅 可以说我们现在呢 认为青色很美 但是唐朝那个时候呢 更偏爱黄色一些 我们今天呢 还能够看到 耀州谣的遗址 非常有幸啊 就是位于陕西省 同川市东南的成炉古镇 这个古镇呢 因陶炉成列而得名 它那个古镇里边的墙呀 道路呀 基本上都是用烧烧这个陶器 烧瓷器 弄成的这个器物堆积起来的 所以非常的有特色 被称为呢 是当今国内唯一留存的 炉火千年不息的 慈阳圣地 而且有魏北慈都的美称 现在咱们去陈炉古镇呢 也有一些制作陶器的作法 咱们呢 仍旧能够感受到 那个和土为坯 伦伦旧治的时代 从这个泥土水 最后成为坯 和人的手结合 造成了一件器物的这个过程 感受中国陶瓷之美 也可以呢 在这个古镇附近呢 有耀州瑶博物馆 大家也可以去参观一下 感受一下 属于中国北方的一个瑶口 它是怎么样 最后发展为结合 南方的青色 和北方的钢剑 这样结合成的器物 而且耀州瑶呢 虽然是以民间使用为主 但是它呢 也有非常有名的代表器 而其中的代 有一个代表器呢 传说中还跟武则天有关 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下次给大家分享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西建市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耀州瑶的又一个神器 良心壶 它在一把壶中呢 能够倒出两种不同的液体 根据需要呢 可以倒酒和水 酒和茶 茶和水 任取所需 然后呢 根据品语的对象呢 也可以看出 你这个人呢 实不实在 所以呢 这把壶呢 也被称为 检验人品的 良心壶 那么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凤鸣壶 道流壶 良心壶 还有公道碑之后 大家一定非常的奇怪 就是在耀州瑶这个地方呀 怎么会有那么多神奇的气形 是什么样的文化和土壤 滋养了这样一片土地 使它呢 历经千年 摇火不息 而且使它呢 能够在气物中 灌入很多巧思 我们说呀 这里边还真的是有原因 耀州这个地方呀 古代呢 是咱们的耀王 孙思淼 孙思淼的故里呢 就在耀州 孙思淼呢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他是中国古代的耀王 他写下了非常有名的千金方 则批后世 可以说是影响深远 而且他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 叫做大一精成 他就说到这个医生呀 是在这个极细微之间做事情 所以要极度认真 那么这个大一精成呢 就成为我们后来中医体现医德 学医的时候 大家首先要学的一篇文章 那么在孙思淼的这个故里呀 由于那个孙思淼晚年呢 就在耀州的这个耀王山上隐居 隐居了很多年 他所研究和创立的这个 这个中医药的一系列的这个方子 就开始流传了 那么孙思淼呢 当时我们说唐太宗呢 非常希望他为官 因为他治好长孙皇后的病 唐太宗呢 给他很多的封赏 那么但是孙思淼呢 都顾此不受 到了唐高中时期也是这样 他呢一心求医 这是因为呢 他年少的时候身体非常的不好 父母呢为了给他看病 基本上已经耗尽家财 那么孙思淼长大之后呢 他就发心 一定要做一个好医生 为广大人民看病 所以呢 他的人生中呢 有过很多次 皇帝把他招进宫里 想册封他 想给他当大官的机会 可是孙思淼都婉拒了 孙思淼的一生呢 在秦岭 在峨眉山 那都留下过他的足迹 那么他晚年呢 回到了他的老家 药州 就开始传播中药文化 现在我们到这个药州 要往山上去呀 还能够看到孙思淼当年的药池 那就是他洗药的地方 还有呢 他留下的很多经典 其中呢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碑 叫海上方碑 那么据说当年啊 孙思淼呢 就救了东海龙王的三太子 当时呢 东海龙王为了感谢他 把龙宫的很多珍宝 让他挑选 可是孙思淼呢 不为所动 那最后龙王呢 就非常的佩服他这个 不为金钱所动啊 就献出了龙宫里边的质宝 那就是海上方 孙思淼获得这个海上方以后呀 他并没有把它据为己有 相反呢 他把这个海上方碑呢 就刻成了碑 另外呢 他还把自己 就是这么多年 行医总结的方子 不是写了千金方吗 方子太多了 那他就把其中 人们经常容易得病的 这些病呀 选出来 然后专门刻在一个碑上 老百姓呢 有个头疼脑热什么的 他就可以呢 去这个碑上 根据这个病症的描写 按照碑上的文字 就去抓方子嘛 所以呢 当地人呢 形象的把这个碑呢 称为石大夫 也就是说呢 一块石头可以看病 其实就是我们说药王 把他毕生的心血呢 都刻在了这个碑上 我们今天呢 走到这个药王山上去看 这个千金方碑 包括海上方碑 很多碑都还在 当然了 不是孙思淼 那个年代的堂碑了 是后来历代人 逐渐刻上去 修补上去的 有这样的一位 可以说明医 大医 孙思淼呢 也是我们很多 寺庙道观里边 拜的药王 我想 药王的故里 人民呢 就非常的 受他的这个影响 就很深远 于是呢 当地的人民呢 在烧制瓷器的时候呢 注入很多巧思 注入很多 养生的观念 包括 我们说 公道杯 不让人喝太多的酒 良心壶 也让人 要注意平易 注意区别 那这些 都可以说是 中医药文化的进染 所产生的一系列 丰富的果实 所以呢 到现在为止 我们去药王山探秘的时候 他的南山 还有孙思淼 亲手种下的白树 然后他的北山呢 有历代很多的悲客 非常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 然后明代宿的孙思淼的像呢 后面有一条很深的隧道 那就是在药王山中部 但是现在我们无法进去了 我们呢 去瞻仰孙思淼的这个像呀 可以看出历代的统治者 历代人民 对他的敬仰 对他的崇拜 也有助于我们呢 进一步温习我们的国学 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好的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昨天我们讲了茶经开头 关于茶树的形象 产地和各方面性状的一些知识 包括历史上 曾经有哪些文献 记录过茶叶 今天呢 我们会回答昨天提出来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野生茶树 会大量的生长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大山里面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首先就是科学家推测 由于是西南地区 没有遭受第四季冰川的侵袭 所以很多古老的植物能够得以延续 特别是山茶科的茶树 能够保存下来实属不易 第二个原因呢 是因为就是西南地区的话 它的那个气候是属于热带亚热带 所以它温暖湿润的环境 很适合茶树的生长 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 喜马拉雅山的造山运动 造山运动以后把喜马拉雅山推得很高 这样的话 从西部地区吹过来的寒流 能够被这个山阻挡 这也使很多动植物能够保存下来 第四个就是 西部地区咱们可以观察 有一座非常有特色的山 这个山就是横断山 中国境内的大山 大部分都是东西走向 但是横断山它非常的与众不同 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大山 南北走向它就是 这个地区拥有一个立体的气候带 这种纵向的山谷 也进一步的呵护了 动植物的这个生长环境 所以呢 当时也躲过了冰河期的各种灾害 现在在西南地区特别是横断山区 保存有山茶家族的23属后代 一共有380余种 它们中的68%现在仍然生活在诞生的 诞生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主要古茶树是集中在云南 贵州和四川等地 就是我们今天到云南去考察 云南现在主要是作为普尔茶的产区 在云南的西双版纳 林仓 大理等地 现在还分布着非常丰富的茶树资源 这些茶树能生长的海拔 主要是在1200米到2000米之间的山地 云南的这个土呢 说起来也非常的有特点 云南又叫红土地 它那个土是偏红的 也就是酸性的酸性的土壤 它的有机质非常的丰富 而在这个酸性土壤上 种植碱性的茶叶 它就能生长得非常好 另外就是这个原始森林 我们知道云南这个地方 它的原始森林非常的丰富 茶树在原始森林中 它和其他树木是共生的 那么阳光照射下来的时候 就很多茶树就处于一种 曼射光照的条件 这种曼射光照 再加上当地比较湿润的气候 常年的气温也不高 也就是17度到20度左右 降雨量呢 能够保持在1500到2000毫米之间 所以云南这个地方的茶 可以说是常年都在一种 云雾缭绕的环境之下 在这样环境下呢 就自然能够出好茶 我们知道啊 一般情况下说好茶 都是高山云雾出好茶 就是最简单的 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呢 就具备这样的自然条件 能够为茶树的茂盛生长 提供物质基础 而且在这样一个环境中 就是茶多芬为主的内含物质 茶叶的内含物特别丰富 我们知道就是在 拼饮普洱茶的时候 我们会有很多种不同的香味 这种香味其实就是 它这个茶树的生长环境 再加上茶树的这个土壤的内含物质 非常的丰富 所以呢 就保证了茶叶本身卓越的品质 据不完全统计啊 就是目前中国的古茶树 一共有74株 其中有32株在云南 而在云南的数十个县中 都有发现树林百年以上 处于野生状态的 桥木形大叶种茶树 我们在云南考察的时候 摘到那个茶树的叶子 它可以是手掌这么大 可以说是很震惊啊 那么大的树叶 这些古茶树呢 有野生的 纯野生的 也有人类栽培的 也有过渡的 就是各种形式都有 它们根深叶茂 依靠云南的这个非常好的水土 丰沛的地利 形成良好的生态 所以呢 就是很多老茶客喝茶 他可能最后就会选择普尔茶 他认为普尔茶的层次 口感更丰富 也是中国茶叶之根 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了一下 为什么西南地区的野生茶树会很多 茶叶为什么会从这个地方发源 主要还是因为西南地区由于喜马拉雅遭山运动 形成的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 包括横断山的阻挡 阻挡了各种暖湿气流 然后能够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 有利于茶树生长的环境 同时呢 云南这个地方的纬度决定了 它全年不冷不热 也比较湿润 非常有利于茶树的生长 所以呢 茶树就在西南部一直生长和保存到今天 这也是我们非常大的一笔财富 那么我们现在经常会听一些朋友 到云南的茶山上去寻找真正的古茶树 那么如果有一天我们有机会去朝拜这些古茶树 我们到底应该去哪里呢 我们下一讲给大家分享 谢谢您 开门七见试 柴米油盐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前面几讲里边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一些关于普尔茶的知识 包括清朝的皇室为什么会选择普尔茶 普尔茶的生茶和熟茶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们应该如何去挑选普尔茶 包括普尔茶行业里边的一些行话 以及现在大家说的普尔茶的好处是它不会影响睡眠 真的是这样的吗 在前面的章节里边 我们给大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享和讲述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将给大家分享 关于普尔茶一个有趣的文化符号 这是什么符号呢 我想大家初接触普尔茶的时候 都会看到很多普尔茶饼 茶饼应该说是普尔茶最标配的一个存在形式 关于茶饼的话 标准的普尔茶饼其实是357克 虽然我们现在也有比如说是100克200克400克的饼 但是传统意义上的普尔茶饼它就是357克 大家在看普尔茶的时候也会经常看到一个名词就是七子茶饼 为什么要叫七子茶饼呢 其实就是把七饼普尔茶弄成一提 这样在一起的话 也就是七饼茶 所以是七子茶饼 那么我们给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传统的普尔茶是357克一饼 这个里边还是有比较有趣的文化符号的 一般的解释就是一桶茶是七片 所以呢叫七子茶饼 而七片茶的重量呢刚好是五斤 这样的话呢是便于计算的 但是实际上呢 357的选择也是有非常深刻的含义的 我们看这个357 它其实都是杨树都是基数 杨树代表的是一种生长的力量 而我们知道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三其实就是一个三生万物 在传统文化中三也是天地人之河 其实就意味着大家品茶 就是在藏天时占地利观人河 所以这个三就代表了天地人的相合 那么我们说这个五呢 五是传统文化中的五行 金木水火土 可以说五行是中国传统文化发源 和疫情变化的规律 包括中国的中医学 其实也是在研究五行运转过程中 人与自然如何去调配 如何实现天人合一 所以在五行的基础上呢 中国有了五味 我们说茶叶它是调和五味的最高境界 所以我们说在这儿 五它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化符号的一个数字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七 七呢它其实是一周 涵盖一周从周一到周日七天的这样一个变化 在疫经里边呢 七也是一个变化之数 它暗喻茶叶的平饮 丰富多彩 我们说三五七这样三个数字呢 都是阳数 都代表如太阳般生生不息的这样一个信息 因此呢 可以说三五七的精髓 就是以圆满的精神 遵循阴阳五行变化规律 达到天地人三者的和谐 所以在这样一个天人合一的场景里边 中国文化的精神 就体现在一杯小小的茶水中 这也是我们说的茶道 我们说处处皆学问 茶作为中国历史传承了非常长时期的一个品饮的茶类品种 那么我们说在普尔茶的制作中 它选择三五七 也许是为了运输的便捷 七柄成为一桶成为五金便于计算 但我们更愿意相信 古人愿意用这样充满文化含义的数字去赋予这个茶叶更多生生不息的能量 所以我们后人其实在平饮茶叶的过程中 五行当中就得到了先辈的一种加持 而这种加持随着岁月的流传 也是生生不息 所以呢 从普尔茶叶这个小小的刻数上 我们也能以小见大 看到中国茶文化丰富多彩的一面 所以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吧 再次给大家分享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开门七见事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唐朝人喝茶之前 碾茶需要用什么样的工具 包括把茶叶碾碎之后 需要用什么样的工具 把茶末和茶粉摇起来 那么我们说 把这个茶末和茶粉摇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进入 这个煮茶和冲泡茶阶段了 但是呢 这个茶到底放多少为合适 在这个泡茶之前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程序 那我们来看看 茶经上是这样记录的 在这个粉末 粘好咬出来之后 到冲泡之前 确实还有几个程序呢 从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也能够看出 就是唐朝人的生活呀 非常的精细 我们今天呢 可能就是原液茶用 废水一冲就喝了 或者是我们有茶粉的话 一冲也喝了 那么在唐朝人看来 这个茶粉经过碾了之后呢 还不能喝 为什么 因为它还不够细 只有把茶粉磨得足够的细 它才能和水融合的很好 茶香也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 那么为了把这个茶粉弄得更细 唐朝人还会用什么工具呢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呢 唐朝人会用螺和合这样一个工具 其实这个工具呢 就相当于类似今天的一个筛子 只不过它那个筛的那个木呀 特别特别的细 所以呢 能把最细的茶粉筛下去 把最精华的那个茶粉 给我们弄出来 它茶经上是这样记载的 螺末以合盖处之 以则至合中 用锯竹抛而驱之 以沙捐一之 其合以竹节为之 祸驱山以西之 高三寸 盖一寸 底二寸 口径四寸 翻译一下啊 就是螺筛出的茶墨 放在盒中盖紧存放 把凉气泽也放在盒中 螺用大竹抛开弯曲成圆形 鞍上捐或杀 盒用竹节制成 或用杉树 片弯曲成圆形 涂上油漆 高三寸 盖一寸 底二寸 直径四寸 讲的就是一个像蒸笼 这样的一个螺合 它呢 有捐和杀 可以把茶粉呢 分层 特别细的在下面 酥一点的在上面 这个工具呢发展到宋代点茶法的时候 就要求这个螺筛啊 要筛好几层 以至于筛到极细的那个茶粉 打那个墨的时候 我们知道宋代的人呢 会在这个茶 茶叶的表面上进行绘画 包括他们用那个茶显来打出那个泡沫的茶汤 这都需要非常细腻的茶粉 而且要非常好的茶叶的茶粉 才能够做到 所以到了宋代呢 这个螺合的层数会变得更多 它这个过滤的越来越细 以至于达到非常精华的这样一个茶粉 那么在唐代人把这个茶粉 装入这个螺合里边 简单的进行了一个分层 他在冲泡之前呢 他就要把这个茶粉取出来 取的这个工具呢 叫做择 择以海贝立葛之属 或以铜铁竹臂策之类 择者凉也准也度也 凡竹水一生 又莫方寸臂 若好保者减 弑农者增固云择也 茶经这段话呢 说这个取茶的这个工具呀 叫做择 就是一个贝 一个立刀这个择 是用海贝立葛之类 我们知道就是海洋里面的这个贝壳啊 会用铜铁竹等制成的汤匙 择呢 是一个计量标准 一般来说呢 烧一身的水 用一方寸的茶末 如果喜欢味道淡点 可以适当的减一些 如果喜欢喝浓茶就增 因此呢叫做择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了这个凉茶的工具 包括锣 盒 择 锣呢就是用来筛茶末的这个筛子 盒呢就是储藏筛下的这个茶末的罐 或者是用竹子做成的一个罐 而这个泽呢其实就是用海贝或者是铜铁竹做成的一个茶匙 它呢大概是一尺就是标准一升水所需要的茶粉量 但是也可以根据口味呢酌情加减 这就是茶经里面记载的凉茶工具 那么茶经除了前面我们说的生活煮茶凉茶各种工具之外 在喝茶的时候呢还有哪些要准备的工具呢 我们下次给大家分享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诗酒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我们再次与大家一起品读中国茶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假设 就是茶圣路语如果能够穿越 它会指导三十而已中的女主顾家怎么样去制茶 我们翻阅茶经的过程 也发现茶经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茶之剧茶之造的过程 讲的就是茶圣路语 教后人如何去制茶 我们也给大家分析了茶圣路语 在茶经第二部分 茶之剧中记录的十五种古代的制茶工具 这些制茶工具包括装茶的容器 穿茶叶的绳索 烘焙茶叶的架子 还有封藏茶叶的物品 各种各样的东西 是古人制茶的时候一个比较简易的装备 如果说是我们把现代比较复杂的 拼配 窝堆发酵等工艺加入的话 制茶的过程将会更加的复杂 用这样一部电视剧呢 它有很强的代入感 这样的话给大家分享了以后 也便于大家去理解茶经 去读茶经 今天呢 我们将继续借着三十而已 给大家分享茶经中的第三部分 茶之造 就是在准备了这么多做茶用的工具之后 那要真正开始做茶了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的第一步就是采茶 茶经上是这么记录的 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 也就是说采茶的季节 通常是在农历的二月三月四月的这个时候 最好的茶是明前茶 清明之前采摘的茶叶 蕴含了一个冬天的能量蓄积和沉淀 内含物和茶叶的这种生机勃勃的生气 是最充足的 所以明前茶往往是茶叶中的翘楚 那么过了清明之后 其实人们还会去采制一些古语茶 古语茶呢 也别有一番风味 它虽然不如明前茶那么鲜嫩 但是呢 也拥有成熟的少傅邦迷人的风韵 也让很多的茶人为之倾倒 现在呢 由于种茶技术的提升 人们呢 也开始采制秋茶 秋茶呢 虽然不如春茶那么鲜嫩和富有生机 也没有春茶那么芽叶肥厚 但是秋茶的优势是它价格适中 作为口粮茶 也是可以满足茶客多元化的需求 那么在采茶的时候 到底应该采什么样的茶呢 茶经里边是这样描写的 茶之损者 生烂食沃土 长四五寸 若微绝史抽 淋露采烟 茶之崖者 发于丛薄之上 有三之四之五之者 选其中 知影拔者采烟 这段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采茶时要挑选好的茶树 其柔嫩的知径 和茁壮的幼芽 犹如春笋 生长在风化比较完全的肥沃土壤里 茶呢 长达四五寸 好像刚刚抽芽的 微 绝 这一类植物 也就是 我们在茶经开篇里面 给大家讲到过的 上者生烂食 损者上 叶卷者上 这就是陆宇认为 应该采摘的好茶 它应该具备的标准 如果没有这么好的茶树和茶叶 那么也可以选择稍微次一等的 比如说 其芽叶较为细弱 生长在草木丛生的地方 从一条茶树的老枝上发出的 三枝四枝五枝新烧的 这种新烧上可以选择其中 长势比较挺拔的茶叶 进行采摘 那么我们知道了该采什么样的茶叶之后 是不是在春茶上市的季节 或者是秋茶成树的这个季节 就随时可以采呢 其实不是这样的 茶经里面也写到 其日有雨不采 晴有云不采 晴采之 针之 倒之 拍之 融之 穿之 风之 茶之干矣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 采茶 它还需要看每天的天气 比如说 一天当中有雨 是坚决不能采的 晴天中天空有很多云 多云的天气 也是不能采的 只有在天气晴朗的时候 在清晨有露水的时候去采茶 这样才能够得到高品质的茶 采摘到这么高品质的茶以后 根据茶经的这个记载 就是唐代的时候 采摘的茶叶就会经过上赠去蒸熟 用储就捣碎 拍压成形 烘焙制干 穿饼成串 封装包好 等程序 最后形成干燥的茶饼 也就是用到了我们上一讲 茶之剧中的15种制茶工具 经过这样一些程序 最后就形成了干燥的茶饼 我们现代的茶叶采制呢 经过了后面几千多年的几次改良 乙与茶经这个记录的方法呢 已经稍微有变化了 比如说我们采摘后的茶叶 会先去晾晒脱水 再揉粘炒制 稍加干燥之后呢 会根据不同的需要 制作成不同的茶类 就像《三十而已》中顾佳描述的程序 采茶 水筛 揉粘 干燥 脱毛 压制 最终形成一罐茶 我们说了这么多 相信大家已经体会到 顾佳在电视剧中说到的 一片小小的茶叶 也是经过了千锤百炼 此言不虚 制作一片茶叶 首先要那么多工具 还需要选择非常好的季节 还需要选择一天中 天气勤朗的时候 还要在早晨有露水的时候去采摘 这么多多限制条件下 制成的茶 的确是千锤百炼 精益求精 所以顾佳的话是此言不虚的 其实我们在看制茶 这个千锤百炼的过程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里边 一直倡导的一种铸就匠心的过程 只有对每个环节精益求精 在细节中把握规律 才能以小见大 用一片茶叶照见茶人 照见人生 好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自唐朝之后 中国的茶叶形态经历了哪些变化 包括宋朝著名的文艺皇帝宋徽宗 他写了一本茶书《大观茶论》 包括推动制作的龙凤团茶 是什么样一种茶叶 引得达官贵人趋之若鹜 后来茶叶又如何发展到 明太祖朱元璋时期 废团改散 使散茶成为 一直到我们今天流行的主流茶叶形态 那么我们在上一讲也给大家讲到 就是在茶叶形态变化的过程中 中国茶人摸索出 炒清的方法制作的茶叶 最能激发茶叶的香气 而炒清绿茶法 也是我们现在制作茶叶的主要方法 我们在前面的内容 给大家分享过中国的六大茶类 其实用炒清制茶法 作为一把钥匙深入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从绿茶这个基点开始 衍生到其他茶类 只是在炒清制茶法的一些工艺上的延伸 那么我们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 为什么这么说是一种工艺的延伸呢 制茶的过程中 为了确保茶叶的香气和滋味 六大茶类是使用了不同的发酵程序 来引起茶叶内含物质的变化 在这个内含物变化的程度上 茶人呢找到了一定的规律 使茶叶从采摘鲜叶开始 经过不同的制造工艺和发酵时间 制作出了色香味型不同的六大茶类 即绿茶 红茶 乌龙茶 黑茶 黄茶和白茶 我们说炒清之后的绿茶 怎么变成黄茶的呢 它其实是在炒制工艺掌握的 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闷的过程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到前面去听一下 黄茶的章节 明代的许次书在茶书 记载了这种演变的历史 咱们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关于黑茶 黑茶呢其实是绿茶杀青的时候 鲜叶过多 火候温度低 使茶叶变成近于黑色的深棕色 或者是茶叶堆积在一起 没有及时处理之后发酵 窝堆变成了黑色棕色 这样就促进了黑茶的产生 那么我们说白茶 在唐宋的时期所说的白茶 是偶然间发现的 白叶茶树采摘下制成的茶叶 而现代的白茶呢 是从宋代绿茶 三色细芽以银丝水芽 就是绿茶的这样一个制作方法 逐渐演变来的 那么我们说白茶它主要就是摘下来 就晒一下 就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红茶呢 在制作的过程中呢 它用日晒代替了砂青 揉碾之后呢 叶色变红 茶汤也变红 所以呢 这种茶就称为红茶 最早的红茶生产呢 是从福建的镇山小种开始的 前面我们也有详细的讲述 那么乌龙茶呢 它是介乎于绿茶和红茶之间 它属于青茶 也是一种半发酵的茶叶 它的发酵程度呢 不如黑茶 但是呢 它是绿茶半发酵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呢 这就因为绿茶 茶叶采摘下来 这个制作方法的不同 可以说是时间的长短 发酵的长短 衍生出来了六大茶类 此外呢 在绿茶的基础上呢 我们也给大家讲过 后人呢 就从素茶单一的茶 叫添制花香 这个过程呢叫印 就是在茶叶中添加香料 或香花的制作方法 这个呢 宋代的菜香 在茶录中 有加香料茶的记载 南宋 施月的词中 也出现了 茉莉花被查的记载 其他各种花卉的散茶 在明清的史书中 也有记载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唐朝这个节点之后 中国的制茶工艺是经过了一个 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发展过程 人们呢 已经从单一的把茶叶摘下来 放到嘴里去咀嚼 或者是像菜汤一样的煮 甚至去拌 或者是简单制一些茶饼 从这个过程中 已经过渡到了 可以用杀青 炒青 甚至发酵 焖 这样一些方法 来使茶叶的香味 更加丰富多彩 最终呢 人们发现 把茶香和花香结合在一起 把两者的香味 达到一个高度的融合 更能品尝出 大自然中丰富的香气 可以说 这也是中国古人 采大自然的精气 为我所用 天人合一精神的一种体现 所以我们在品茶的过程中 其实有时候想一想 古代茶人经验 总结成各种茶类 这样一种历史 就会非常感恩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 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国度 所以应该是非常幸福的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开门七见试 柴米油盐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我们现在呢 是进入了夏天的三福天的阶段 可以说呢 2022年的夏天 尤其的热 我们已经能从各种各样的新闻中 感受到了这波热浪 可以说是席卷了全球 不管是从英国 美国 很多地方呢 都因为炎热 而亮起了红灯 那么我们国家呢 也有好多城市 出现了高温红色预警 并且呢 出现了热射病 热射病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重度的正暑 可以说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这个炎热 已经非常明显的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除了做好各种防暑降温 更重要的呢 我们希望通过一些茶椅 来把身体的火相应的调降一些 让大家呢 能够度过这个福天的暑热 那么首先呢 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款解暑的茶叶呢 这个就是西青三翠解暑茶 我们现在呢 三福天它是在小鼠节气 小鼠节气呢 非常的难熬 可以说呢 比大鼠还要热 实在是热 因为这是一年中福天的开始 有闷的感觉 有热的感觉 如果这个时候还要下雨的话 那就是湿热一起袭来 很多人呢 因此就一派热火朝天 不管是身上的各种上火呀 不管是情绪的焦躁呀 或者是说 由于心火太旺 可能会引起失眠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说天地生养万物 我们一定要注意 去顺时饮食 去吃一些当时得令的东西 那么夏天这个时节呢 我们有一味特别好的水果 这个时候就开始上市 这个就是西瓜 西瓜呢 它有非常强的一个解暑功能 就是说如果你是在汗流浃背的时候 吃下西瓜 西瓜呢能够马上的把身上这个流汗的状态 让它止住 所以呢 这个西瓜呢 它非常有助于解暑 但是呢 很多人吃西瓜的时候呢 他把那个西瓜皮就扔了 其实呢 西瓜皮是非常的轻贵 而且有一道菜呢 叫西瓜脆衣 西瓜脆衣呢 就是把那个红然和西瓜外面那层皮去掉以后 那个红白相间的那个部分 吃下去以后 特别有助于解暑 特别是用凉拌的这样一种方式 但是呢 由于吃起来比较复杂 所以人们呢 渐渐的就吃的比较少了 只有一些比较讲究的人 比较会养生的人 仍然继续会到夏天的时候 凉拌这个西瓜脆衣来吃 那么我们建议呢 大家就是吃完了以后 西瓜不要扔掉 不要浪费这个西瓜皮 这位解暑的良药 可以呢 把它泡成一杯茶 这个茶呢 就是用一块西瓜皮 再用七到八根莲子心 再加上五到六片薄荷叶 我们说这个莲子心呢 非常有利于去腥火 腥火焦躁的时候呢 人就非常的容易失眠 莲子心呢 一方面呢 是把腥火加下来 一方面呢 把肾水 肾脏的水液升上去 让水火寂寂调和之后呢 我们的心肾相交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 比较完整的循环 也可以睡觉了 所以呢 莲子心在这个时候呢 就发挥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薄荷叶 我们知道薄荷的香气 是非常浓的 这个心香味的东西呢 它有助于形脾开窍 我们知道这个 非常湿的时候呢 容易困住我们的脾胃 所以夏天呢 人胃口不太好 不太想吃东西 所以呢 我们用这样几片 薄荷叶 一方面呢 是形脾 一方面呢 在平饮的时候 就能闻到这个香气 气机被打开了以后呢 也有助于通畅 这道茶饮呢 非常的清爽 而且很清热 在浮天的时候呢 喝上一杯 能解暑 还对缓解内热 导致的口气 非常的有效 是夏天呢 一款非常不错的 清热凉茶 而且成本也非常的低 基本上就是在废物利用 所以呢 希望大家能够尝试一下 这样一款解暑茶 然后帮您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 好的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就是2022年这一年 夏天 它非常的热 很多国家呢 都出现了高温预警 而且我们国家呢 也出现了热射病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用茶饮来 调养自己的身体 尽量做到防暑降温 那么我们上一讲呢 给大家推荐了 用西瓜皮 薄荷和莲子芯 来为自己泡一杯解暑茶 那么除了这款茶饮以外呢 还有没有其他的茶饮 能让我们安然度下 预防暑热呢 我们说当然是有了 中国文化包罗万象 可以选择的 当时得令的东西非常的多 这也是我们文化的吸引力和丰富性 首先呢 我想给大家讲一讲 在这个三福天小鼠的节气呀 古人呢 首先是认为 这属于圣夏时节 进入夏天呢 在这个月 不适合举大事 就是不适合去做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呢 古人认为夏天呢 春生夏涨 夏天呢 是要养一种生长之气 如果我们花太多精力去做一些事情的话 那么它就会影响人的这个涨 所以呢 在这个圣夏时节呢 就不宜太过于劳累 这个时候呢 天地之间呢 很热 它就像一个旱针房 人呢 就像在做汗针一样 全身的毛孔 凑理都张开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 很多人就会出现一些气虚的症状 比如说 大家说的夏打短 夏天呢 好像很容易累 很想休息 其实就是 身体的毛孔全部打开以后 我们呢 要利用这个时节呢 排毒 排身上的各种毒 排身上的各种毒 所以呢 大家会流行在这个三幅天的时候呢 来贴三幅贴 这样呢 也是加速把身体里边的一些寒湿排解出去 那么我们说要喝哪泡茶呢 首先就是还是延续 上一节我们给大家讲的 就是莲子心 夏天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 中医上讲 夏天呢 是心比较旺盛 而这个心一旦旺盛之后呢 它就非常容易 心上火 失眠 那么莲子心呢 它特别有助于 去把我们的这个心火 平和下来 我们说心火很肾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就会眼睛发红呀 脸上长痘呀 口舌身疮呀 口干舌燥呀 心烦意乱呀 睡不着觉 失眠呀 这个时候呢 莲子心就特别能派上用场 我们说 这个莲子心呢 它是寒凉的 但是呢 它不凉味 所以呢 它是专门去供心火的 它将心火下引到肾 又将肾水上引到心 通过交通心肾 来平息心火 所以呢 对于夏天的这个失眠 非常的有用 那么莲子心呢 味道有点苦 我们为了平和 它这个苦味呢 可以放甘草 甘草呢 我们知道是甘甜的 而且甘草被称为中药中的国老 它可以和很多中药进行配物 而且甘草呢 有利于助我们的脾胃 夏季的时候 我们脾胃弱 把莲子心和甘草配到一起喝呢 又助于降心火 又助于和解我们的脾胃 关键是口感非常好喝 这样呢 也可以去除夏天的火毒 同时呢 我们知道就是夏天呢 还会有 比如说我们日晒了以后 形成的一些光毒热毒 这些毒素呢 我们也可以喝金银花 通过金银花呢 来排除这些毒素 金银花呢 也是一味非常 就是容易平息身上的各种火 有助于呢 抗病毒 而且金银花呢 善于治疗各种因热而引起的肿毒和皮肤病 夏天日晒 过敏湿着 以及皮肤出现红肿 皮炎的问题 都可以用上金银花 金银花呢 还可以清熟肺热 消熟青春痘 在用于调理这个清热解暑的时候呢 不需要用量太大 一小撮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把金银花和干草配起来喝 也有助于解暑 而且有助于抗病毒 特别是把身上的一些雍丁窗主 给它化掉 我呢 就习惯于把这金银花 干草和莲子芯呢 混合起来一起喝 感觉到身体的火呢 被平息之后呢 就慢慢的把莲子芯去掉了 莲子芯呢 由于它是寒的 它不适于经常去喝 就是你感觉自己火大 睡不着觉的时候呢 可以适当的喝一点 一般呢 喝个三四天左右呢 就可以停一下 这两款茶叶呢 非常有助于平息我们的心火 帮助您呢 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 好的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里边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斗笠展 那么斗笠展呢 其实我们说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茶杯 它其实都有一个 很重要的伙伴 有了这个伙伴呢 茶杯呢 就会显得 档次更高 而且喝茶的时候呢 也比较容易 不烫手 那么 茶杯的这个亲密的伙伴 是什么呢 其实它就是 斩托 我们大家其实都见过啊 斩托 其实又称 杯托 茶船 是茶盏的 承托工具 和配套组件 在茶盏的发展史上呢 斩托呢 就是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 斩托呢 从东汉的 耳杯托盘 演变而来 东晋时呢 形成 一展一托的 组合方式 之后呢 便缠与 杯掌 相伴 之后呢 就常常称作杯盏 相伴 从煮茶 煎茶 点茶 再到泡茶 每当茶叶的 煮饮方式 发生变革 斩托的这个 气型 材质 装饰工艺呢 也随之发生变动 哪怕我们用一支 非常简单的杯 如果用一个 合适的斩托 这样衬托一下呢 品茶的过程 也会显得多姿多彩 我们给大家 分享一下 就是中国历史上 这个展托的 一个变化情况 在东晋到南朝 这段时间里边 南方地区 饮茶的风气盛行 专门用于 盛放茶盏的展托呢 就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的展托呢 形制比较矮小 也比较简单 多维呢 丙形足 托盘中间 有明显的矮托圈 用于固定插展 是展托发展的 初始阶段 而且一般呢 主要就是一个原型的 也没有什么装饰 非常的简单 到了唐宋的时候呢 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尤其是异域文化 佛教文化的影响 唐代的展托呢 它这个托盘 口言呢 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就经常受佛教的影响呢 就作为卷曲式的荷叶状 也非常有动感 这种装饰手法呢 其实我们看唐代的经营器 也能看出这样的手法 到了宋代的时候呢 宋代茶文化兴盛 豆茶风靡 人们更加频繁的端茶 倒茶 因此呢 展托极为流行 渐渐的呢 这个茶掌 就必须有一个背脱 就成为了固定的一个组合 从造型上看呢 宋代的展托呢 口言比较大 可以托各种各样的背 同时呢 宋代的这个展托呢 它的足底明显增高 这个明显增高 就非常有特色 它能够显得展托的外形呢 挺拔秀丽 工艺感极强 展现出那个宋代人生活的精致 与仪式感 展托的材质呢 也十分的丰富 除了这个雌质的展托之外呢 还有金银展托和漆展托 那么到了明清的时候 展托呢 又经历一个变化 明清时期呢 手工业发展迅速 文刃阶层呢 就推崇个性化的器物设计 这时期的展托呢 更是形质各异了 有船型 元宝型 花型等等 材质呢 也更加丰富 除了瓷器 贵金属以外 还出现了紫砂 竹制 木制 以及后面非常精美的 卡斯法郎展托 成为兼具 实用 以欣赏的艺术品 同时呢 明清时期的展托呢 它的花纹 花样 颜色 也日趋繁复起来 那么我们说宋代呢 它乳观歌均定 各大名谣 其实主要还是 以单色为主 就军摇呢 可能是初摇万彩 军摇可能带颜色 带一点颜色 其他呢 都是比较纯净 宋代人呢 非常喜欢这种 纯净的美感 到了明清时期呢 经济的发展 加审美的多元化 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的 这个融入 那么就喜欢 非常喜欢繁复的装饰 所以到了清朝的时候呢 这个展托呢 就呈现出各种花样 各种色彩 那么后来呢 这个展托慢慢的演变呢 我们说非常有名的盖碗 其实它那个盖碗茶的托 也是这个展托的一个变形 同时呢 这个展托啊 也不仅限于托放茶杯 其实它也可以 盛放酒杯 就称为台展酒台子 然后呢 其实有的托呢 下面它是高足 还可以加热 所以古人的生活呢 确实是非常的细致 非常的精美 好的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在此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唐朝的几大民谣 月谣 行谣 把各自的特点 和为什么路语 偏爱月谣 给大家进行了分享 那么我们说 唐朝呢 作为茶叶 品茶 大盛的一个年代 它除了这两大词谣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谣口 也非常的有名 我们现在去博物馆 看各种展览 尤其是涉及到 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的展览 经常能够看到一类 出土 或者是从海里边 打捞出来的瓷器 这些瓷器上呢 它有可能会有字 也有可能呢 有一些图画 瓷器呢 呈黄色褐色 而这些图画呢 呈酱油色 画在这个瓷器上 图案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 应该说是 信手捏来画的那种感觉 它不是说是 像我们后来看到 瓷器上非常精细的那种画 它都是非常大气的 画了一些图案 甚至写了一些字 而这一类瓷器呢 可以说是在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呢 非常的与众不同 也能够给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我们呢 我们呢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属于长沙窑 说到这个长沙窑呀 它当时呢 也是唐朝时候大量 一个非常大批量生产茶具的地方 长沙窑的位置呢 就位于今天湖南省长沙市 交通关镇瓦扎平 是这样一个地方 是属于当时唐朝 中国南方规模很大的一个青瓷市场 长沙窑 为什么我们讲了最重要的月窑和行窑之后 为什么要重点讲一下长沙窑 因为长沙窑 它最重要的一个成就 就是最先把金属铜 作为高温着色剂 应用到瓷器装饰上 烧出了以铜红作为装饰的彩瓷 这个可以说是 中国套瓷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 就是长沙窑的这个词 它上面的画呢 非常的奔放 非常的随性 这样呢也可以看出 其实这个窑口呢 它大量的茶具 它是给老百姓用的 是平民大众用的 它不像是供皇家的密色词那样 非常的精致 茶器上可以说是 一点瑕疵都找不到 那么我们今天在博物馆 看到长沙窑的瓷器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时候呢 那个烧得不尽完美 而且上面的图案 上面的字呢 可能右色分布 也不是很均匀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 就是它是供老百姓 供大众使用的 这样一个民谣为主的 窑口 那么刚才也说到 就是长沙窑呀 它除了满足国内市场之外呢 它当时还大量的外销海外 我们其实瓷器的外销 到了明清的时候 是一个很高的高潮 很多人以为呢 是宋朝开始 我们的瓷器开始外销的 其实在唐朝的时候 长沙窑已经作为重要的 外销瓷品种 开始走向了海上丝绸之路 当时呢 这个长沙窑 不仅是销往了东南亚一带 还远销中东北非一带 可以说是 以日用品为主的长沙窑 不仅就是满足了 国内大众的需要 也在海上丝绸之路上 成为大宗的贸易商品 那么我们看这个长沙窑呀 它的器型呢 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种呢 就是茶斧 可以说就是一个 装茶汤的这样一个 像锅一样的 然后呢 茶碾 我们知道唐朝人喝茶 前面给大家讲过 就是他们会把这个茶碾的 很碎以后 去煮茶粥 所以茶碾 是唐朝人喝茶 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 然后呢 就是茶碗 有时候也称为茶盏子 还有茶盒 装茶的 另外呢 还有茶瓶 茶瓶呢 就是装水 装茶汤的这样一个瓶子 这个茶瓶呢 它也用作于 就是在唐朝晚期的时候 也用作于点茶 那么说宋代的点茶法 其实就是从唐代的 这个演化成熟的 而这个点茶过程中 那个茶瓶 就是注水那个瓶子 它那个水流要非常的细 连续不断 那这个茶瓶 它就是这样一个功效 我们说这个长沙窑 它是民窑 而且它上面会有字 那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堂墓 曾经出土了一件唐代 大和三年 也就是公元829年的瓷壶 在这个瓶底呢 写着老岛家茶社瓶 7月1日买 我们从这个落款上 可以看出啊 这种瓷壶呢 其实就是茶社里边 使用的茶瓶 也就是说老百姓 使用的上面可以写字的 那么这个长沙窑呢 就随着这个茶文化 在国内的普及呢 它也进入了 可以说是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呢 进入了世界各国的视线 也成为传播大唐文化的一个 大唐茶文化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代表 所以呢 我们今天在这里呢 要详细讲一下 希望大家以后到博物馆的时候呢 能够重点的关注一下 这类瓷器 好的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一起 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分析了 时尚前卫的顾佳 为什么会选择做最传统的茶 在当今高科技 新能源 各种领先的产品 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的今天 为什么这片属于古老文化的叶子 仍然能够吸引时尚人士的眼光 我们今天会继续给大家分析 就是这一片神奇的叶子 还有哪些魅力 使这片叶子在中国历史上 越来越寻找到了自己的地位 奠定了自己的身价 使后人越来越离不开 到底还有哪些故事呢 我们上一讲说到 随着这个茶叶作为供品 快越千山万水 由中国的南方 进入中国北方的宫廷 西州王朝之后 这片叶子呢 就用它独有的芳香 芳香滋润着 西州以来的各个王朝 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士的喜爱 到了汉朝的时候 茶叶更是受到了非常大的追捧 我们现在发现的 最早关于茶叶记载的文物 叫同约 其中就写到了一位 属地叫王包的官员 让他的普通去舞阳买茶的 这样一个记录 随着这个茶叶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茶 茶叶也从宫廷走向了民间 由官方走到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而饮茶的方式也变得多种多样了 比如说 有人是把茶叶呢 碾碎了以后喝下去 有的呢 在喝茶的时候 放入各种各样的调料 也有人呢 是直接把茶给吃了 嚼下去 还有的人呢 就是把它做成凉拌菜的 总之就是 使用茶叶的方法是多种多样 层出不穷 随着这个运用茶叶的范围越来越广 人群越来越庞大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喝茶 怎么样给茶定位 成为各方的一个呼吁 难道就是茶叶是普通的蔬菜吗 好像它的作用又比蔬菜要多 难道是药物吗 它又不像很多药物那样 是有偏性的 不能多吃 茶叶基本上是随时可以喝 而且人人都可以喝的 所以呢 大家在使用茶的过程中呢 就有了越来越多的疑问 面对这些疑问呢 我们可以说是时代在呼吁 人们在呼吁 到底怎么使用茶 在这种呼声呢 我们终于等来了这位巨人 他就是我们这个专栏要讲的主人 可以说是撰写茶经的陆宇 陆宇的出现呢 结束了茶定位不明 身段不清的状态 他可以说是为茶树碑立传 讲清这片叶子到底是什么 有什么样的能耐 又该怎么样去寻找 种植 采摘 制作 瓶饮 甚至保存这片茶叶 陆宇呢 他走访了中国的很多茶山 他第一次 以系统的理论 来描写这片叶子 因为他的考察 是有扎实的角力 而且他的文笔 可以说是非常好 所以在扎实角力的考察 和金汉比例的提炼下 他写出了旷世巨作茶经 茶经当年一问世 就受到了各界的追捧 可以说在大唐那样一个盛世 这也是为文化百家争鸣 百家齐放 各种各样的文化大放异彩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舞台 所以茶经的出现 也让陆宇成为了皇帝的座上宾 请陆宇讲茶 泡茶 对于唐皇朝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高端的文化享受 由于对茶叶做了这么大的贡献 所以陆宇本人呢 也被封为茶圣 千百年来受人景仰 我们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就是南方的很多泡茶的茶具上 他还会雕塑一个陆宇像 大家在泡功夫茶的时候 会专门有一杯茶 敬给茶圣陆宇 感谢他对中国茶文化的一个贡献 我们说在中国文化上 能奉之为经典的作品 其实不多 比如说《易经》《道德经》《诗经》《谈经》等等 都是关于宇宙运行 人类大道这种宏观的经典 但是以一种对植物的描写 对单一物种的分析 就能称之为经的作品 《茶经》可以说是独树一枝 既然说一片茶叶 都能够塑造一部真正的经典 并且流芳百世 那么我们说三十而已的 顾家他用茶叶来翻生 坚持做好这片茶 其实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的近代呢 由于文化的断层 其实很多古典文化 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 如果我们仔细就是 翻开茶经来研读 像顾家一样的回归到茶园里边 其实就会深刻地感觉到 这片小小的树叶 的确是包含着大前世界 包含着乾坤妄想 顾家呢 她是一个非常高智商的女性 我相信呢 她进入茶园的过程中 也是领悟到了这一点 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她坚定地选择了茶 即使在身处绝境的时候 茶叶也能够帮助她 翻生 这也再次证明了 这片树叶有着无尽的魅力 好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继续分享 开门七件事 柴蜜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 今天是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 也最能体现国人上缘的传统 我们这个讲茶的这样一个讲座 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讲一讲 中秋和茶叶的关系 我们知道中秋对每个中国人而言 都有极其温暖的含义 多少人情世故 人间烟火 都将在中秋的月盐枝叶下 灰映的月色下溢出儿时月饼的味道 走亲访友的畅谈 久别团圆的喜悦 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呢 茶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陪伴主角 一直贯穿着中秋的整个饮食祭祀 还有走亲访友这样一个过程 在唐朝的时候 刘真亮呢提出过一个饮茶时德 在这个时德里边呀 他说到茶呢可以表敬意 所以呢中国人在送礼的时候呢 非常的喜欢送茶叶 以茶表敬意 倒出了茶叶可以作为表达心意 非常好的一个载体 中秋呀最早记载于周里 根据我国古代的历法呢 一年有四季 每季呢有三个月 然后分别称为梦月 中月和季月三部分 而秋天的第二个月呢叫中月 这个月呢由于是收获的季节 人们呢在忙了一年之后 看到收获的果实之后呢 可以喘一口气了 然后这个月的月亮呢 是相对于一年十二个月中最圆的一次 所以呢人们选择在这一天呢 大家家人团圆 然后一起品茶交谈 吃饭吃月饼 而中秋的这个起源呢 源于上古时代 普及于汉朝 定型于唐朝初年 盛行于宋朝以后 我们说呢这个茶呢 主要也是唐朝的时候 由于茶圣录语的茶经 而成为了体系 而这个庆贺中秋的这个定制 也是在唐朝的时候定型的 中秋呢有一个特别的美食 这就是月饼 月饼一开始呢 是祭祀月神的贡品 也是中秋节的时令的食品 月饼一词呢 源自南宋 无字幕的孟良录 那个时候呢 代表的是一种点心食品 后来呢逐渐把赏月结合在一起 寓意家人团圆 寄托思念 但是我们知道啊 月饼它一方面呢 是它是偏油腻 另一方面它饼状的东西呢 稍微有点干 所以呢在吃月饼的时候呢 人们也会品茶 所以呢这个中秋吃月饼与茶 自古呢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特别是在唐朝的时候呢 就有煮饮团茶的习俗 团茶呢有着团圆美好的寓意 和月饼这个团圆美好 是一个含义 所以呢这个团茶呢 也被称为月团 在广雅这本书中呢 有记载 金巴尖采叶做饼 饼城以米高出 说的呢就是荆州巴蜀地区呀 把茶叶采摘下来以后呢 制成了茶饼 后来呢善于联想的古人 把饼茶和天上的月亮进行关联 出现了许多富有诗情画意的茶饼名称 比如说乐团小江乐等等 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茶诗 就是卢童的七碗茶歌 全称呢是走笔 谢孟建议寄新茶诗 这首诗有这么一句话 开箭晚箭建一面 首阅乐团三百片 诗中的乐团呢 指的就是茶饼 这句话说的是 孟建议给卢童寄了三百片茶饼 而宋代诗人王玉琛 也写过一篇 恩赐龙凤茶 这首诗里边呢 有一句茶人非常熟悉的话 就是香于酒碗 芳兰气 圆如三丘好月轮 再次把茶饼比作三丘好月 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苏东坡 他在会山夜前道人 喷小龙团灯绝顶望太湖 这首诗里边呢 写下这么一句话 独邪天上小团月 来世人间第二泉 说的是他怀穿小团月 也就是丙茶 来到了会山泉边 准备用天下第二泉的会山泉水 冲泡小乐团 我们知道这个会山泉 他非常的有名 阿炳有一首非常有名的 这个二胡乐曲 二泉应乐 讲的就是会山泉 也被称为天下第二泉 而这首诗呢 就是苏东坡 用这个小乐团 和天下第二泉的水 冲泡以后 赏乐这样一个场景 时至今日呢 品名赏乐 依然是许多家庭中秋节必备的娱乐活动 大家可以在庭院里边 家人一起嬉戏 然后凉风嬉戏的时候呢 共同赏乐 吃月饼品茶 而茶呢 不仅就是能在食用太多中秋大餐和月饼之后 消逆去游 也是秋季润阳解造的家饮 所以说呢 品茶也是品文化 更是品人生 我们希望在一泡茶中 品出家人的团圆 月圆人团圆 月饮如笔 茶香萦绕 举杯对饮 总有素不尽的思念 珍惜当下 珍惜相聚 共饮一杯温情喜乐 喜庆人间 共团圆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开门七见试 柴米油盐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琴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前面几讲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关于茶之器中 煮茶的三个器具 分别是风炉 地孽 还有灰尘 其中风炉呢 我们画了很长的篇章 给大家讲 包括风炉上的挂像 图画 文字 所有的组合 是什么样的含义 那么在风炉里边呢 也有一个 有一个地孽放到里边 也是作为煮茶配着风炉用的一个工具 那么在风炉下面呢 有一个承接煮茶的这个灰的一个灰尘 这样一个盘子 那么煮茶的话 在茶经记载里边还有什么样的工具呢 我们今天呢 就给大家进行分享 茶经中谈到的这个煮茶工具呢 叫做举 这个举字呢 上面是一个竹字头 下面呢 是铝字 也就是两个口 茶经是这样记录的 举以竹芝芝 这句话翻译成 现代汉语的意思呢 就是举呢 是用竹子编制的 它高一尺二寸 直径呢 有七寸 或用藤做 一个像举形的木箱 编织出六边形的样子 把盖底的洞 盖住 像箱子口一样 磨削光滑 其实说穿了呢 这个举呢 其实就是一个采茶和装茶的用具 主要是用竹或藤做成的 形状呢 有可能是方形 也有可能是六边形 高度呢 在一尺二寸 直径在七寸 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编织的时候呢 如果用藤和竹边的时候呢 编成六角形的 圆形的眼 然后把底和盖 磨光滑 主要是用来采茶和装茶 要实现一个既方便 用美观 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它是一个陈茶器 那么除了这个举之外呢 在茶经里边 就是煮茶的时候 还会用到一个火夹 火夹呢 茶经里边是这样写的 依明柱 若常用者 圆直一尺三寸 顶平节 无葱台 勾索之数 以铁或熟铜制之 这段话的意思呢 就是火夹 又叫柱 就是咱们平常用的 那个火钳 它是圆直型的 长一尺三寸 顶端呢 比较平整 没有像 葱台 勾索之类的 圆的弧形装饰 它就是没什么装饰的 一个很肃静的一对火夹 其实就像筷子一样 用铁 或者熟铜制成 主要呢 是用来夹炭火的 说到这个炭火呢 其实在茶经里边 也说过一个工具 应该是说 几件工具 叫炭抓 这个炭抓呢 茶经记载 以铁六棱制之 长一尺 锐衣 风中 直戏头 戏意小展 以事过也 若今之 和隆 君仍目无也 或作锤 或作斧 随其遍野 这段话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炭抓 是用六棱形的铁棒做成的 长一尺 头部尖 中间粗 手握的这个地方比较细 握的一端呢 套一个小圆环 作为装饰 就好像是 合拢地带的军人 所用的那个木棒一样的 有的呢 把这个 铁棒呢 做成锤形 有的呢 做成斧形 主要是为了把这个碳敲碎 那么用这个碳抓 把碳敲碎以后呢 用火夹就可以把这个碳夹到这个风炉里边 就可以生火煮茶了 所以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 就是关于茶汁器中提到的煮茶 生火的用具呢 主要是有五大类 首先就是风炉 然后呢 是灰尘 蒟 碳抓 还有火夹 分别是用在煮茶 生火 这个程序的工具 那么除了这个生火的工具之外呢 我们要煮茶的时候 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我们下一次给大家分享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七剑市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小小的一个风炉 上面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符号 包括从这个风炉上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 还有后来进入铁器时代 一个生产力发展的这样一个水平 我们还能够从这样一个风炉上 解读出 路语具有 富顶之质 而且具有格顾顶心这样一个志向 他希望通过他建立的这样一套 茶文化的秩序 改变当下饮茶的一些风貌 或者说是当下仅仅把茶叶 作为一种饮料去喝 没有文化符号的这样一个情景 所以我们说 那么一个小小风炉 就有如此多的信号 可以说是传统文化 丰富至极 那么我们今天呢 继续沿着茶经去解读 我们看看我们还能够解读出什么样的符号 茶经的原文说 风炉以铜铁注之如古顶 这个我们前面给大家分享过了 然后接着说 后三分 圆阔九分 令六分虚中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翻译成现代文就是 就是这样一段描写 它讲了风炉的尺寸 形状 有三足 我们之前说这个风炉非常像上古时期的顶 它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那么它有三只足 其实我们有一个成语就是三足鼎立 有三只足的话 首先它的稳定性非常强 然后它托举的这个顶 也能够有一种非常权威的一种感觉 而在这个风炉上面呢 还用上古的文字 书写有二十一个字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是怎么说的 一足云 砍上 驯下 离于中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非常的专业 它其实是我们上古义军中的三个卦象 陆宇呢 把这三个卦象写在了风炉的一个足上 什么叫砍上 驯下 离于中 说的是八卦 八卦呢 它是根据自然万物取向 而砍 象征水 离象征火 驯象征 风 也就是木 这三个卦象组合起来呢 就是一种烧茶 煮水这样一个状态 又说到易经呢 它的文化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的 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之根 我们茶经的作者陆宇 他的名字的来历其实也是易经 为什么这么说呢 茶圣陆宇呢 是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婴儿 被静灵禅师捡来 抚养长大之后呢 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姓名 于是呢 他就为自己普卦 得到了一个 红剑于路 其余可用为夷 在易经中 他占卜出这个结果之后呢 他就起名 陆宇 自红剑 其实我们说 茶圣的名字 他都是跟易经非常相关 而茶圣最看重的一个茶器 风炉 他的一条腿上 其实写的就是易经的三个卦象 所以呢 我们要读懂茶经 可以说我们得先去读懂易经 那么易经是一门非常深厚的学问 我们要怎么样打一个基础 通过易经的知识 来破解茶经里边的很多秘密呢 我们下一次呢 会给大家详细的分解 首先给大家讲一讲 茶圣路语的名字 这一卦到底是什么含义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就是关于茶之气 茶叶的器皿中 茶圣路语 讲到的第一个封炉 而封炉的材质 主要是用 陶 铜 铁 制成 我们通过给大家 讲这三种材质 也给大家梳理了 中华文明眼镜的 这样一个过程 也就是从陶器时代 到青铜时代 再到铁器时代 代表的是一种 文明提升的 这样一个过程 而茶圣路语呢 通过这样的三种材质 在这个小小的封炉上 就把中华文明这个传承 演变的历史 凝住在这个封炉中 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智慧 那么我们今天呢 继续茶经的学习 在讲完了封炉的材质 这一句之后 茶经是这样记录的 他说 封炉以铜铁柱织 如古顶形 也就是如古代的顶 的这样一个形状 从这样一个形状 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解读出 很多的文化符号 我们知道这个顶 最早的时候呢 顶其实是用来煮食物的 是远古时期 陶制的餐具 演变而来 主要的用途呢 就是煮食 顶的三条腿呢 也就是便于灶口和支架 在下面烧火 这样是比较方便的 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呢 顶进入青铜时代以后 它就成为了 各方争夺的一个重器 也是祭祀神灵的一个礼器 它开始象征了国家的权利 而且我们知道 就是天子九顶 诸侯七顶 大父五顶 也就是说拥有顶的数量 代表拥有的权利大小 顶呢 关系着金轮条变 可以聚天命 细人心 我们有一些成语 比如说是一言九顶 问顶中原 究其来源呢 就是顶是一个象征权位 十分庄重的器物 圣人呢 用顶上供天地 也用顶来养圣贤 顶置于庙堂之中 也就是国家权利的一个代表 所以把风炉设计成顶的形状 这是一种身份 地位非常专重的一个代表 而茶生路语认为呢 品茶的人 他是非常超达的一个圣人 而这个圣人所用的器物呢 就必须与他的身份相符 所以呢 用一个代表身份地位 权利这样一个重器 作为主茶器皿的形状 可以说是陆语 为茶叶赋予的再一个文化符号 在周易里边 序挂中有这样一句话 就是格物者莫若顶 故受之以顶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格雇顶心的意思 在格雇顶心这样一个成语里边 它代表的也就是 变革 革性的含义 我们知道这个品茶和饮茶 在陆语之前呢 它都是一个民间行为 大家喝就喝了 但是它也只是一个喝 平饮这样一个过程 从陆语开始 为茶叶建立了一套 标准而规范的体系 使这个茶叶呢 它有迹可淤 有文化可循 所以呢 这样一个风炉 这样一个顶的形状 它也代表了茶文化 从此进入了一个 格雇顶心的这样一个含义 在我们中国文化里边呢 说到一个人很有志向 很有抱负 我们也会形容 它有腹顶之志 就是背负一个顶 这样的志向 所以呢 这个风炉制作成顶的形状呢 其实也暗和茶圣路语 它虽然是出生很低微 它是一个孤儿 被师父捡到了以后 在寺院养大 而且它长相比较丑 还有口齿 就是这样一个起点的人 但是它是心怀大志 它认为它要通过它的文化 它的学习 它的比喻 建立一个新的时代 所以它的志向呢 也通过这样一支顶 表达出来 而它的确也做到了 它建立的这一套 关于茶的体系 从唐代开始 一直影响到今天 而它本人 也被后世的中国人 封为茶圣 所以它实现了自己的 副顶之志 我们看就是风炉 这样一个形状 就能解答出 这样多的文化含义 首先就是权力 地位 身份 所以需要用顶 第二呢 格顾顶心 茶从默默无闻 平隐的时代 进入了一个标准化 高规格 高层次的 这样一个时代 起点很低的路语 通过这片小小的树叶 实现了自己 建立标准 成圣贤 这样一个 副顶之志 所以说 非常小的一个器物 但是蕴含了 非常多的文化 很有意思 也许大家在读的过程中 还能够解释出新的 更有趣的含义 也欢迎大家分享 好的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七见识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 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易经中的这个易字 分为简易 便易和不易 讲的就是便与不便 以及如何大道质简 其中呢 说到在研究甲骨文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易字呀 它是一个象形字 象征着用手 把一个器皿中的水 倒入另一个器皿之中 而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意象 非常像我们冲泡茶叶的 这样一个过程 而这也是 易经和茶经之中的 一个玄机 我们也给大家讲到了 就是在茶圣路语 最看重的煮茶器风炉上 一条腿上写着 砍上 逊下 离于中 这样三个卦象 它其实是易经八卦里边的三个卦 我们在上一讲给大家提到了 就是易经的形成过程呢 它经历了三个时期 最早呢 是福西画八卦 这样一个过程 而我们说的三个卦呢 就是源于福西所画的八卦 我们今天呢 给大家讲一讲 八卦到底是怎么来的 有助于大家去理解 风炉上的这三个卦 是什么含义 以及它们组合之后 又会成为什么样的卦象 只有把这个基础打扎实了 我们对茶经的理解 才能够更深刻 能从文化原点上 去理解这样一部经典 它到底好在哪里 滋养我们的内心 我们听到过一句话 就是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八卦演成六十四卦 如此深深不息 表达了万事万物 不断发展的一个势力 其实它也表达了 一经成书的这样一个过程 太极生两仪 这是什么含义呢 太极它指的就是这个宇宙 它是综合成为一个太极 而在这个太极中呢 就会有阴阳对立 或者是性质并存的两种事物 比如说是天地 男女 昼夜 大小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分为阴阳 所以呢 这个阴阳也可以说是 机偶 刚柔 乾坤 也就是宇宙中呢 一切可以一分为二的事物 在意境中呢 就有分别用一横 和中间断了一下 来表明阴阳 这个阴阳呢 它互相组合 就是太极生两仪之后 阴阳互相组合 两仪呢 就生了四象 这四象呢 听起来非常的专业 就是老阳老阴 少阳少阴 简单的讲就是 两个阳在一起 它就是老阳 阳很多 两个阴 它就是阴很多 一阳一阴呢 就是阳被减少了 所以少阳 一阴一阳呢 就是阴占据 更有力的地形 它就是少阴 总之呢 这四象就代表了 春夏秋冬和东南西北 这样一些方位 就称为两仪生四象 而这个四象呢 它还会进行组合 在这个组合的过程中呢 它就生出了八卦 过程讲起来有点复杂 建议大家呢 可以去实地感受一下 福西它是怎么画卦的 就是我曾经呢 到甘肃福西的画卦台 和河南淮阳福西的画卦台 分别都去感受过 如果你在它曾经在的地方 去观察周边的宇宙 周边的山势万事万物 你就会慢慢的理解 什么样的自然环境 启发福西式 用这样一些符号 来代表 四象变成的八个符号 而画到这八个符号之后 就停止了 这八个符号所有的演变 结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周易的六十四卦 而福西呢 画的这八个卦是什么呢 八卦它取向于 天 地 水 火 风 雷 山泽 就八种事物 所以我说 为什么一定要到现场 到福西画卦的地方去看 你就会明白 它为什么要用这八种事物 来代表身边的万事万物 天和地一上一下 一阴一阳 水和火 一个往上升 一个往下流 风和雷 都是运动之象 山和泽都是静止之象 风和雷 一刚一柔 山和泽 一凸一凹 风和雷在天 山和泽在地 风雷中 有电火明灭 山泽中 又有水 气成福 可以说 这八卦 错综变化 构成了这个 生机勃勃的 多彩世界 我们说 风炉上的 砍上 迅下 离于中 砍呢 就是象征着水 迅呢 就是象征着风 离呢 就象征着火 可以说呢 是风吹着这个火 火势就增长 火势增长之后呢 就能把水给煮熟了 水沸腾之后呢 就可以泡茶 也就是实现 我们说 易子的这个 从一个器皿 注入另一个器皿的过程 所以呢 这八卦的取向 主要是来源于此 后来呢 经过各种衍生之后呢 八卦也和八方相对应 什么叫八方呢 就是东南西北 东北 东南西 南西北 八个方位 这呢 就变得更复杂了 我们今天呢 就讲到这个八个卦象 分别代表什么 而它与风炉上的三个卦象之间 是什么样的关联 而这三个卦象呢 经过风 吹了火 火势大了以后 就可以使茶水沸腾 沸腾之后呢 就可以泡茶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大家了解一下就好 那么 其实我们之前说过 就是风炉呢 它由于这三个卦象 它还可以进行组合 而组合的过程中呢 它是两两组合 它有三个卦 它可以两两组合 这什么样的含义呢 而这些含义 又代表着茶经和意经中 什么样的关联呢 我们下一次 再给大家分享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 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前面几讲中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煮茶的风炉 它有三条腿 而且每条腿上都有不同的文字 这些文字呢 代表不同的文化意向 最终呢 我们需要把它关联起来 读 能够实现 从以小见大 最后看到家国情怀 这样一种天下观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将继续研读茶经 看看风炉呢 除了这些有趣的文化含义之后 茶经 接下来是怎么描述风炉的 茶经是这样说的 其三足之间 设三窗 底一窗 以为通标漏镜之所 这句话的含义呢 是说 煮茶的炉子呢 它的三足之间呢 开了三个孔 底部的空洞 用来通风漏灰 它其实讲的就是 风炉在形状上的一个特点 也就是风炉的这个炉壁上呢 有三个小洞 三个小窗 陆语设计的这个风炉呢 唐代的诗人 皮日修 陆归蒙 都曾经做过茶顶的诗 而诗僧较然 就是跟陆语非常有名的那位僧人 还有大士人刘雨昕呢 都有诗来论述这个风炉的式样 这个顶式的风炉呀 使用的周期 在中国茶室上的时间呢 还是比较长的 就是唐朝人呢 主要就是用这样的风炉 直到宋代改用点茶法之后 点茶呢 就直接用水去冲泡 到这个时候呢 依然这个风炉呢 还在使用 到了明代的时候呢 由于煮茶的这个茶炉 种类繁多 慢慢的呢 就是这个金属制的这个风炉 就被煮炉 瓦炉 地炉等替代 而当中国人饮茶的方式 逐渐由煎茶转为煎水之后呢 鼎式风炉在慢慢的流行过程中呢 逐渐被取代了 但是呢 到现在为止 仍然有部分存在 可见这个 陆宇的茶经 对后世的茶文化 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说完这个风炉上 这个小窗之后呢 茶经又继续写 上病古文书六字 一窗之上书 隐功二字 一窗之上书 耿禄二字 一窗之上书 试茶二字 所谓 隐功耕 陆试茶也 我们看 三个小窗上呢 又出现文字了 每个小窗上呢 有两个字 把这个字呢 连起来念以后呢 是 隐功耕 陆试茶 那么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我们通过字面上来分析啊 隐功和陆试 这是在 反复是在讲两个人 而茶圣陆语呢 他姓陆 这个陆试呢 指代的就是陆语本身 而这个隐功呢 应该是另外一个 很厉害的人 那么隐功耕 陆试茶 耕和茶相对 那么这个耕呢 是我们吃饭喝汤中 非常重要的啊 那么茶和耕香 相类比 可以见得出 陆语呢 非常希望把这个茶的地位提升 提升到我们日用呢 都不能离开它 就像吃饭喝汤一样的重要 那么这个里边 对起来的这段话 到底这个隐功是谁呢 他为什么和耕联系在一起 而陆语 他又为什么会想着 要把自己心心念念的茶 要把自己寄托了 无限的念想 终生的追求的茶 和这种根放到一起 它代表了陆语 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呢 也有的人呢 说陆语竟然把自己的茶 和隐功的根放到一起 真是自命不凡 真的是特别敢想 那么说了这么多 我想大家一定对这个隐功 非常有好奇心 他到底是谁 会有这么高的地位 让茶圣陆语去比肩他 甚至茶圣去跟他做对比的时候 还会被一些人认为自命不凡呢 关于隐功到底是谁 我们下一次给大家分享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施酒茶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在所有茶的器皿中 茶圣陆语在开篇的时候 就提到的风炉 风炉也可以说是他最看重的一个茶器 他在风炉上赋予了很多的文化符号 把对茶的很多美好的意义 都注入到了风炉当中 而且风炉呢 经过他这样一个文化注入 实现了一个从实用器向文化器的转变 那么风炉存在的文化符号 具体是什么含义呢 我们今天开始一一给大家梳理 慢慢的给大家展开 让大家感受一下 仅仅是一个风炉 它是怎么样展现中华文化 和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们来看茶经原文 它是这样说的 风炉以铜铁注织 也就是说 注成风炉的材料呢 它是以铜铁为主 茶经在后面也提到 有时候呢 风炉也会是淘气 用淘制的方法制成风炉 仅是这样一句简单的话 我们就能够看出来 风炉的原材料 有陶 也有铜 更有铁 这是一句很简单的描述 但是这样三个材料 其实就是代表中国文明史的一个发展过程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中国 叫China 我们擅长的是瓷器 而瓷器的前身就是淘气 可以说是在中国大地上的原始人 最早学会了把泥土通过高温烧制的过程 让它坚硬 成为一些器皿之后 原始人可以用这些器皿去打水 盛放食物 装各种各样的粮食进行储藏 所以我们现在发现的很多史前文明遗志 比如说养烧文化 大地湾文化 马家窑文化 养祖文化 甚至大文口 各种各样的文化里边 它的代表器型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陶碗和陶器 所以说呢 制陶代表的是中国原始人类生产力发展和进步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说用陶来制造风炉 其实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纪念 而我们现在当今当下 大家在使用各种考察器具的时候 仍然会有陶制的 传承至今绵延不绝 那么我们来说制作风炉的第二种材料 铜器 我们说中国文化 它的先进性和文明性 很大程度上体现为青铜的使用 能够用青铜器 铸造出非常精美的青铜雕件 可以说是中华文明 在商周时代的一个极大成的代表 我们通过用施蜡法 制作的很多青铜器 比如说联赫方胡 比如说四目雾顶等等 都成为我们国家 国之重器 一级文物 甚至不可出境 青铜文明 青铜文明也是中华文明 屹立于世界之灵的一个重要标志 所以说用青铜器来做这个风炉 应该说也是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 而我们的传统文化发展的过程中 在青铜时代之后 我们的古人学会了使用铁器 而这个铁器的使用 可以使生产率大幅的提高 铁器的硬度更硬 而且它能够大批量的生产 它不像青铜器那么珍贵 铁器运用到农业中 就使我们的文明在青铜时代 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所以我们说通过制作风炉的三种主要的材质 我们都能看到一种文明迭代进步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说茶圣路语 对于这个茶文化的富裕 它可以说是非常的用心 仅仅是原材料中描写的第一句话 我们就能够解读出这么多的历史内涵和内容 所以我们说在洗茶的过程中 也是一种学习历史的过程 向古人致敬的过程 在致敬的过程中 我觉得我们当下的中华民族 更应当继承好前辈的各种历史文化传统 在学好的基础上实现继承发扬 好 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关于茶经呢 我们这一段时间主要是在讲茶之气 那么茶之气里边呢 我们给大家讲了很多窑口 以及这些窑口的茶具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特色 今天呢 我们要给大家讲一款 大家非常熟悉的类别 也是现在使用 可以说是最广泛的一类茶具 这就是紫砂茶具 紫砂茶具呢 可以说是遍布大江南北 影响非常的广 现在呢 主要可以说是主流的茶具呢 就是紫砂和瓷 那么紫砂器到底好在哪里 为什么南北的人都会用它来泡茶 而且它适宜泡所有的茶类 所有的茶都可以用紫砂器来冲泡 那么紫砂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魅力呢 我们就今天给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紫砂茶具呢 是陶土茶具中最近代表性的一种 现在呢 主要是产自江苏 宜兴 古人呢 将紫砂土 比喻为紫玉 在宜兴这个地方呢 它就有非常有大量的这样的土 储存 宜兴呢 位于沪宁行的中心 北宋初期 宜兴生产的赫黑色剑瑶茶具 深受茶家的欣赏 到了明代呢 宜兴的紫砂壶 名家辈出 其实呢 紫砂壶的出现是非常的偶然的 它是由一个书童 无意之中 坐立把壶 然后就惊为天人 那么这一段呢 我们留到下次给大家分享 我们现在呢 给大家讲一下 紫砂壶呢 它 这么受欢迎 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是它造型奇巧 古朴大方 气质典雅 然后呢 主要是实用上来看 它具有良好的保温 保卫的功能 可以使茶汤香味浓郁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就是同样的茶叶 同样的茶水泡着 如果你是用紫砂壶 那么这个茶叶变质 速度就会相对比较慢 你把它泡了以后 到隔夜来看 可能用紫砂气泡锅的茶呢 它还可以喝 还可以芳香宜人 但是呢 我们不主张您喝隔夜茶 首先是也不健康 其次呢 就是这种方式呢 对紫砂也不好 我们说紫砂壶呢 非常适宜去养它 什么叫养壶呢 就是用一把紫砂壶 专门泡一种茶 不要用它既泡普洱茶 又泡绿茶 又泡乌龙茶 这样它会串到一起 那么就是用一把壶泡一种茶 包括普洱茶 深茶用一把 熟茶用一把 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呢 茶的香味呢 就会渗到这个陶土里边 最高的境界呢 就是你不需要放茶叶 但是往紫砂壶里边注水呢 依然茶香芬芳 这就是紫砂壶养到家了 紫砂壶呢 它里外呢 不湿釉 采用呢 深藏于宜心山腹地层中的紫砂泥 这个紫砂泥非常的珍贵 而且存量是有限的 这也是紫砂壶 为什么价格近几年越来越高的原因 这个紫砂泥呢 质地优异 含砂低 可塑性极强 并且呢 含有较多寓于人体的微量元素 然后把这个茶壶呢 经常握在手里边 人和壶有一种沟通 有一种交流 然后呢 用这个养壶笔 每次洗茶的时候 用那个笔刷一下 壶的外壳 这样呢 时间长了以后 紫砂壶呢 就会呈现一种如玉的光泽 非常的温润 所以呢 紫砂气的特点呢 它就是可塑性好 透气性好 保温性能好 经久耐用 而且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那么自从第一把紫砂壶 被造出来以后呢 后世的紫砂名家呢 纷纷创新 那么创新到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 各式各样的紫砂壶 非常的精巧 但是呢 它的造型呢 主要分为几何形体 自然形体 和轻纹形体 三大类 那么我们在这讲里边 给大家提到 第一把紫砂壶的诞生呢 是一个书童 由于一个偶然性 制作出来的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下次给大家分享 感谢您的收听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文人七样宝 琴棋书画 诗酒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 一起品读中国茶 去谈茶经 在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讲了 第一把紫砂壶 贡春壶的传承历史 并且分享了 如今我们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仍然能够看到贡春壶 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我们从贡春壶这个流传体系来看 就是文人为了紫砂壶可以说是付出了很多精力 紫砂壶一直是在这样一个传承有序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节奏中 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紫砂壶它从产生到发展 一直到今天经历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首先我们说紫砂壶它这个壶的造型呢就非常符合明代的审美 这是一种自然古朴崇尚回归朴素的一种审美理念 我们可以看明世家具它都非常的简洁淡雅 力求一种极简的风格 这种极简的风格呢也是一种唯美的情绪 所以明代的人呢善于从一壶一影中寻找寄托 使紫砂壶呢得到一种吹捧 一把好的紫砂壶呢往往可以集哲学思想 茶人精神自然韵律 书画艺术于一生 所以呢紫砂呢加上人工的一些创造 就给人一种非常丰富多样化多彩这样一种感觉 那么就逐渐的从一种平淡显雅端庄稳重自然的状态呢 就经过文人和智乎名家的发挥 呈现出了造型多样色彩多样款式多样 饶有趣味的这样一种状态 紫砂壶呢在整个明代都非常的蓬勃 共春湖之后呢还有董汉原唱赵梁石鹏四大名首月初 不久呢石鹏之子石大斌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 石大斌呢跟李仲芳徐有权三位大家评出新招 以强劲之势超越腹背 可以说那个年代紫砂壶的创新与独创 呈现出一种攀登到顶点这样一种感觉 紫砂壶呢它壶体小壁后有助于保持茶香 发珍茶之色香味 故受到欢迎 饮茶呢我们说明代开始喝伞茶 朱元璋改团为伞开始喝伞茶的这样一个过程 明代呢推崇及实用性和欣赏性 为一体的小巧玲珑式的茶壶 紫砂壶呢用周起高的话来说就是 壶亦小不亦大 亦浅不亦深 壶盖亦岸不亦底 汤力弥香 匹得团结 也就是说呢一把小的紫砂壶呢可以一口饮尽 壶呢以小为贵 冯可斌呢就说出来 每一刻壶一把任其自争自饮方为得趣 就是说呢客人一人一把小壶自己喝了自己饮 一小口茶呢也不至于喝的太多香味呢也不至于涣散 这样呢明朝就开始流传小壶 后来呢 西陵八家之一的立阳之县 陈曼生 这又是一位大家 凭自己呢对紫砂壶的理解 设计了十八壶式 也就是曼生壶 曼生壶的艺术观照呢成为了绝唱 可以说曼生壶是中国紫砂壶的又一高点 陈曼生呢让壶义由俗入雅 走向古今辉煌 紫砂壶呢经他之手就从茶馆走向的书斋 登上了大雅之堂 让壶呢有的深度 十九世纪后期呢 由于苏浙一带的战乱 智乎名家呢大多都避乱离土 只有黄玉玲 我们上一讲讲贡春湖的时候 说到黄玉玲给贡春湖配了一个壶盖 虽然配错了 但是这个壶盖是黄玉玲做的 那么黄玉玲成光明 王东时的紫砂 明家一脉呢 还在流传 那黄玉玲呢属于义德双心的人物 令很多大师都敬佩 他补制这个贡春湖呢 更使他的名声大噪 所以呢 到了近代 紫砂壶呢由于战乱 确实是经历了一个低沉的时期 到了近代呢 紫砂壶呢就出现了一个百花真艳之士 最有名的大师呢就是顾锦舟 他呢有机会接触许多明清的传世精品 与上海的一些画家呢成为了好友 使胡技呀造胡的这个技艺 有了艺术的支点 所以顾锦舟成为了又一个艺术大家 欣赏紫砂壶呢 它其实就像欣赏音乐 跟欣赏所有的艺术呢 它都有相通之处 可以浅 可以深 可以悬 可以深 紫砂壶的壶色呢 深沉 不鲜 不鲜 但是我们说呢 紫砂壶随着使用 它会与主人呢 形成一种互动 时间久了呢 就会生出一种包浆 然后暗然之光 这个包浆呢是岁月 以及每天喝茶 每天用茶水清洗 形成的这样一种人壶互动 人壶合一这样一个状态 它呢又融会了雕塑 书法 篆刻 绘画 金石于一体 可以说呢 于一把小壶 于方寸之中见世界 见自己 所以非常得文人的喜欢 紫砂壶泡茶不走位 剩下的时候呢 储茶可以过夜 不一遍搜 使用时间长了以后 天天擦拭以后 就呈现出的 古雅的光泽 所以呢 有人写诗赞美 说 人间诸欲 安足取 起线 阳线 一弯土 所以这把小小的紫砂壶 存在着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艺术品味 它最终成为和我们人壶一体的结晶 得到了更多文人的喜爱 听众朋友们 希望您呢 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把紫砂壶 情家爱惜 让人壶最终和为一体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